二课拍案惊奇,第一步灵蒙出,第一章进香客莽看金刚惊出玉僧巧玩,试曰,世间自纸葬惊同,见者须当赴火中,或至长流清净处,自然浮路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邪质子,有鬼夜窟,盖音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 只这一窟,有好些个来因。 假如孔子座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铲罚,凌如府月, 遂为万古刚长之见,那些好些的鬼岂能不哭。 又如此铲住行书,只是尽人犯法,留到后来,好须武闻,库里断罪, 指着笔尖上边几个,自断送了多多少少人。 那些曲线的鬼,岂能不哭。 至于后世以诗文取世,凭着暗中诸一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 他肯点点头的,便差迟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婚不肯点头的, 折磨你怎样高采,没处叫撞天地去。 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助手。 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 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说, 即是道家轻流齐出去,佛家白马陀将来, 也只是靠这几个字,智的三教流传,同于三光。 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 每见世间人,不以自止为意, 见有那残疏废业,便将来包长包短, 以致因而开台抹捉,气质在地, 扫致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茧, 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 便轻轻石降起来,复之水火, 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 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 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过了。 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自止, 便家爱惜,欲有一气,急行收拾, 那个阴德可也不少理。 宋时,王仪公之父爱惜自止, 见地上有一气的,就施起焚烧, 便是落在粪汇中的, 他毕竟设法取浆起来,用水洗净, 或投掷长流水中,或后烘晒干了, 用火焚过。 如此行之多年, 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自止。 一日,妻有身降产, 呼梦孔圣人来吩咐道, 儒家爱惜自止,因功甚大。 我已奏过上帝, 前弟子曾参来生儒家, 使儒家富贵非常。 梦后果生一耳, 因感梦中之语, 就取名为王增。 后来连仲三元, 官封一国公。 宋朝一代中三元的, 只得三人, 是宋祥, 冯经与这王曾, 可不是最稀罕的科名了。 谁知内中这一个, 不过是西字旨积来的福, 岂非人人作得的事。 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 那个不称县道是难得。 即使爱惜自止这样容易时, 却错过了不做, 不知为何。 且听小子说几句, 苍结智字, 缘有妙力。 三教圣人, 无不用此。 眼光晦气, 嗓当摇。 三元科名, 恰字而已。 一拓守势, 何不识取? 小子因为奉劝世人西字旨, 偶然记起一件事来。 一个只因西字旨, 时得一张固执, 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 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 有诗为证。 简莫因缘法保留, 山门真密永传流。 从来神物多可护, 堪笑于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 好香山居士, 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 专一一经一新内典, 勤修上成。 虽然顶观树带, 是个载观身, 却自念佛看经, 做成居事项。 当时因母病, 发愿手写, 金刚般若经白卷, 以其真佑, 散逝在各处似语中。 后来五代, 宋, 援兵戈扰乱, 数百年间, 古今铭记海内, 王室已尽。 何况白香山一家一墨, 不知多怎地消灭了。 唯有吴中太湖内, 洞庭山一个寺中, 流传的遗卷, 直至国朝家境年间, 依然完好, 首尾不缺。 凡吴中闲事大夫, 骚人默克曾分赏见过者, 借有提拔在上, 不消说的, 就是四方民工游客, 也多曾有赞叹顶礼, 请求败官。 留提姓名日月的, 不计其数, 算是千年来西齐古迹, 极为难得的物事。 山僧相传至宝收藏, 不在话下。 月说家境四十三年, 吴中大水, 田河烟尽, 寸草不生。 米家永贵, 各处尽跳臂敌, 官府严是平价, 越发米不如尽了。 原来大凡年荒米贵, 官府只何静听民情, 不去生事。 少不得有一伙 有本钱驱利的商人, 贪纳贵架, 从外方, 见处饭浆米来, 有一伙有家当豚米的财主, 贪纳贵架, 从家里熬中发出米去。 米迹渐渐浮凑, 架次见这瓶茧, 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 非是那不识食物执拗的府如 做了官府, 专一御荒就行进跳。 毕迪, 平价等事。 他认到, 是不是外方敌了本地米去, 不知一行禁止, 就有棍图炸海, 遇见本地一交一役, 便自生洋饭浸, 拿到宫廷, 力受佳泽。 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 家中有米, 职所必仓高作, 又且官有定价, 不许贵卖, 无大利息, 何苦出跳。 那些饭米的客人, 见官价不高, 也无想投。 就是小民, 私下愿增加暗敌, 惧怕败辱受贵受罚。 有本钱的人, 不肯担这样干系, 干这样没要紧的事。 所以, 月弄得世上无米, 米价转高, 于民不知, 上官不安, 只埋怨道, 如此禁闭, 米之不多, 如此养价, 米之不见。 没得解说, 只狐伦说一句, 就荒无奇策罢了。 谁知多事要行荒正, 反之月荒的。 闲话且不说, 只因事年米贵, 那寺中僧侣颇多, 坐食凡难。 平日弹乐也为年荒米少, 不来不失, 又兼民穷才尽, 恶朴迎徒, 盗贼充斥, 木画无路。 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 非周一不能往来。 四僧平时吃着食方, 此剂料没得有凌波出现。 再米上门的了。 真个是, 香鸡除中无素食, 净鸣玻璃少于粮。 四僧无讨奈何。 内中有一僧, 法名变武, 开言对大众道, 寺中僧徒不少, 非得四五十十米, 不能渡此荒年。 如今料无此大施主, 难道抄了手作看饿死不成? 我想白侍郎, 金刚经真迹, 使泪朝相传至宝, 何不将此剑到城中寻个石谷懂人家, 当他些米粮且肚一岁。 道来年有收, 再图取熟, 畏畏迟也。 住持道, 相传此经执架不少, 突然守着他, 就不得饥饿, 真是盖米顿扼杀了, 把他去当米, 成事算计。 但如此年时, 那理状的个人啃出这样闲钱, 当这样冷货, 只怕空废着说话罢了。 便悟道, 此时要遇个石宝太师, 尾事不能够。 想起来, 只有山堂上王相国府当那盐都管, 他是本山人, 乃是本房谈乐, 就忠于我独厚。 该眷白侍郎的经, 他虽未必识的, 却也多曾听的。 凭着我一半面一皮, 挨当他几十挑米, 敢是有的。 众僧齐声道,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只锁就过湖去走走。 住持走去房中, 香内捧出荆来, 外边是送紧包袱包着, 揭开里头看时, 却是侧业一般装的, 多年不经表辈, 降气已无, 周围相指, 多反复了。 住持道, 此事传明的古物, 如此凌落了, 知他有甚好处, 今将去人家藏放的好些, 不要失脱了些便好。 众人道, 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 不必仙子担忧。 便无道, 依着我说, 当便或者当得来。 只是就一时之急, 数取时这项钱粮, 还不知出在那里。 众人道, 且到熟时在做计较, 眼下只是米要紧, 不必多疑了。 当下顾了传之, 便无叫个道人随了, 带了经包, 一面过湖岛山堂上来。 行之相辅门前, 远远望去, 只见严斗馆正在当中坐地, 便无上前起手, 相见已闭, 严斗馆便问道, 师父何事下顾? 便无道, 有一件事特来与斗馆商量, 勿要斗馆欲成择个。 斗馆道, 且说看何事, 可以从命, 无不应成。 便无道, 必四人众, 缺陷斋粮, 勿今年荒米贵, 无计可施。 四中祖传, 金当经, 是唐朝白侍郎真笔, 相传价值千金, 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 一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 得应付米百来时, 度过荒年, 就取合四人人生命, 时事无量动得。 严斗馆道, 是甚稀罕东西, 金银宝贝做的, 值此价钱。 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 真是千文不如一件。 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 便无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 打开看时, 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 严斗馆道, 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 原来是这等悔气色脸, 倒不如外边这包还花碌碌好看, 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 兜冠抢不知以为之的竹叶翻翻, 直翻到后面去, 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换名字及图书在上面, 连主人也有提拔手书印章, 方喜动颜色道。 这等看起来, 大略也值些东西, 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 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 也不见得。 我与师父相处中, 又是救济好事, 虽是百担不能勾, 我与师父武师时去罢。 便无道, 多当多熟, 少当少熟。 就是武师时也罢, 省得担子中了, 他日回熟难错处。 当下严斗馆将经包袱得好了, 捧了进去。 终究是相扶门中手段, 做事不小, 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 当迷武时时, 赋予辩武道, 人情当的, 不要看容易了。 说吧, 便叫开仓壶发。 辩武同道人雇了脚夫, 将来一壶一壶地盘名下船, 谢别了都管, 千欢万喜, 再回寺中不提。 且说这项国夫人, 平时极是好善, 尊重的是佛家弟子, 敬奉的是佛家经卷。 那年冬底, 斗馆当中送进一年不借到夫人处扎算, 一向因过岁心争, 茫茫为己减堪。 此时已至二月中旬, 偶然闲手揭开一夜看去, 那一行写着将自五十九号, 当洞庭山某寺金刚经一卷, 本米五十时。 夫人道, 奇怪, 是合金卷当的许多米去。 猛然想道, 常见相公说道, 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 是山门之宝, 莫非极是此件。 随叫养娘们传出去, 取进来看。 不于时取道, 夫人灌手静了, 解开包街起看时, 是古老纸色, 虽不慎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 也知是旧人精卷。 便念生福道, 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 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 这些穷寺里, 如何熟得去? 留在此处亵渎, 心中也不安稳。 譬如, 我摘了这四中僧人一年, 把此经还了他爸, 省得福天面上取利不好看。 吩咐当中都管说, 把此相武师时, 做作夫人摘僧之费, 速换四中僧人, 还他元经供养去。 都管领了夫人的命, 正要寻便烧信于那便武, 叫他来领此经。 恰值十九日, 承官是殷生日, 便武过湖来观音山上锦香, 是毕岛当中来拜都管。 都管见了道, 来得正好, 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 烧信于你。 便武道, 都管有何吩咐? 都管道, 我无别事, 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 我家夫人知道了, 就发心不失这五十十本米, 于你寺中, 不要你取熟了, 白还你元经, 去替夫人供养着, 故此要寻你来还你。 便武剑说, 喜之不胜, 和长道, 阿弥陀佛。 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 使此经重还本寺, 真是佛缘广大, 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 连老都管也重负不浅了。 都管道, 好说, 好说。 随去秉之夫人, 请了此经出来, 凤还便武。 夫人又吩咐都管, 可流来僧一斋。 都管尊医, 社斋请了便武。 便武笑嘻嘻捧着, 惊包, 千恩万谢而行。 道德下船不投, 正直山上烧香多人, 坐满船上, 却呆开了。 便武教主, 也搭江上去, 坐好了开船。 船中人你说张家长, 我说李家短。 不一时, 行至湖中央。 便武对众人道, 列位说来说去, 总不如小僧今日所欲施主, 真是个善心喜舍量大幅大的了。 众人道, 是那一家。 便武道, 是王相国夫人。 众人内中有的道, 这是酒闻好善的, 今日却如何不失与师父。 便武指着惊包道, 即此便是大不失。 众人道, 想是你墓园布上开写的多了。 便武道, 若是有心施舍, 多些也不为其。 专为是出于意外的, 所以难得。 众人道, 怎生出于意外? 便武就把去年如何当你, 今日如何白还的事说了一遍, 道, 一个荒年, 何四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 况且, 寺中传世之宝, 正苦没本力赎取, 金得奉回, 十出侥幸。 众人见说一本经, 当了五十十米, 好生不谢, 有的道, 出家人灌说天话, 那有这事? 有的道, 他又不化我们东西, 何故调谎? 敢是真的? 又有的道, 既是值钱的佛经, 我们也该看看, 一元一会, 也是难得见的。 要与便武取出来看, 便武建议伙多是些乡村父老, 便道, 此事唐朝白侍郎真比, 列位未必时任, 谢谢独独, 看他责慎。 那中有一个叫相学甲斯文的, 姓黄浩丹山, 混名黄粗空, 听得便武说话, 便接口道, 师父出言太欺人。 什么白侍郎黑侍郎, 便道我们不认的。 那个白侍郎, 名字叫的白乐天, 干家诗上多有他的诗, 怎欺负我不晓得。 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 也是个缘分, 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 众人听得近拍手道, 黄先生说得有理, 一起就去便武身边, 逃取来看。 便武四不溜六, 抵挡众人不住, 只得解开包袱, 摊在苍板上。 揭开经来, 那经夜夜不沾连的了, 正接到头一板, 怎当得湖众风大。 忽然一阵旋风, 脚道经边一掀, 急得便武忙将两手摁住, 早把一夜吹到船头上。 那时, 便武只好接着, 不能脱手去取, 忙叫众人快快收着。 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 你挨我挤, 夭夭呵呵, 磕磕撞撞, 那里捞得着。 说是迟, 那时快, 被风一卷, 早卷起在空中。 原来一年之中, 唯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 所以小儿们放指缘风筝, 只在此时。 那时是二月天起, 正好随风上去, 那有下来的, 风恰恰吹来, 还你船中。 况且, 太湖中间, 三广三广样样的所在, 没弄手脚处, 只好共睁着眼, 往空仰看。 但见, 天际飞冲, 似吹烟一道直上, 云中荡漾, 如游丝几个翻身。 只愿到处好为林, 郡湖飞来一事半。 底下叫的叫, 跳的跳, 只在湖中一夜舟, 上边往一往, 来一来, 直通海外三千国。 不胜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柱, 美外西记白日的长绳妇转来, 便勿手接着精卷, 仰望着天际, 无法施展, 直看到望不见财柱。 眼见的这一纸在找木国里去了, 只叫得苦, 众人也多呆了, 互相埋怨。 一个道, 才在我手边, 差一些不拿得住。 一个道, 在我身边飞过, 只到你来拿, 我住了手。 大家激怒, 一个老成的道, 师父再看看, 敢是吹了梅子的素质还好。 便勿道, 那里是素质。 罢是揭开头一张, 看得明明白白的。 众人疑惑, 便勿放开双手看时, 果然湿了头一板。 便勿道, 千年古屋, 谁是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 忙把来叠好, 将包包了, 紫账了面一提, 只是怨唱。 众人也多懊悔, 不敢择声, 黄粗空没坐到礼处, 文舟舟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 看见便勿不喜欢, 也再没人敢讨看了。 传到山边, 众人各自上岸散气。 便勿自道寺里来, 说了相府白海经卷缘故, 和寺无不欢喜赞叹, 却把湖中失去一夜的话, 瞒住不说。 四僧多是不在行的, 也没有人翻来看看, 一交一语住持收拾过罢了。 话分两头, 却说河南未恢复, 有一个姓柳的官人, 补了长州府太守, 择日上任。 家中亲眷涉酒送行, 那中有一个人, 乃是个富学豪谷的山人, 曾到苏, 横四处游玩访友过来, 西间对柳太守说道, 长州府与苏州府接壤, 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 有一件稀奇的物事, 乃是白香山手书《金刚经》, 这个古迹价值千金, 金老亲账就在邻邦, 若是有个变畜, 不可不设法看一看。 那个人是刘太守, 平时极尊性的, 他虽不好古董, 却是个极贪的性子, 见说了值千金, 便也动了火, 牢牢记在心上。 到任之后, 也曾问起长州相视大夫, 多有小德的, 只是苏, 松阁鼠, 无因得看。 他也不是本心要看, 只因千金之说赏心, 西图贫对人讲, 或有奉承他的解义了, 够求来送他未可知。 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 是阁府的东西, 他不过无心问及, 不以为意。 以后再人年余, 渐渐放手长了。 有几个富翁为氏打通关节, 他传出密室, 要苏州这卷, 金刚经。 拒之富翁要银子反义, 要这经却难, 虽曾打发人寻着四僧求买, 四僧道是家传之物, 并无卖艺。 急之问价, 说了千金。 买得多不在行, 深深舍, 摇摇头, 恐怕做错了生意, 折了重本, 看不上眼, 不是算了, 宁可苦着摆来两银子送进牙去, 会说金刚经乃本次正库之物, 不肯卖的, 情愿那家罢了。 太守见了白雾, 收了完闲, 也不问起了。 如此不止一次, 这金刚经倒是那太守, 发科分起发人的单头了, 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 一发上心。 有一日, 一将一阴县中借道, 一起劫道, 内中有一行脚头驼僧, 太守暗喜道, 取金刚经之计, 只在此僧身上了。 一面, 把道贩下在死囚牢里, 一面叫个镜子到牙来, 悄悄吩咐他道, 你到间中, 可与我秘密叮嘱这行脚僧, 我当堂在审时, 叫他口里板着苏州洞庭山某寺, 是他窝脏之所, 我便不嫁刑罚了, 你却不可泄露, 逃死吃。 金子道, 太爷吩咐, 小的性命嫩的不值钱, 躲在小的身上罢了。 金子自去一言行事, 果然次日升堂, 言问这起道贩, 用了刑具, 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脏账窝家, 独有这个杭脚僧不上刑具, 就一口招道僧在洞庭山某寺窝着, 寺中住持叫甚名字。 原来行脚僧人做胆事的, 一应荒谬也似投摘投诉, 无处不到, 打听作业, 这寺中住持性命, 恰好他晓得的正投太守欣赏机会。 太守大喜, 取了贡状, 叠成文卷, 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浦道厅来, 要提这寺中住持。 拆人积文作手, 补厅签了牌, 另拆了两个硬捕, 架了快船, 一直往太湖中洞庭山来。 真个, 人似基因, 传统飞虎, 应在空中西绝舱, 虎逢到处力吞声。 静敲尊虚, 地神豪鬼哭, 安贤设字, 登时全走鸡飞。 即此便是活无常, 阴间不数真罗刹。 应不到了寺门前, 熊啾啾地走江入来, 问道, 那一个是住持。 住持上前起手道, 小僧就是。 应不取出麻绳来变套, 住持慌了手脚道, 有何事饭, 便宜得如此。 应不道, 道情事发, 还问什么事饭。 众僧见住持背负, 大家走江龙来, 说道, 上下不必粗鲁, 本寺是山唐王相府门徒, 等贤也不受人欺误。 况且, 寺中并无歹人, 又不曾招接什么游客住宿, 有何道情干涉。 应不见说是相府门徒, 又略略软了些, 说道, 官差立差, 来人不差。 我们不停因长州辅道情事, 搬出与你四干连, 行官首题。 有干无干, 当官蛇变, 不关我等欣赏, 只要打发我等起身。 一个应捕, 假做好人道, 且宽了腹, 等他去周治, 这里不怕他走了去, 住持脱了身, 讨牌票看了, 不知投油。 一面商量收拾盘缠, 去长州分辨, 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 应捕嫌多嫌少, 乍得满足了才助手。 应捕带了住持下船, 便捕叫个道人跟着, 一同随了住持, 缓急就应。 到了补厅, 点了名, 办了文书, 借将过去。 免不得书房与来差多有了史费。 住持与便捕, 道人, 共是三人, 雇了一个船, 一路盘缠了来差, 到长州来。 说话的, 你差了。 阁府官体, 尽好使用之无, 如何去得这样容易? 看官有所不知, 这是道情事, 不比别样贤颂, 需得出身变白, 不然怎得许多使用? 所以只得来了。 未见官时, 便勿先去府中细细打听街道 与行脚僧名字, 来宗去计, 与本寺没一毫影响, 也没个仇人在内, 正不知祸根是那里起的, 真摸头路不着。 说话间, 太守升堂, 来拆头批, 带主持道。 太守不开言问甚是由, 急写监票, 发下监中去。 主持不曾分说的一句话, 竟此黑漉漉地吃尖了。 太守坚罢了住持, 换袁岔道案前来, 低问道, 这和尚可有人同来吗? 袁差道, 有一个徒弟, 一个道人。 太守道, 那徒弟可是了事的。 袁差道, 也晓得是体的。 太守道, 你敲得对那徒弟说, 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刚经来, 救你师父, 便得无事, 若稍迟几日, 就讨绝丹了。 袁差道, 晓得去说。 太守退了堂。 袁差跌跌脚道, 我指道真是道情, 原来又是什么金刚经。 盖之为先前借此为提炸过了好几家, 衙门人多是晓得的了, 走去一时一五, 对便悟说了。 便悟道, 这是我上市之物, 怪到日前有好几起常州人来寺中求买, 说是府里要, 我们不卖于他。 直到今日, 却生下这个计较, 献我师父强来索取, 如今怎么出? 袁差道, 方才明明吩咐稍迟几日, 就讨绝丹。 我老爷只为要此经, 我这里好几家受了累。 何况是你本室有的, 不送的他, 他怎肯助手, 却不再送了性命。 快去与你住持师父商量去。 便悟就央员拆领了到监理, 把这些话, 一一说了。 住持道, 既是如此, 快去取来送他, 就我出去罢了。 终不成为了大家门面的东西, 断送了我一个人性命罢。 便悟道, 不便二三, 取了来就是。 队员拆道, 有樊上下带柄一生, 略求宽渴几日, 以便往回。 师父再见, 再求看去。 人拆道, 既去取了, 这个不难, 多在我身上, 放心前去。 便悟留下盘颤与道人送饭, 自己单身, 不辞辛苦, 星夜赶到寺中, 取了经卷, 赴到常州。 不上五日, 来会圆叉道, 经已取来了, 如何送进去? 圆叉道, 此事经卷, 又不是什么财物。 待我在转筒边鸡帮, 丙一声, 递进去布房。 果然圆叉递了进去。 太守在斯牙, 见说取得, 精当精道, 倒是宝物到了, 和牙人卷多来争看。 打开包时, 太守是个粗人, 本不在行, 知道千金之物, 必是怎的庄严, 看见零零落落, 纸色灰黑, 鲜不相依。 揭开细看字迹, 见无个棋手, 没头没脑。 看了一会, 任有细字号数, 仔细再看, 却原来是第二叶棋的。 太守大笑道, 凡事不可虚慕名, 虽是古迹, 也虚得完全才好。 今世不全之书, 头一板就无了, 成的慎用。 说什么千金百金, 多被这些酸子传文物了, 空废了许多心机。 难为这个和尚, 坐了这几日间, 岂不冤枉? 那一卷们见这精卷, 既没什么好看, 又听得说和尚坐监, 一起窜多, 叫还了精卷, 放了和尚。 太守也想到, 没甚紧要, 仍旧发与原差, 给还本主。 牙中传出去说, 少了头一张, 用不着, 故此发了出来。 便无指认, 还要补头张, 怀着鬼胎道, 这却是死了。 正在心慌, 只见连间的住持, 多放了出来。 原差来讨赏, 道, 以此没事了。 住持不知缘故, 原差道, 老爷起心要你这精, 故生这风波, 金剑经不完全, 没有什么头一张, 不忠他意, 有些懊悔了。 他原无怪你之心, 精也还了, 是也罢了。 恭喜, 报喜。 住持谢了原差, 回到下处。 与便无道, 那里说起, 遭此一场横祸。 金兴的无事, 还算好了。 只是事才听见说经上没了了头张, 不完全, 故此肯还。 我想, 此经怎地不完全? 便无猜把前日太湖中众人所看, 风卷去头张之事, 说了一遍, 住持道, 此天意也。 若是风不吹去首张, 此经今日必然被留, 非赴我山门所有了。 如今虽是缺了一张, 后边铭记还在, 仍旧归无似宝藏, 此皆佛天之力。 喜喜欢欢, 算还了房钱饭钱, 师徒与道人三众, 雇了一个船, 同回苏州。 过了虎树棺树里, 江岛峰桥, 天已昏黑, 忽然风雨大作, 不变路径。 远远望去, 一道火光逐天, 叫船家对着亮楚直管摇去。 其实风雨也稀了, 看看至今, 却是草舍内一盏灯火明亮, 听得有目余声。 船到岸边, 叫船家拦好了, 便无夺上去, 叩门逃火。 门还未关, 推将进去, 却是一个老者, 靠着桌子诵经, 见识个僧家, 忙起身叙了礼。 便无球点灯, 老者打个纸链, 站站有点着了, 地语便无。 便无接了纸链, 照得满无明亮, 偶然抬头戴眼见臂间一幅字纸黏着, 无心一看, 赤了一惊, 大叫道, 怪灾! 圣灾! 老者问道, 师父见此旨, 为何大惊小臂? 便无道, 此话甚长。 小舟中还有师父在内, 带小僧拿火去照了, 然后再来奉告, 还有话讲。 老者道, 老汉是奉佛弟子, 何不连尊师接了起来? 老者就叫小司祖寿出来, 同了便无道舟中, 来接纳一位师父。 便无来到船上, 先叫住持道, 师父快起来。 不但没着主人, 且有其事了。 住持道, 有何其事? 便无道, 师父且到里面见了主人, 请看一件物事。 朱带同了便无走进门来, 与主人相见了。 便无拿了灯, 拽了住持的手, 走到壁间, 指着那一幅字指道, 师父可认认看。 住持抬眼一看, 只见首一形式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第二行式法会游游分第一, 正是白香山所书, 乃经中之首页, 在湖中飘尸的。 拍手道, 好像是吴家经上的, 和原的在此处。 老者道, 嫌师徒精怪此旨, 必有缘故。 便无道, 老丈肯把得此旨的根由, 一说, 于师徒也扑心相告。 老者摆着椅子道, 请坐了献茶, 容老汉慢讲。 师徒领命, 分次坐了。 奉茶已毙, 老者道, 老汉姓瑶是此间愚人。 幼年不曾读书, 从不识字, 只靠着鱼虾为生。 后来中年, 家世尽可度日了, 听得长者们说因果, 自毁作业大多, 有心修行。 只为不识一字, 难以念经, 因此自恨。 凡见自止, 毕加爱惜, 不敢坐见, 如此多年。 前年某月某日晚间, 忽然风飘甚么物见下来, 倒于门手。 老汉望去, 只看见一道火光落地, 石将起来, 却是一张自止。 老汉经义, 料到多年宝夕自止, 今日见此光怪, 必有其处, 不敢泄毒, 将来粘在碧尖, 时常顶礼。 后来, 有个道人到此见了, 对老汉道, 此, 金刚经首页, 若是要念全经, 我当交辱, 遂守出一卷, 教老汉念诵一遍, 老汉随口念过, 心中豁然, 就把经中字一一认得。 以后日渐增加, 金颇能便利诸经了。 记得道人临别时, 指着此指道, 擅守此福, 必有后果, 老汉一发不敢怠慢, 每念诵时, 必先顶礼。 金两位一见, 共相经义, 必是晓得此指的来历了。 主持与变物同声道, 世间迷路, 忽见火光冲天, 随亮到此, 却只是灯火威名, 正在怪异。 方才见老张见教, 得此指时, 也见火光, 乃知是此指显灵, 朔当会合。 老张若肯见环, 功德更大了。 老者道, 飞尸等之物, 何云见环。 便悟道, 好教老丈得知, 此只非反比, 乃唐朝侍郎白香山首记也, 全经一卷, 再无寺中, 海内之名。 无事为此, 近日被一个狠官人拿去, 抢逼石药县, 挤丧性命, 没奈何只得献出。 还亏得前年某月某日, 一壶一钟御风, 飘去首夜, 那官人嫌他不全, 放得重还。 今日正奉归寺中公养, 岂之却遇着所失守夜在老丈处, 重得善礼。 前日若非此旨失去, 此经已落他人之手, 今日若非此旨重逢, 此经碎成不全之文。 一事一得, 不先不后, 两番火光, 岂非为陀遵天有灵, 嫌此护法手段出来吗? 老者自信不信地答应。 便悟走到船内, 集取经包上来, 皆与老者看, 乃是第二夜起的, 将来对着避间自罚指色, 果然一样无差。 老者叹意, 念佛不已, 将手去避间接下来, 合在上面, 长短阔辖无不相同。 一卷经完完全全了, 三人进阶欢喜。 老者吩咐致斋相款, 就留师徒两人同踏过夜。 诸诗四对便悟道, 起初我们恨柳太守, 如今想起来, 也是天意。 你失去守夜, 似终无一人之道, 珍藏道尽。 若非此一番跋涉, 也无从遇这原旨来完全了。 便悟道, 上天晓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 怕夺了拳卷去, 故先吹掉了一旨, 今拳卷重归, 仍旧还了此一旨, 实是天宫之巧, 此卷之灵。 向此老义是会中人, 所云道人, 安置不是白侍郎托话来的。 主持道, 有礼, 有礼。 是夜, 遥老者梦见为托尊天来对他道, 辱幼年作业深重, 愧得中年回首, 爱惜自止。 以命香山居士, 其辱天聪, 又加守护经文, 完成全卷, 因功更大, 罪也尽消。 来生在文字中受报, 福禄非凡, 今生且次严寿一记, 正果而终。 老者醒来, 明明记得。 此日, 对师徒二人道, 老汉爱护此旨经年, 今见全经, 无量欢喜。 虽将此旨奉还, 老汉不能忘情。 愿随老师父同行, 出钱请个表将, 到寺中重新装好, 使老汉斩颂几遍, 方为称怀。 师徒二人道, 难得谈乐如此信心, 实事美事, 便请同船同往避寺随喜一番。 老者吩咐了家里, 带了盘缠, 换小丝祖寿跟着, 又在城里接了一个高手的表将, 买了佐料, 一同到寺里来。 盘缓了几日, 等待将完功, 果然表得焕然一新, 便出趁前请了述众, 展念金刚经一昼夜, 与师徒珍重而别。 后来, 每年逢诞日或佛生日, 便到寺中瞻里白香山首祭一遍, 即行持念一日, 遂以为常。 年过八十, 到寺中沐浴作画而终, 寺中宝藏此卷, 闻说至今有存, 有诗为证, 一指非空大有缘, 反音失去的周全。 时来宝犀生多福, 故指何当浪气卷? 小子不敢明说四明, 只怕有第二个向柳太守的寻踪问祭, 又生出势头来。 再有一诗笑纳太守道, 仓府何之风雅园? 谈看古迹指阴前, 若交一卷都将去, 宁不冤他白乐天。 第二章小道人一招饶天下女妻同两局, 百年抗力是前缘, 天一巧周全。 试看人世, 琴与草树另有蝉蝉, 从来才一称其绝, 避自众女蝉。 文君琴司, 重击画手, 疲美双传。 一词记, 眼儿媚, 自古道, 物格有偶。 才自佳人, 天生匹配, 最是人世上的佳话。 看官且听小子说, 山东衍州府聚野县, 有个农方亭, 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时, 既在田祖先农。 工举社会巨隐的去处。 向来亭上有一匾额, 大叔三字在上, 相传是唐颜鲁公之笔, 诗句已久, 众人无感再写。 一日正值社会之期, 乡里父老乡商道, 此庭徒有其名, 不存其匾。 只因相是木匾, 所以损坏。 今若立一通石碑在庭中, 别请当今明笔, 写此三字在内, 可垂永久。 此时只有一个秀才, 姓王名为汉, 是近时王羲之一派子孙, 冠写言字, 书名大圣。 父老距离相求, 道其本意, 为汉欣然相从, 约定社会之日, 就来赴会, 即当举笔, 赴老龙使端正。 到了逝日, 和乡村男父儿童, 无不必赴, 同观社会。 你倒如何叫得社会? 樊一英吹一消打鼓, 踢球放弹, 勾拦傀儡。 五花为弄猪般戏剧, 进阶失成, 却向线来与神道观完的意思, 其实只是仁福仁星, 大家孝耍取乐而已。 所以王孙公子, 尽有邪酒、 邪忌特来观看的。 直带诸戏尽完, 赛神礼弼, 大众其散, 只留下主会几个父老, 厅中同分神福, 想其食余, 尽罪防休。 此事历年故事, 此日只为邀请王为汉秀才疏时, 特接着上厅行手谢天香在会上相陪饮酒, 不想王秀才别被朋友留住, 以时未知。 父老虽是设着酒席, 未敢自饮, 待待等待。 谢天香便问道, 礼事已毕, 为何持留不饮? 众父老道, 专等王秀才来。 谢天香道, 那个王秀才。 父老道, 便是有名会写字的王为汉秀才。 谢天香道, 我也久闻其名, 可惜不曾会面。 今日设酒却等他作甚。 父老道, 他许下在石碑上写农方亭三字, 今已嬷嬷停荡在此, 只等他来动笔罢然后饮酒。 谢天香道, 既是他还未来, 等我学写个耍耍和儒。 父老道, 大姐又能写染。 谢天香道, 不敢说能粗学涂抹而已。 请过大笔一用, 取一回笑话, 等王秀才来时, 抹去了再写不防。 父老道, 俺们那里有大笔, 凭着王秀才带来用的。 谢天香看见瓦和李莫农, 不觉动了挥洒之心, 却恨没有大笔应手。 心生一计, 伸手在秀中磨出一条软纱汗巾来, 将脚一团一簇的乳法, 拿到瓦和边沾了浓墨, 向石上一挥, 早写救了农方二字, 正带写听自己, 听得乱铃响, 一人指道, 误得不是王秀才来也。 谢天香就助手不写, 抬眼看时, 果然王秀才骑了高头骏马, 瞬息来到亭前, 从荣下马到亭中来。 众父老迎着, 以赐相见。 谢天香末后见礼, 王秀才看了谢天香容貌, 谢天香看了王秀才仪表, 两相起现, 字不必说。 王秀才看见, 碑上已有农方二大字, 墨上尾杆, 称赞道, 此二字笔是非凡, 有那样高手在此, 何待小声操笔, 却为何不写完了? 傅老道, 久等秀才不到, 此间谢大姐先是写一番看看, 刚写到两字, 恰好秀才来了, 所以助手。 谢天香道, 妾身不揣, 贤在此间作耍取笑, 有无秀才遵目。 王秀才道, 此书严谷柳金, 无一笔不合法, 不可在意, 就请写完罢了。 傅老不肯道, 专养秀才大名, 是必要凡妙笔一番。 谢天香也谦逊道, 见妾偶尔细耍, 岂可当真。 王秀才道, 若要抹去二字, 真是可惜。 倘若小声写来, 未必有如此妙诀, 悔之何极? 恐怕难为父老美胜心推许, 可小声续成罢了。 只问世间大姐所用何笔, 就请借用一用, 若令换一管, 风端不同了。 谢天香道, 世间无比, 乃见妾用汉金脚站墨写的。 王秀才道, 也好, 也好, 就借来试一试。 谢天香把汉金帝与王秀才, 王秀才揭在手中, 向瓦河中一站, 写个亭字续上去。 看来, 笔法眼如一手写成, 毫无二样。 父老内中, 也有斯文在行的, 大家赞赏道, 怎地两人写来, 恰似出于一手。 真是才子佳人, 可称双绝。 王秀才与谢天香聚个心里喜欢, 两下留意。 父老一面就命乐识将, 把三字刻将起来, 一面就请王秀才做了首席, 谢天香陪坐, 大家尽欢吃酒。 席间, 王秀才与谢天香讲论字法, 两人多是青春美貌, 自然投机。 父老每多是有年纪, 历过多少事体过的, 有什么不解一处。 见两人情投意合, 就窜多两下成其夫妇, 后来竟写老终身。 这是两个会写字的, 成了一对的话。 看来, 天下有一种绝技, 必有一个同生同气的, 在那里凑的, 在夫妻里而更为稀罕。 自古书画秦奇, 为之文房似义。 只这亡, 谢两人, 便是书家一对夫妻了。 若论画家, 只有原石魏国公赵子昂 与夫人管事重机两个多会画。 至今, 胡州天圣禅寺东西两臂, 每人各画一臂, 一边山水, 一边竹石, 病垂不朽。 若论秦家, 是那司马相儒与卓文君, 只为秦心相通, 林穷夜奔, 这是人人晓得的, 小子不必再来敷衍。 如今说, 一个棋家在棋盘上赢了一个妻子, 千里姻缘, 天生一对, 也是一段稀奇的故事, 说与看官美听一听。 有诗为证, 世上输赢一局棋, 谁之局内有夫妻? 泼翁荡日曾遗语, 圣故欣然败一矣。 话说为其一种, 乃是先天合图之术, 三百六十一着, 合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黑白分阴阳已向两移, 立四角已暗四向。 其中有千变万化, 神鬼莫测之机。 仙家美美好此, 所以有王志浪科之说, 相传是地遥所致, 以交起子丹珠。 此意荒唐之谈, 难道唐语以前连神仙也不下棋? 况且, 这家记忆不是寻常交得会的。 若是天性相近, 一下手晓得走道便有非常先着, 折出来一日高四一日, 直到绝顶方休。 也有品格所限, 只差得一子两子地步, 再上进不得了。 至于本之下列, 就是奢哲的国手师傅, 只教他秘密几多年, 只道的自家本等, 高也高不多心。 真所谓其力酒量, 恰像个前生分定, 非人力所能增减也。 宋时, 蔡州大旅村有个村童, 姓周明国能, 从又变好下棋。 父母送他在村学堂读书, 得空就与同伴美画个牌, 拾取两色砖瓦块坐姿赌上。 初学堂来, 见村中老人家每动手下棋, 急袖着手而站在旁边, 呆呆地撕看。 或是看到闹处, 不觉心痒, 口里露出着, 把来指手画脚叫人, 定是寻常想不到的妙着, 自此日这日高, 是村中有名会下棋的高手, 先前曾饶过国能棋子的, 后来多反受国能饶了, 还下不得两平。 便村走将来, 并无一个对手。 此时, 年才十五六岁, 其名已住一乡。 乡人见国能小小年纪手段高的突兀, 近传他在填判时早, 遇着两个道士搭扮地 在草地上对坐安平下棋, 他在旁边用着观看, 道徒去着笑道, 此此一好其乎, 可交以人间常事, 遂就凭上只是他攻守沙夺, 就应防具之法, 也是他天元所道, 说来就解, 领略不忘。 道是说, 自此可无敌于天下矣, 笑别而去, 此后果然下出来的窘出人上, 必定所欲是仙长, 得了仙爵过来的。 有的说是这小伙子调猴, 无过是他天性尽这一家, 又且担在里头, 所以转造转高, 极穷了秘妙, 却又转出见神见鬼的天话, 哄着愚人。 这也是墙口人不肯信服的常态, 总来不必变其有无, 却是其高无敌, 是个时的了。 因为齐鸣即出, 又兼年小西汉, 便有官员是夫。 王孙公子与他往来, 又有那部福气干舌本的小二哥与他赌赛, 十两五两叔与他的。 国能渐渐手头饶狱, 礼度熟闹, 性格高傲, 变尽了村童气质, 弄作个斯文模样。 父母见他年长, 要替他娶妻, 国能就心里妄头大了, 对父母说道, 我家门户低微, 木下娶得妻来不过是农家之女, 村庄漏制, 不是我的对头。 而既有此决议, 便当写此, 处游江湖间, 料不须带着盘废走。 或者布居那里天有缘在, 等待依心相义, 寻个对的我来的好女儿为妻, 放了平生之愿。 父母见他说的话大, 便就住了手。 过不多几日, 只见国能另换了一身衣服, 来别了父母出游。 父母一眼看去, 险些不认的了。 你到他怎生打扮? 头戴包巾, 脚灯方缕, 身上穿浅的深圆的蓝服, 腰间细衣坠两股的黄涛。 若非葛至川试炼药的单身, 同便是董双成同思凡的道理。 说该国能葛中野福, 扮作了道同模样, 父母吃了一惊, 问道, 而如此打扮, 意欲何为? 国能笑道, 而欲从此云游四方, 便寻一个好妻子来做一对儿。 父母道, 这是你的志气, 也难足你。 只是得手便回, 莫贪了别处欢乐, 忘了故乡。 国能道, 这个怎敢? 是日是个黄道吉日, 拜别了父母, 即使登城, 从此自称小道人。 一路行去, 晓得便梁是帝王之都, 定多名手, 先向汴京进发。 道的精中, 但是对局, 无有不输于小道人的齐鸣大振。 往来多是朝中贵人, 东家也来接, 西家也来迎, 或是行教, 或是赌胜, 好不热闹过日。 却并不见一个对手, 也无可疑的女家人撞着眼里的。 混过了多时, 自想姻缘未必在此, 遂离了京师, 又到太原, 真定等处游荡。 一路行起, 眼见得无出其右, 愤然道, 无闻燕山乃辽国郎主在比称帝, 雄历过于汴京, 此中必有高人国首天下无敌的在内, 今我在中国继称绝技, 撂然到那里, 不到的疏语人了, 何不枉彼一游, 寻个出头的国首, 较一较高低, 也与中国吐一吐气, 赴他一个远乡异欲的高明, 传之不朽。 况且自古道艳, 赵多家人, 或者借此技艺, 在王公贵人家里出入, 图得一个好配头, 也不见得。 遂决意往北路进发, 风孙水朽, 夜驻小行, 不多几日, 已到了燕山地面。 且说燕山行圣, 左环沧海, 右拥太行, 北枕居庸, 南京和祭, 相称天府之国, 赞为遗主所都。 此时, 燕山正是耶律部落称尊之所, 宋师乎之为北朝, 向羽为兄弟之国。 盖自时尽以来, 已燕, 云一是六周, 让与彼国了, 从此坚染中原教化, 百有余年。 所以, 遗笛名号向来只是蝉鱼, 可汗, 赞浦, 狼竹等类, 道德辽人, 一般称帝称宗, 以致官员殖民大半与中国相参, 衣冠文物, 百宫记忆, 竟与中华无二。 辽国最好的是一企, 若有低等高旗, 称为国首, 便要潜进到南朝请人鄙视。 曾有一个王子最高, 进到南朝, 这边祈愿戴照顾思让, 也是第一手, 假称第三手, 与他对局, 以一这结两争, 至今祈谱中传下震神头饰。 王子赢不得顾戴照, 问通事说是第三手。 王子愿见第一, 这边回他道, 赢得第三, 方见第二, 赢得第二, 方见第一。 金济赢不得第三, 尚不得见第二, 怎能够见得第一。 王子只道是真, 叹口气道, 我北朝第一手, 赢不得南朝第三手, 再下棋合肝, 摔碎齐平, 服输而去。 却不知被中国人瞒过了, 此是以往的话。 只说那时辽国为其第一城国首的乃是一个女子, 名为妙官, 有亲王宝举, 受过朝廷册封为女其童, 设个其次, 教授门徒。 你道如何教授? 盖为其三十二法, 皆有定名, 有冲, 有干, 有戳, 有月, 有飞, 有关, 有闸, 有瞻, 有顶, 有尖, 有锯, 有门, 有打, 有断, 有形, 有力, 有那, 有点, 有锯, 有敲, 有血, 有杂, 有血, 有刺, 有乐, 有扑, 有争, 有结, 有齿, 有杀, 有松, 有盘, 妙观以此等法传授于人, 多有王侯府中宋江男女来学起, 以及大家小呼少年好戏欲学此道的, 进来拜他门下, 不计其数, 多呼妙观为师。 妙观亦以师道自尊, 装模作样, 锦子矜持, 言笑不苟, 也要等待对手, 等闲未肯嫁人。 却是齐声传播, 目他财色地烟干了闲拓, 只是不能胜他, 也没人敢齐齿求配。 空传下个美名, 授下许多门徒, 晚间师父娘只是毒素而已, 有一首词单道着妙观好处, 立志本来无偶, 神机早已通悬, 瓶中举国莫争仙, 女将驰名善战, 御守无残国守, 秋波和唤秋仙, 高居师席把齐传, 十座门声也炫, 又辞济, 西已将一月。 话说国能自称小道人, 游到燕山, 在饭店中歇下, 以至庙观是国守的画, 留心探访。 只见来到寺前, 果然一个少年美貌的女子, 在那里点指画脚, 叫人下十一起。 小道人见了, 先已飞去了三魂, 走掉了七魄, 恨不得双手抱住了她, 做一点两点的事。 心里道, 且未可陆基, 看她招法如何。 呆呆地袖着手, 在旁冷眼撕去。 见她招法, 还有不到之处, 小道人也不说破。 一连几日, 有些耐不得了, 不觉口中聂儒, 逗露出一两着来。 妙观出于不义, 见指点出来的多是神着, 抬眼看时, 却是一个小伙, 又是到家中办的, 情之有些诧异, 心里一道, 那里来此异样的人。 忍着只做不惨, 只是大肆赐交徒弟们对局。 妙观偶然指点一招, 小道人呼嚷必争道, 此依着未是胜者, 至第几路必然受亏。 果然下道其间, 一如小道人所说, 妙观心惊道, 其在此同, 不知自何处而来。 若再使他在此观看, 行出我的短处, 在为人师, 却不受人笑话。 大声喝道, 此戏交其之所, 是和弦人乱辱私混, 便叫两个徒弟, 把小道人赶了出来, 不容观看。 小道人冷笑道, 自家其低, 反要怪人指教, 看你躲得过我吗? 反了手躲了出来, 私下想道, 好个美貌女子, 其虽非我比, 女人中有此也不易得。 只在这几个黑白子上 定要赚他到手, 躺不如意, 是不还乡。 走到对门, 问个老者道, 此间殿房可令与人否? 老者道, 令来何用? 小道人庄因来看齐, 抑郁令个房住着, 早晚偷学他俩着。 老者道, 好好, 对门女其实是我国中第一手, 说到天下无敌的。 小师傅小小年纪, 要在江湖上云游, 正该学他些招法。 老汉无儿女, 只有个老娘缝任度日, 也与女其实往来的好。 此门面房空着, 专一与远来看齐的人闲坐, 趁几门查钱的。 小师傅要练, 就打肠练了也好。 小道人就在秀里磨出包来, 捡一块大些的银子, 与他做了订钱, 抽身到饭店中, 搬取行囊, 到这对门店中安下。 铺设已定, 建店中有建成恶旧的木牌在那里, 他就与店主人说, 要借来写个招牌。 老者道, 要招牌何用? 莫非有别样高束佛? 小道人道, 也要在此交交下棋, 与对门骑士赛一赛。 老者道, 要招牌何用? 莫非有别样高束佛? 小道人道, 也要在此交交下棋, 与对门骑士赛一赛。 老者庄不当人子, 那里还讨个对手吗? 小道人道, 你不要管, 只借我牌便是。 老者道, 牌子空着, 但凭取用, 只不要惹出事来, 做了话吧。 小道人道, 不妨, 不妨, 就取出文房四宝来, 磨得莫浓, 占得笔宝, 挥出一张牌来, 竖在店面门口。 只因此牌一出, 有分工绝技家人, 望平儿纳款, 远来游客出手已成婚, 你到牌上写的是圣话来, 他写道, 汝南小道人手谈, 凤饶天下最高手一仙。 老者看见了, 道, 天下最高手, 你还要饶他仙力。 好大话, 好大话, 只怕见我女骑师不得。 小道人道, 正要饶得你女骑师才为高手。 老者私信不信, 走进里面去, 把这些话告诉老摩。 老摩道, 远方来的人赶开大口, 或者有些手段也不见得。 老者道, 点点年纪, 那里便有什么手段? 老摩道, 有志不在年高, 我们女骑师又是今年纪的吗? 老者道, 我们下着这样一个人与对门作敌, 也是一场笑话。 且看他做出辩见, 不说他老口两下激怒, 且说这边立出牌来, 早已有人报与妙观得知。 妙观见说写的是饶天下最高手, 明是与他放对的了。 秦之士昨日看齐的小伙, 心中好生愤愤不平, 想到, 我在此善明已久, 那里来这个小冤家来寻我们的错处。 发个狠, 要求与他决个胜负, 又转一个念头道, 他昨日看齐时, 偶然指点的招数多在我一想之外。 假若与他决一局, 幸而我胜, 劈迫他招牌, 赶他走路不难, 万一输与他了, 此名一出, 那里还显得有我。 此事不可造次, 须着一个先探一探消息, 再做计较。 庙观有个弟子张生, 是他门下最得意的高手, 也是除了师父, 在无敌手的。 庙观唤他来, 说道, 对门汝南小道人口说大话, 未补手段虚实。 我欲语绝书赢, 未可造次, 聚乳力量, 已与我争不多心了, 如可先往一世, 看乳于比优烈, 便可以定比欺品。 张生领命而出, 走到小道人殿中, 酒瓶求教。 张生让小道人试刻, 小道人道, 小牌补有言在前, 折磨是童子, 也要饶他一仙, 绝不自家下起。 若疏语足下时, 受让未迟, 张生只得战先下了。 张生穷思极想, 方才下得依着, 小道人指, 随手应去, 不道德玩局, 张生已败。 张生拱手扶书道, 刻意果高, 非某敌手, 增饶一子, 方可再请教。 果然摆下二子, 然后请小道人对下。 张生又输了一盘, 张生心浮道, 还饶不住, 再增一子。 增至三子, 然后张生觉得松歇, 恰恰下个两平。 看官听说, 凡其有敌手, 有饶仙, 有仙良。 受饶三子, 绝品中中, 未能通忧, 可称用智。 受得国首三子饶的, 也算是高强了。 只为张生, 也是庙贯门下, 出色弟子, 故此还正得来, 若是别一个, 须动手不得, 看来只是小道人高得紧了。 小道人三局后对张生道, 足下知其也算高强, 可见上国一般矣。 不知可有, 看与小道对敌的, 请出一个来, 小道请愿领教。 张生晓得此言, 是诺他师父出马, 不敢应答, 作别而去。 来到庙关跟前密告道, 此小道人记忆甚高, 怕吴师也要让他一步。 庙关咬手, 借他不可说破, 惹人耻笑。 自此之后, 庙关不敢公然开死交集。 旁人见了标牌, 以字惊骇, 又见庙关收敛起来, 那张生受饶三子之说, 渐渐有人船将开去, 正不知这小道人 与庙关果是高下如何。 自有这些好事的人 三三两两议论, 有的道, 我们其实不予叫胜负, 想是不放他在眼里的了。 有的道, 他排上名说, 饶天下最高手一先, 我们其实难道忍得这话起, 不予争雄。 毕是个有些本领的, 其实不敢造此出头。 有的道, 我们其实现是本国第一手, 并无一个男人赢得他的, 难道别处来这个小小道人, 变嫩得高强不成? 是必等他两个对一对局, 定个输赢来我们看一看, 也是着实有趣的事。 又一个道, 妙是妙, 他们岂肯轻放对? 是必众人出些利物与他们赌胜, 才弄得成。 内中有个一壶一大郎道, 妙。 六, 我情愿住钱五十千。 知公子道, 你出五十千, 难道我又少得不成? 也是五十千。 其余的, 也有认出十千, 五千的, 一事凑来, 有了二百千之数。 众人, 就推一壶一大郎, 做个收掌之人, 连出钱来多支付与他, 就等他约期对局, 临时看输赢对付发利物, 名为宝局, 此也是赌胜的旧规。 其实众人议论已定, 一壶一大郎等利物齐了, 便去两边约日鄙视手段。 果然两边多应允了, 约在第三日五十, 在大象国四方帐内对局。 众人散去, 到妻再会。 女妻同妙官得了此信, 虽然应允, 心下有些虚切, 道, 利物是小事, 不正与他赌胜, 一下子输了, 网送了日前之名。 此子远来做客, 必然好力, 不如私下买主他, 求他让我先, 我明收了利物, 暗地加天蝎于他, 他料无不肯的。 怎的个人来与我通此信息便好, 又怕弟子们见笑, 不好商量的。 思量对门店主老么, 常来此风衣补偿的, 小道人正下在他家, 何不秧他来做个引头说和, 这话也好。 算既定了, 须递着个女使招他来说话。 老么听的, 便三脚两步走过对门来, 见了妙官, 道, 其实娘子, 有何吩咐? 妙官指引他到自己卧房里头坐下了。 妙官开口道, 有件事要与嬷嬷商量则个。 老么道, 何事? 妙官道, 汝南小道人正在嬷嬷家里吓着, 一奴亦有句话要嬷嬷说与他。 嬷嬷, 好说的吗? 老么道, 他自视其高, 正好来与娘子放对。 我见老儿说道, 众人出了力物, 约看后日对局, 娘子却又要与他说什么话。 妙官道, 正为对局的事要与嬷嬷商量。 一奴一在此行教已久, 那个王侯府中不换一奴一是其师。 寻遍异国没有一奴一的对手, 眼见的手下受着许多徒弟礼。 今远来的小道人却说饶尽天下的大话, 一奴一曾叫最高手的弟子张生, 却是他两局, 回来说他手段颇高。 众人要看我没两下本事, 约定后日放对, 万一输与他了, 一则丧了本朝体面, 二则试了日前名声, 不是耍处。 一欲央嬷嬷私下与他说说, 做个人情, 让我歇个。 嬷嬷道, 娘子只是放出日前的本事来迎他方好, 怎么舍了志气反去求他? 况且, 见赌看力物里, 他如何肯让? 妙观道, 力物是小事, 他若肯让一奴一赢了, 一奴一一毫不娶, 私下仍旧还他。 嬷嬷道, 他赢了你棋, 力物怕不是他的, 又讨个大家, 贺生才不好。 却明书于你了, 私下受这些说不想的钱, 他也不肯。 廖官道, 一奴一在于力物之外, 私下赠他五十千。 他与一奴一无仇, 且又不是本国人, 声明不关什么干系。 得了若干力物, 又得了一奴一, 这些私赠, 也勾了他了。 只要摩摩提一奴一致意于他, 说一奴一以甘福, 不必在人前迎一奴一, 出一奴一之丑便是。 摩摩道, 说便去说, 肯不肯只平得他。 廖官道, 权杖摩摩说得好些, 肯是一奴一字另谢摩摩。 老摩道, 对门对户, 日前相处面上, 什么大事说起谢来。 嬉嬉地笑了出去。 走到家里, 见了小道人, 把妙官邀趣地说话 一时一五对他说了。 小道人见说罢, 便满肚子痒起来, 道, 好。 好, 天送的老婆来与我了。 回言道, 小子虽然年幼远游, 靠着些小技艺, 不道德少了用度, 那钱财颇不稀罕, 只是屡底甭单。 小娘子若要我相让时, 须依得我一件事, 无不从命。 老摩道, 可要怎生。 小道人洗着脸道, 妈妈是会事的, 定要说出来。 老妈道, 说得明白, 咱好去说。 小道人道, 日里人面前对局, 我便让让他, 晚间要他来被窝里对局, 他须让让我。 老摩道, 不当人子。 后生家讨便宜的话莫说。 小道人道, 不是讨便宜。 小子原非贪财博而来, 所以住此许久, 专目女其诗之颜色尔。 摩摩为我多多质疑, 若肯克我半想之欢, 小子甘心诈书, 一文不取, 若不见许, 便当尽着本事对局, 不敢客请。 老摩道, 严重, 严重, 老身怎好出口。 小道人道, 你是副道家, 对女人讲话, 有甚害羞。 这是他猴急之事, 便依我说了, 料不怪你。 说吧, 便深深一诺道, 事成令显没人。 老摩笑道, 小小年纪, 道好老脸皮。 说便去说, 万一讨得骂时, 需要你赔礼。 小道人道, 包你不骂的。 老摩只得又走, 将过对门去。 尿关正在心下虚切, 转望回音。 见了老摩, 脸上堆下笑扬道, 有樊嬷嬷遵布, 所说的是可听依吗? 老摩道, 老身磨了半截舌头, 依道也依的, 只要娘子也依他一件事。 妙关道, 折磨是什么事? 且说将来, 依奴依依他使了。 老摩道, 若是娘子肯依, 倒也不费本钱。 妙关道, 果是什么事? 老摩执这件事, 一时致意, 难时致难。 娘子恕老身不知进退的罪, 放好开口。 妙关道, 亦奴亦有事相殃, 嬷嬷尽着有话便说, 岂敢有闲。 老摩又假意推让了一回, 方才戴笑说道, 小道人之身在此, 所目娘子才色坚全, 她阴沟洞里, 想添鹅肉吃里。 妙关通红了脸, 半想不语。 老摩道, 娘子不必见怪, 这个原是她妄想, 不是老身撰造出来的话, 娘子怎生算计, 回她便了。 妙关道, 我启出原说, 立物之外再赠五十千, 也不为清仙, 只可如此求她了。 肯让不肯让, 好歹回我便了, 怎乎说道这个所在。 羞人答答的, 老摩道, 老身也把娘子的话一一说了。 他说道, 原不惜喊钱财, 只要娘子云此一事, 甘心相让, 立物可以分文不取。 叫老身就没法回她了, 所以只得来与娘子直说。 老身也晓得不该说的, 却是既要她相让, 她有话, 不敢隐瞒。 妙关道, 嬷嬷, 她分明把此话挟制着我, 我也不好回得。 嬷嬷道, 若不回她, 她对局之时, 绝不容情。 娘子也要自家算计。 妙关见说道对局, 肚子里又怯僵起来, 想着说道这话, 又有些气不愤, 思量道, 颇奈这没廉耻的小弟子孩。 我姐将计就计, 哄她则个。 对老娘道, 此话修人, 不好直说。 嬷嬷见她, 只含糊说道, 若肯相让, 自然敢得非浅, 必当重抱就是了。 嬷嬷得了此言, 想道, 如此说话, 便已是应成的了。 我且在里头撮合了她两口, 必有好处道我。 千欢万喜, 就转身到殿中来, 把前言回了小道人。 小道人少年心性, 见说有些口风, 便一一团一高兴, 披风骚扬起来, 道, 虽然如此, 传言颂语不足为凭, 直待当面相见亲口许下了, 方无反悔。 老母只得又去与妙官说了。 妙官有心求她, 无言可辞, 只得约她黄昏时候, 登前一一为定。 是晚, 老母领了小道人静到官司中客座里坐了。 妙官出来相见, 拜罢, 小道人开口道, 小子云游到此, 见得小娘子方客, 十分侥幸。 妙官道, 一奴一家, 偶以小义善民国中, 不想遇着高手下林。 一奴一家本不敢相敌, 争耐众心欲教胜负, 不得不再班门弄斧。 所有奉求心事, 以托店主嬷嬷说过, 万望包容则各。 小道人道, 小娘子吩咐, 小子岂敢有为。 只是小子仰慕小娘子已久, 所以在对玉妻池, 不人舍去。 金客馆孤单, 若蒙小娘子有见怜之心, 对局之时, 小子岂敢不揣自成。 定当周全娘子美名。 妙官道, 若得周全, 自当报得, 绝不有负足下。 小道人笑容满面, 作意而泄道, 多敢娘子美情, 小子谨记不忘。 妙官道, 多猛相许, 一言已定。 夜晚之间, 不敢亲送, 由樊店主嬷嬷伴送过去罢。 叫丫鬟另点个灯, 转进房里来了。 小道人自同老摩到了殿里, 自想, 世间亲口应成, 这是探囊取物, 不在话下的了, 只等对局后, 图成好事不提。 到了第三日, 一壶一大郎, 早来两边邀请对局, 两人多应远了。 各自打扮停荡, 到向国四方仗里来。 一壶一大郎同志公子, 早把礼物摆在上面张桌上, 中间张桌, 放着一个白铜香边的香菲竹琪瓶, 两个子弹筒, 助看黑白两般云南摇旗子。 两张以东西对面放着, 请两位骑师坐着一交一手, 看的人只在两横长凳上坐。 妙官让小道人是客, 做了东手, 用着白旗。 妙官请小道人先下子, 小道人道, 小子有言在前, 这一着先要饶天下最高手, 绝不先下的。 直待赢得过这局, 小子才站起。 妙官只得拱一拱道, 树有罪, 应该低者先下了。 果然妙官守起一子, 小道人随手而应。 正是, 花下手闲敲, 出秋平, 两下文。 争先不摆状圈套, 单敲遮着, 双官纳着, 生痴私入风云桥。 孝山瞧, 从一跤一颗烂, 谁识这根苗? 又掉, 黄英儿。 小道人虽然与妙官下棋, 一眼偷去着她容貌, 心内十分动火, 想着她有言相许, 有意让她一分, 不尽情攻杀, 只下得个两瓶。 算来, 白子一百八十着, 小道人认输了半子。 这一番, 却是小道人先下起了, 少事玩局。 她两人手下明白, 已知是妙官输了。 旁边看得嚷道, 果然是两个敌手, 你先我输, 我先你说, 大家各得一局。 而今只看这一局, 已定输赢。 妙官见第二番这局觉得, 力量提鹏拽, 心里有些着忙。 下第三局时, 频频以目送情, 小道人会议, 仍旧东之西武, 让他过去。 林了收拾了官着, 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 大家齐声喝彩道, 还是本国骑士高强, 赢了两局也。 小道人只不择声, 带带看看妙官。 一狐一大郎便对小道人道, 只差半子, 却算是小师傅输了。 小师傅莫怪, 茫茫收起了力武, 一同众人哄了女骑士妙官到寺中, 将力武之父各自散去。 小道人自和一二个相识, 伪着众人闲话而归。 有的问他道, 那里不争出了这半子, 却算作输了一局, 试了这些利物。 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 众人恐怕小道人没去, 多把话来安慰他, 小道人全然不以为意。 到了殿中, 看得送得, 多以散去。 殿中老摩便出来问道, 今日赌胜的事却怎么了? 小道人道, 应成过了说话, 还舍得放本是赢他。 让他一局过去, 帮衬他在众人面前声光彩, 只好是这样凑去了。 老摩笑道, 这等却好。 他不忘你的美情, 必有好处到你, 带气老身也兴投泽个。 小道人口里与老摩说话, 一心想着佳音, 一眼对着对门, 盼望动静。 此时天色将晚, 小道人恨不得一煞时黑下来。 直到点灯时候, 只见对面四里扑的, 把门关上了。 小道人着了急, 对老摩道, 默不这小妮子负了信。 有樊摩摩往笔触探一探消息。 老摩道, 不必心慌, 他要瞒生人眼里。 再等一会, 待人静后没消息, 老身去敲开门来 问他就是。 小道人道, 全帐摩摩做成好事。 正说之间, 只听得对过门还当的一赏, 走出一个丫鬟来, 静望店里走近。 小道人犹如接着一纸九重恩赦, 心里好不侥幸, 只听他说什么好话出来。 丫鬟向摩摩道了万福, 说道, 时常骑士小娘子多多质疑嬷嬷嬷, 请嬷嬷过来说话择个。 老摩就此同行, 起身便走。 小道人赶着父耳道, 嬷嬷一惊一戏着。 老摩道, 不劳吩咐, 带着笑脸, 铜鸭环去了。 小道人就像热地上游言, 好生打嗷不过, 进甲不定。 正是, 眼盼皆惊奇, 耳听好消息。 卓得遂心怀, 怨比观音力。 却说老摩随了丫鬟走过对门, 进了寺中, 只见妙观早已在灯下笑脸相迎, 只请至卧房中坐地, 开口谢道, 多成嬷嬷周全之力, 日间对局, 侥幸不失体面。 今要酬谢小道人相让之德, 原有言在先地特请嬷嬷过来, 支付礼物并谢礼于他。 老摩道, 娘子花朵般厚生, 嫩得会忘事。 小道人原说不惜喊财物的, 如何又说礼物谢礼的话? 料观假意诗经道, 除了礼物谢礼, 还有什么? 老摩道, 前日说过的, 他一心想慕娘子, 诸武不爱, 只求原成好事, 娘子当面许下了她。 方才叮嘱了又叮嘱, 在家盼望, 真似可龙丝水里。 娘子如何把话说远了? 妙观便起脸来道, 修得如此胡说。 一奴一世清清白白之人, 从来没半点邪处, 所以受得朝廷册封, 王清贵欺公养, 若多门生弟子尊奉。 那里来的野种, 敢说此等乌言。 叫他快些吸了妄想, 收此礼物及谢礼过去, 便宜他多了。 说吧, 就指点丫鬟将日间收来的二百罐文利物一盘托出, 又是小霞一个放着五十罐的谢礼, 支付于老摩道, 有樊摩摩将去支付明白。 分外又是三两一小风, 送于老摩做辛苦钱。 说道, 有劳摩摩两下周全, 些小微物, 物贤清闲则各。 那老摩是个经济人家严孔小的人, 见了弱多东西, 心里先自软了, 又加自己有些油水, 想到许多利物又添上谢礼, 真个不畏少了。 那个小伙儿也该心满意足, 难道只吃心要哪化不成? 且等我回他去看。 便对妙观道, 多猛娘子赏赐, 老身只得且把东西与他再处。 只怕他要说娘子失了信, 老身如何回他。 妙观道, 一奴一家何曾施什么信? 远只说自当重爆, 而今也好到不清了。 随患两个丫鬟捧着这些钱物, 跟了老摩送在对门去。 吩咐, 放下便来, 不要停留。 两个丫鬟领命, 同老摩三人共拿了礼物, 静往对门来。 果然丫鬟放下了物件, 转身便走。 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际, 只见老摩在前, 丫鬟在后, 一起进门, 料到必有好事到手。 不想放下手中东西, 灯石去了, 正不知是什么意思, 忙问老摩道, 怎地说了? 老摩指着桌上物件道, 谢礼已多在此了, 收明便是, 何必再问? 小道人道, 那个稀罕谢礼, 人说的话要紧, 老摩道, 要紧, 要紧, 你要紧, 他不要紧, 叫老娘怎储, 小道人道, 说过的话怎好赖的? 老摩道, 他说道远只说自当重爆, 并不曾应承慎的来, 叫我也不好替你讨的嘴。 小道人道, 如此混赖, 是白白哄我让他了。 老摩道, 见放这许多东西, 白也不算白了。 只是那话, 且消停消停, 抹干了嘴边这些顽弦, 再做计较。 小道人道, 摩摩修如此说, 前日是与小子去面讲的话, 今日他要赖僵起来。 摩摩再去说一说, 只等小子今夜见他一见, 看他当面前怎生悔的。 老摩道, 方才为你磨了好一会牙, 他只推着谢礼, 并无鞋子口风。 而今去说也没干, 他怎肯再见你。 小道人道, 前日如何去一说, 就肯相见。 老摩道, 须知前日是求你的时节, 做不得难。 金事体已过, 自然不同了。 小道人叹口气道, 可见人情如此。 我枉为男子, 反被这小妮子所转, 毕竟在此手他个破绽出来, 出这口气。 老摩道, 且收拾起了利物, 慢慢再看机会商量。 当下小道人把钱物并叠过了, 闷闷过了一夜。 有失为证。 亲口应成总是封, 两家黑白未和同。 当时未见一招错, 今日满盘还是空。 一连几日, 没一些动静。 一日, 小道人在殿中闲坐, 只见街上一个翻汗, 牵着一匹高头骏马, 一个鱼猴骑着, 到了门前。 鱼猴跳下马来, 对小道人声惹装喊插王府中, 请师父下棋, 背马到门, 快请棋坐了就去。 小道人应允, 上了马, 鱼猴步行随着。 瞬息之间, 已到王府门守, 小道人下了马, 随着鱼猴进去, 只见诸王贵人正在堂上饮宴。 见了小道人, 进阶起身道, 我被酒憨, 正厮守谈几局, 特来奉请, 今的到来, 恰好。 急命当值得多过其桌来。 诸王之中, 现有两个下了两局, 赌了几大公酒, 就推过高手与小道人对局, 以后轮换请教。 也有饶六七子的, 也有饶四五子的, 最少的也饶三子两子, 并无一个对下的。 诸王你争我攘, 各出意见, 要成手段, 怎当的小道人随手应去, 尽是神迹莫测。 诸王进阶探服, 把酒称庆, 因问道, 小师父齐品, 与吴国齐师妙观果, 是那个为高。 小道人想着妙观失信之事, 心里有些怀陷, 不肯替他隐瞒, 便装此女其本下列, 枉得其名, 不足为道。 诸王道, 前日闻得你两人鄙视, 是妙观影了, 今日何反如此说? 想必死的后生, 就是他这儿留歌不孝说的。 谁想此女如此妙丽, 在此另许了人家, 可又断了。 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 却又在此相遇, 有如此凑巧之事。 或者倒是我的姻缘, 也未可知。 以心问心, 跌足道, 一二十年的时, 三四千里的路, 有甚查账处, 只需如此如此。 算计已定, 对妙通道, 条才所严白老儒人, 多少年纪了? 妙通道, 有四十多岁了。 汉林道, 他京中亲兄可是白大, 执儿子可叫做刘歌。 妙通道, 正是, 正是。 相公如何晓得? 汉林道, 那儒人正是家姑, 小生就是白刘歌, 是儒人的子。 妙通道, 相公好取笑。 相公自姓权, 如何姓白? 汉林道, 小生又年离了京师, 在江湖上游学。 一来慕南方风景, 二来专为寻取这头亲卷, 所以移民改姓游到此地。 今偶然见师傅说着端的, 也是一元一会, 天使其然。 不然, 小生怎的晓得他家姓名? 妙通道, 原来有这等巧事。 相公, 你明日去认了令姑, 小妮再来奉合遍了。 汉林当下别了老妮, 道敬事中游丝妄想, 过了一夜。 天明起来, 教管家全忠, 叮嘱停荡地说话。 结束整齐, 一直问到徐家来。 到了门首, 看见门上一个老儿在那里闲坐, 汉林叫全忠对他说, 可进去通报一声, 有个白大官打从京中出来的。 老儿说道, 我家老主人没了, 小片又小。 你要见那个的。 汉林道, 你家老儒人, 可是京中人姓白吗? 老儿道, 正是姓白。 全忠道, 我主人是白大官, 正是儒人的侄儿。 老儿道, 这等, 你随我进去通报便是。 老儿领了全忠, 静到儒人面前。 全忠是贯世的人, 磕了一头, 道, 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来, 已在门首了。 白儒人道, 可是刘哥。 全忠道, 这是主人汝名。 儒人喜动颜色, 道, 如此喜事。 急忙换自家儿子道, 高儿, 你哥哥到了, 快去接了进来。 那小孩子嬉嬉颠颠, 摇摇摆摆出来, 接了汉林进去。 汉林绵绵甜甜, 冒冒失失进去, 见那儒人起来, 汉林叫了姑娘一声, 唱了一诺, 待拜下去。 儒人一把扯住道, 行路辛苦, 不必大礼。 儒人含着眼泪看纳汉林, 只见眉清目秀, 一表非凡, 不胜之喜。 说道, 想老身出京之时, 你只有两岁, 如今长成的这般好了。 你父亲如今还贱吗? 汉林假意眼泪道, 气势久矣。 直指为眼底没个亲人, 见父亲在识层说, 有个姑娘架在下路, 所以小侄到南方来游学, 专誉寻访。 昨日偶见岳波安妙通师傅说起端的, 方之姑娘在此, 特来拜见。 儒人道, 如何牲口不向北边? 汉林道, 小侄在江湖上已久, 爱学难言, 所以便却相应也。 汉林叫全中送上礼物。 儒人欢喜收了, 谢道, 至亲骨肉只来相会便是, 何必多礼? 汉林道, 客途乏务孝敬姑娘, 不必说起, 且喜姑娘康健。 昨日见妙通说过, 一只姑父不在了, 世间该位是表弟, 还有一姨表妹与小侄同庚的, 在吗? 儒人道, 你姑父在时已许了人家, 姻缘不偶, 未过门就断了, 而今还是个没吃茶的女儿。 汉林道, 也要请相见。 儒人道, 昨日去烧香, 赶了些风寒, 今日还没起来梳洗, 总是你在此还要久住, 兄妹之间时常刻意相见。 且到西堂安下了行礼再处, 一边吩咐排饭, 一手拽着汉林到西堂来。 打从一个小院门边经过, 儒人用手指道, 这里头就是你妹子的卧房。 汉林园边敲文的一阵蓝色之箱, 心中好生逢兴。 那如人陪汉林吃了饭, 着落他行李, 在书房中, 是件安顿停荡了, 方才进去。 全汉林到了书房中, 想到, 特地贸任了侄儿, 要来见这女子, 谁想尚未得见。 信息已认作是真, 留在此居住, 早晚必然生出机会来, 不必兴急, 且待明日相见过了, 再做道理。 且说徐氏丹贵, 年正当时, 悟了佳妻, 心中常怀不足。 自那栖息烧香, 想着牛女之事, 未免感伤情绪, 肩冒了些风寒, 一时蓝情。 见说有个表兄自经中原来, 他曾见母亲说小时有许他为婚之意, 又闻得他容貌魁梧, 心用也有些暗动, 思量回他一面。 虽然身子懒怯, 只得抢起梳妆, 对静长叹道, 如此好客言, 到底复之何人也。 由棉搭旭一手为证, 寿来难任, 宝静怕出林。 鬼病清寻, 闷对秋光冷透金, 最伤心静也坚真。 雍年绣扭, 蓝府摇琴。 中宵里有梦难成, 带小启翻贤小思辰。 梳妆完了, 正带出来见表兄, 只见兄弟高急急忙忙走江来道, 母亲害起其心疼来, 一时晕去。 我要到街上去取药, 姐姐可快去看母亲去。 贵姐听得急忙抽身便走了厨房, 减妆也不及收, 房门也不及锁, 竟到儒人那里去了。 全汉林在书房中梳洗一臂, 正要打点精神, 今日求见表妹。 只听的人传出来道, 老儒人一时极心疼, 晕倒了。 他想道, 此并唯有前门棋盘街定神丹一副立笑, 恰好败侠中待得在此。 我且以此之之理入堂问病, 就把这要送他一晚。 医好了他, 也是一个讨好的机会。 就去开出来, 秀在秀里, 移静望内里来问病。 路经东边小院, 他昨日见如人说, 已晕得是贵娘的卧房, 却见门开在那里, 想到贵娘一定在里头, 只坐三不知闯将进去, 见他实在做道理。 汉林捏着一把汗走进卧房, 只见相连上起, 宝镜未收。 圣粉残枝还在盆中荡漾, 花点脆带, 依然挤上铺张。 想他先手礼装时, 少个话没人凑巧。 汉林如痴四岁, 把桌上东西这件纹纹, 那件绣绣好不激扬, 又闻得扑鼻心香。 回首看时, 那绣障牙床紧紧脚枕, 且是整开一惊一劫。 想到, 我且在他床里面他一眼, 也沾他些香气, 只当亲挨着他皮肉一般。 一躺躺下去, 眠在枕头上呆呆地响了一回, 等待几时, 不见动静, 没些意志, 慢慢走了出来。 将到如人房前, 摸摸秀里, 早不见了那玩耀, 正不知失落在那里了。 定性想一想, 只得打员来路上一路寻到书房里去了。 贵娘在母亲跟前守得疼痛少定, 四辆房门未锁, 装台未收, 跑到自房里来。 收拾一碗, 身子困倦, 揭开罗杖, 带要歇息一歇息。 忽见席间一个纸包, 拾起来打开看时, 却是一碗要。 纸包上有字, 乃是定神丹, 专治心疼, 神效几个字。 贵娘道, 此字何来? 卓氏兄弟取智, 怎不送到母亲那里去, 却放在我的席上。 除了兄弟, 此处何人来到? 却又恰恰是致心疼的药, 果是敲息, 且拿到母亲那里去问个端的。 取了药, 掩了房门, 走到儒人处来问道, 母亲, 兄弟取药回来未曾。 儒人道, 忘得眼穿, 这孩子不知在那里玩耍, 再不来了。 贵娘道, 好叫母亲得知, 世间转到房中, 只见床上一颗玩耀, 纸上写着定神丹, 专治心疼, 神效。 我疑心是兄弟取来的, 怎不送到母亲这里, 却放在我的房中。 金兄弟物字未回, 正不知这药在那里来的。 儒人道, 我儿, 这定神丹, 只有京中, 前门街上有的麦, 此处纳讨。 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 神仙所赐。 快拿来我吃。 贵娘取汤来, 地语如人, 咽了下去。 一会, 果然心疼立志, 母子欢喜不尽。 儒人疼痛济止, 精神疲倦, 萌萌地睡了去。 贵娘守在帐前, 不敢移动。 恰好全汉林寻药不见, 空手走来问安。 正撞着贵娘在那里, 不急回辟。 贵娘认作是白家表兄, 少不得要相见的, 也不躲闪。 该理全汉林正要亲棒, 堆下笑来, 买姜上去, 唱个肥惹道, 妹子, 摆卧了。 贵娘连忙还礼道, 哥哥万福汉林道, 姑娘病体着何? 贵娘道, 觉得好些, 方才睡去。 汉林道, 昨日道宅, 可想妹子方龙一见, 见说玉体欠安, 不敢惊动。 贵娘道, 小妹听说哥哥到来, 心下急欲迎事, 梳洗不及, 不敢草率。 今日正要请哥哥私见, 怕与母亲病急, 脱身不得。 不想哥哥又进来问病, 性瞻风范。 汉林道, 小兄不远千里而来, 得见妹子玉帽, 真个是不再奔波走这遭了。 贵娘道, 哥哥与母亲孤直至亲, 自然搁不断的。 小妹薄命之人, 何足挂齿? 汉林道, 妹子方年美智, 后路正常, 家妻可待, 何出此言? 此时两人对话, 一地一来。 贵娘年大姊妹, 看见汉林风姿俊雅, 早已动火了八九分, 一起认识自家中表兄妹一脉, 甜言软语, 更不羞缩, 对汉林道, 哥哥出来设下, 书房中有甚不周到处, 可对你妹子说, 你妹子好来照料一二。 汉林道, 有甚么不周到? 贵娘道, 难道不缺长少短? 汉林道, 虽有缺少, 不好对妹子说的。 贵娘道, 但说何妨? 汉林道, 所少的, 只怕妹子不好照管, 然不是妹子, 也不能照管。 贵娘道, 少甚东西。 汉林笑装晚间少个人作伴儿, 贵娘通红了面一皮, 也不回答, 转身就走。 汉林赶上去, 一把扯住道, 携带小兄到绣房中, 拜望妹子一拜望, 何如? 贵娘见她动手动脚, 正难分解。 只听得杖里老儒人开声道, 那个在此说话响。 汉林只得放了手, 回手转来道, 是小侄问安。 其实贵娘已脱了身, 跑进房里去了。 儒人揭开帐来, 看见了汉林, 道, 原来是侄儿道子。 小兄弟接上未回, 妹子怎不来接待? 你方才却和那个说话。 汉林心怀鬼胎, 假说道, 只是小侄, 并没有那个。 儒人道, 这等是老人家听差了。 汉林心不在焉, 一两句话连忙告退。 儒人看见她有些荒诉 失张失智的光景, 心里疑惑道, 起出我福的定神丹 处于京中, 想必是侄儿带来的, 如何却在女儿房内? 是才睡梦之中, 分明听得与我女儿说话, 却又说到没有。 她两人不要晓得前因, 折便私自往来, 日后做出勾当。 她男长女大, 况我原有心配合她的, 只是折出道, 未见怎的, 又不知她曾有七位, 不好就齐齿。 且再过几时, 看向机会原成罢了。 愁出之间, 只见高儿拿了一贴药走将来, 道, 医生入娘腹出去了, 等了多时, 采取这药来。 如人趁她来迟, 说道, 等你要到, 娘死多时了, 今天性不疼, 不吃这药了, 你自陪你哥哥去。 高儿道, 那哥哥也不是老实人, 方才走进来撞着他, 却在姐姐卧房门首东张西张, 见了我, 方出去了。 如人道, 不要多嘴。 高儿道, 我看着哥哥也标志, 我姐姐又没了姐夫, 何不配与他了, 也完了一件事, 省得他做出许多禅老后急出下。 如人道, 孩子家嫩得轻出口, 我自有主意, 如人虽喝住了儿子, 却也倒是有礼的事, 放在心中打点, 只是不便说出来。 那全汉林, 自与贵娘两下一娇一口之后, 时常相遇, 便眉来眼去, 彼此有情。 汉林终日如痴四狂, 拿着一管笔血来写去, 茶饭懒吃。 贵娘也日日无情无序, 奄奄欲睡, 真显永念。 多被如人看在眼里, 然两个只是各自专心, 爱人耳目, 不曾坐慎手脚。 一日, 汉林道如人处去, 却好遇着贵娘梳妆已毕, 正待出房。 汉林拦门迎着, 相换了一礼。 汉林道, 久门妹妹子房榻榻一经一致, 未曾得造一关, 今日幸得在此相遇, 必要进去一看。 不由分说, 往门里一钻, 贵娘只得也走了进来。 汉林看见无人, 一把抱住道, 妹子慈悲, 就你哥哥克中一命择个。 贵娘不敢声张, 嘀嘀道, 哥哥尊重。 哥哥不弃小妹, 何不让人向母亲处求亲? 必然见云, 如何做那轻薄模样? 汉林道, 多猛妹子指教, 足见后勤。 只是远水救不得进火, 小兄其实等不得那从容的事了。 贵娘正色道, 这要苟和妹子断然不从。 他日的做夫妻, 岂不为凶所败。 脱了身子, 往门外便走, 早把个云记扭歪, 两边都乱了。 急急走到儒人处, 喘气上是未息。 儒人见了, 觉得有些异痒, 问道, 为何如土模样? 贵娘道, 正出房来, 撞见哥哥后边走来, 连忙先跑, 走得急了些个。 儒人道, 自家兄妹, 何必如此躲避? 儒人也指道折, 就在后边来, 却又不见道。 原来没些意思, 反走出去了。 儒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 性急要配合他两个了, 只是少个中间撮合的人。 猛然想到, 折出道时, 说道见妙通师父说了, 才寻到我家来的, 何不就叫妙通来, 与他说之其事, 岂不为妙。 当下, 就吩咐儿子高, 叫他去安中接纳妙通, 不在话下。 却说全汉林走到书房中, 想起适才之事, 心中样样。 又思量, 贵娘有心于我, 虽是未肯相从, 其言有理, 却不知我是假批子, 教我央谁的事。 自又存道, 他母子拒认我是白大, 自然是电荷上的跟伴了。 我只将电荷为证, 怕这是不成。 又转想一想道, 不好, 不好。 万一明信偶然相同, 电荷不是他家的, 却不弄真成假。 且不要打破网, 只是做些功夫, 喂得亲热, 自然到手。 正义胡一丝乱想, 走出堂前闲步。 忽然妙通师傅走进门来, 见了汉林, 打个问讯道, 相公, 你投亲卷好处安身许久了, 再不到小安走走。 全汉林还了一礼, 笑道, 不敢瞒师傅说, 一来家姑香流, 二来小生的行姑影之, 曾经不过, 瘫着骨肉香棒, 揽向外边去了。 妙通道, 相公既苦孤单, 老身替你做个没霸。 汉林道, 小生久欲买窃, 师傅前日说, 不管闲事, 所以下敢相扬。 卓得替我做个没人, 十分好了。 妙通道, 亲事道有一头在我心里, 是才百老如人相请说话, 待我见过了他, 再来和相公戏讲。 汉林道, 我也有个人在肚里, 正少个说和的, 师傅来得正好。 见过了家姑, 是必到书房中来走走, 有话相商则个。 妙通道, 晓得了, 说罢话, 往那里就走进去。 见了儒人, 儒人道, 多时不来走走。 妙送道, 见说儒人有些贵养, 正要来看, 恰好小伴来换我, 故此就来了。 儒人道, 前日我直出道, 心中一喜一杯, 又兼辛苦了些儿, 生出病来。 而今小样已好, 不劳费心, 只有一句话, 要与师父说说。 妙通道, 什么话? 儒人道, 我只为女儿未有人家, 日夜忧愁。 妙通道, 一时也难得相议的。 儒人道, 有道有一个在这里, 正要与师父商量。 妙通道, 是那个, 倒要与我出家人商量。 儒人道, 且莫说出那个, 只问师父一句话, 我经中来得直说道, 先认得你的, 可晓得吗? 妙通道, 在我那里作语好些时, 见我说起儒人, 才来认亲的, 怎不晓得? 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 还在不在, 人却是了。 眼见的女儿别家无缘, 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 我抑郁丸前日之约, 不好自家启齿, 一切不知他经中曾取过欺否, 要凡你到西唐与我折说此事, 如这未取, 待与他圆成了可好吗? 妙通道, 这个当的, 管取一说就成, 且拿了这半扇电荷去, 好做个画饼。 儒人道, 说的是, 走进房里去, 取出来一交一语妙通, 妙通戴在秀里了, 一进到西唐书房中来。 汉林接着道, 师父见过家姑了。 妙通道, 是见过了。 汉林道, 有甚说话。 妙通道, 多时不见, 贤婿而已。 汉林道, 可见我妹子吗? 妙通道, 方才不曾见, 再过会到他房里去。 汉林道, 好哥一经一致房, 只可惜独自孤首。 妙通道, 木下也要说一个人与他了。 汉卑道, 起先师父说, 有头亲事, 要与小生为媒, 是那一家。 妙通道, 是有一家, 是老身的檀月。 小节子模样尽好, 正与相公私称。 只是相公要娶妾, 必定有个正夫人了, 他家却是不肯作妾的。 汉林道, 小生曾有正妻, 亡过一年多了。 恐怕一时难得门当户对的家配, 所以且说个娶妾。 如果有好人家相的无意, 自然聘为正事了。 妙通道, 你要怎么样的才相的你? 汉林把手指着里面道, 不瞒老师父说, 德相这里表媚方妙。 妙通笑道, 容貌道也差不多。 汉林道, 要多少聘才? 妙通秀礼摸出电盒来, 道, 不需别样聘才, 却倒是个难题目。 他家有半膳金盒, 配得上的就嫁他。 汉林接上手一看, 明知是那半膳的点, 不胜欢喜。 故意问道, 他家要配此盒, 必有缘故。 师父可晓得背戏。 妙通道, 当初这家子原是京中住的, 有个钟表曾结音盟, 各分电盒一善为证。 若有那善, 便是前缘了。 汉林道, 若论电盒, 我也有半善, 指不知可配得这否。 即在拜侠中取出来, 一配, 却好是一个合。 妙通道, 果然是一个, 亏你还留得在。 汉林道, 你且说那半善, 是那一家的。 妙通道, 再有那家。 怎样不知, 道来哄我。 是你的亲亲表妹贵娘子的, 难道你倒不晓得? 汉林道, 我见师父藏头鹿尾, 不肯直说出来, 所以也坐哑装呆, 取笑一回。 却又一见, 这是家姑从幼许我的, 何必今日又要师父多这些婉转? 妙通道, 令姑也曾到来, 年身越久, 只怕相公已曾别娶, 就不好意思, 所以要老身探问个明白。 金相公闲断未絮, 电荷献配成双, 待老身回复如人, 只需成亲罢了。 汉林道, 多谢撮合大恩, 知不知几时可以成亲, 早的一日也好。 妙通道, 你这禅样的新郎, 明日是中秋佳节, 我村多儒人就完成了罢, 等什么日子? 汉林道, 多敢, 多敢。 妙通秀里怀了这两扇完全的电荷, 欣然而去, 回复儒人。 儒人道是骨肉重丸, 旧午再见, 喜欢无尽, 只待明日成亲吃喜酒了。 此时胸中十万分, 那有半分倒不是他的职儿。 正是, 指任何为真, 岂知人是假。 其是颠倒颠, 疑似塞翁马。 全汉林喜之如狂, 一夜不睡。 绝早起来, 叫全忠到当铺里去拎了一顶如今, 一套如衣, 整备拜堂。 儒人也绝早起来, 料理酒席, 催促女儿梳妆, 少不得一对参拜行礼。 全汉林穿着如衣, 正似白龙鱼服, 眼着口只是笑, 连泉中也笑。 旁人看的, 无非倒是他喜欢之故, 那知奇情。 但见花竹辉煌, 恍作游仙一梦。 有此为证, 银竹灿浮渠, 瑞鸦威喷射烟浮。 喜红丝出晚, 饱和曾书。 何郎郡, 财条凌云, 谢女艳荣华着陆。 月轮正值一团一圆木, 雅称锦唐欢聚。 一幼调, 话没续。 酒吧, 送入洞房, 就是东边小院贵娘的卧房, 乃前日偷眠, 妄想强劲哀光的所在, 今日亭眠整宿, 你倒样活不快活。 全汉林真如入蓬来仙岛了。 如得罗维, 男贪女爱, 两情欢畅, 字不必说。 云语济兰, 汉林斧着贵娘道, 我和你千里姻缘, 今朝美满, 可谓三生有幸。 贵娘道, 我和你自幼相许, 今日玩具, 不足为奇。 所惜者, 隔着多年, 又如此远路, 道底圆圆, 乃像是天意周全儿。 只有一件, 你须不是这里人, 金人坠我家, 不知到底贫宗浪迹, 跪于何处, 一切不知你为如为伤, 坐何生业。 我嫁鸡逐鸡, 也要商量个终身之策, 亦是欢爱不足恋也。 汉林道, 你不须多虑, 只怕你不嫁的我, 既嫁了我, 包你有好处。 贵娘道, 有甚好处, 料没有五花一号夫人之分。 汉林笑道, 别贱或者凡男, 只要五花官号, 包管香笼里就取得出。 贵娘催了一催道, 亏你不休。 贵娘只道是一句夸大的说话, 不以为意。 汉林却也含笑, 不就明眼。 且纸软款一温一柔, 清廉痛惜, 如鱼似水, 过了一夜。 明晨起来, 个个梳洗以臂, 一对穿着大衣来拜见尊姑, 并谢妙通唯眉之功。 正行礼之时, 胡听的堂前一片架筛罗, 向有十来个人喧嚷将起来, 慌得小舅高而没钻处。 汉林走出堂前来, 问道, 谁人在此罗造? 说声未了, 只见老家人全校同了一班京报人, 一见了就磕头道, 京中报人特来报爷高升的。 小人们那里不寻得道, 方才街上遇见全钟, 才知爷记记在此。 却如何这般打扮? 快请换了衣服, 柳汉林连忙咬手, 叫他不要说破, 进的那一个住。 你也全爷, 我也全爷不住地叫, 拿出一张报单来, 已生了学士之职, 直管嚷着求赏。 汉林着实叫他们, 不要说我姓全。 经报人, 那管什么投油, 早把一张报喜的红纸, 高高贴起在中间, 上写, 非报, 贵府老爷全, 高升汉林学士, 命下。 这里跟随管家全钟拿出关带, 对学士道, 料想瞒不过了, 不如老师行事罢。 学士代孝托了如金如衣, 换了棺带, 讨乡案来, 谢了圣恩, 吩咐经报人, 出去门外吼赏。 转身进来, 重请岳母拜见。 那如人出于不义, 心慌缭乱, 没个事处, 好像青天里一个霹雳, 不知是那里起的。 只见学士败下去, 如人连声道, 折杀老身也。 老身不知贤婿姓权, 乃是朝廷贵臣,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望高台贵手, 数家下减慢之罪。 学士道, 而今总是家人, 不必如此说了。 如人道, 不敢动问贤婿, 贤婿既非姓白, 为何假称赦之光降寒门? 其肩必有阴游。 学士道, 小婿寄寄禅林, 晚间闲不悦下, 看见另爱方姿, 心中仰慕无矣。 问其妙通师傅, 说着姓名居止, 家中长短背戏, 故此托名前来, 假意认亲。 不想岳母不宜, 欣然招纳, 也是三生有缘。 妙通道, 学士出道安中, 原说姓权, 后来说着 如人家事, 就转口说了姓白。 小妮也曾问来, 学士回说道, 因为仿亲, 所以改换明性 起之贵人游戏, 我们多被瞒得不通风, 也是一场天大笑话。 如人道, 却又一见, 那半善电荷, 却自何来? 难道贤婿是通神的? 学士笑道, 哲是假, 电荷却真。 说起来时有天缘, 非可抢眼。 如人与妙通多经异道, 愿闻其详。 学士道, 小婿在长安市上偶然买的此和一扇, 那包合的却是文字一纸, 正是岳母写与令植刘歌的尚有令爱名字。 今次只见在小婿处, 所以小婿一发, 有胆贸认了, 求岳母饶恕七般之罪。 如人道, 此话不必提起了, 只是社之家为何把此和出卖? 卖的是什么样人? 贤婿必然明白。 学士道, 卖的是一个老, 说是令兄就房主。 他说, 令兄台家遭议, 少者先亡, 只以老口, 一世逃去, 所以把物件以下拿出来卖的。 如人道, 这等说起来, 我兄与直皆不可保, 真的是物在人亡了。 不觉掉下泪来, 妙通便收磕道, 老如人, 姻缘分定, 而今还管甚者不者, 是姓权是姓白。 招得个汉林学士做女婿, 须不辱没了你的女儿。 如人道, 老师父说得有理, 大家撑喜不尽。 此时贵娘子在旁, 逐句逐句听着, 口虽不说出来, 才晓得, 昨夜许她五花官好作夫人, 是有来历的, 不是过头说话, 一且殿和天元, 实为凑巧, 心下得意, 不言可知。 全学士既喜着贵娘美貌, 又见殿和之欲, 以为其意, 两下恩爱非常。 种谢了妙通师傅, 连岳母、 小舅都带了妇人。 后来至满, 贵娘封为疑人, 夫妻偕老。 世间百物总平原, 大海浮平又偶然。 不向长安买电河, 河从千里陪缠捐。 第四章经楼市探人宗, 红花场, 假鬼闹。 西宋十三曲首宋艳瞻已书达壮远流梦言, 其略云。 常闻前辈之言, 无相稀有地奉长而归, 其者, 古者, 愧者, 近者, 往来而观看, 天路便莫如堵墙。 继而归门贺焰, 宗族贺焰, 因者, 有者, 刻者, 亦交一贺焰。 至于仇者, 亦蒙齿含羞, 而鹤且泄焰。 独邻居一事, 匈雷远引若必寇然。 此因怪而问之, 巧然曰, 所贵乎依锦之荣者, 为其得实行道也, 将有已必无相离也。 今也, 获窃一鸣, 得一官, 及其朝贵魔傲之想。 名欲高, 官欲穷, 而用心欲谬。 武断老有之, 必兼特, 持周县者有之。 是一身之荣, 一乡之亥也。 其居日已广, 邻居日已足, 无将入山林深密之地已避之。 事可调, 何以何为? 此一段话, 在在其东也语中, 皆因世上观幻, 起初未经发际变态, 身居贫障师姐, 亲戚, 朋友, 宗族, 相邻, 那一个不忘他得了一日, 大家增光。 极致后边风云际会, 超出泥土, 终日在示唤途中, 官场里面持足富贵, 奔曲利明, 将自家困穷光景尽多抹过, 把当时贫义交仪看不在眼里, 放不在心上, 全无一毫照顾周旭之意, 淡胆相看, 用不着他一分气力, 真叫得观情止薄, 不知相师盼望他这些意思, 尽归何用? 虽然如此, 这样人虽是恶薄, 也只是没用罢了, 撞着有志气兼巴硬的, 挨得个不奉承他, 不求告他, 也无奈我何, 不为大害。 更有一等狠心肠的人, 偏要从家门手打墙脚起, 炸害亲戚, 侵占乡里, 受投陷, 窝盗贼, 无风其浪, 眉无价粮, 把一个地方搅得鸡菜不生, 鸡犬不宁, 人人巨蛋, 个个收敛, 怕生出信端撞在他往里了。 他还要疑心别人仗他势力得了什么便宜, 心下下放松的昼夜算计, 似此之人, 乡里有了他怎如没有的安静, 所以宋燕瞻见刘孟炎中状元之后, 把此书归逢他, 要他做好人的意思。 其间说话虽是奋机, 却勾矩透切着近视病痛。 看官美不信, 小子而今单表一个作恶的官患, 做着没天理的勾当, 后来遇着轻正言明的献死做对头, 方得明正其罪。 说来与世上人劝解一番, 有诗为证, 恶人心性自天生, 慢到多因一席亦染成, 用尽凶谋如赤虎, 岂知有日贯为盈。 这段话文, 乃是四川新都县有一厢换, 信仰是本朝贾科。 后来没收杀, 不好说得他名讳, 其人家负心贪, 凶暴残忍, 居家为一厢之害, 自不必说。 曾在云南作兵被牵逝, 其时属下有个学霸林生, 姓张明寅, 父亲是个巨万财主, 有妻有妾。 妻所生义子, 就是张林生, 妾所生义子, 名唤张斌, 年纪尚幼。 张林生母亲先年已死, 父亲就把家事, 浸托长子经营。 那林生学业尽通, 考试美列高等, 一时称为名士, 颇与俊县官长往来。 只是父姓阴险, 存心不善。 父亲见他美式苛刻取栗, 长劝他道, 我家到禁狱, 勾你几时受用不了, 况你学业日进, 发达有时, 何苦资助较量, 讨人便宜怎的。 张林生不以为好言, 反应道, 父亲毕竟身有私藏, 故此把财物轻易, 嫌到我苛刻。 况我母已死, 见钱父亲有爱切幼子, 到底他们的便宜。 我只有得眼面钱东西, 还有他一股之分, 我能有得多少。 为此日息算计, 结义交易官府, 只要父亲一倒头, 便私两百步这数母幼地, 斩他家业。 以后父亲死了, 张林生恐怕分家, 反向父亲要索取私藏。 父亲回说没有, 张林生竟将房中香笼搜过, 并无踪迹, 又到他埋在地下, 或是藏在人家。 一壶一猜乱壤, 没个休息。 即至父亲要他分家与地, 却又分毫不妥, 只推道, 你也不拿出来, 我也没得与你儿子。 族人各有公私厚薄, 也有为着鸽子的, 也有为着兄弟的, 没个定论。 未免两下搬斗, 构出宋氏。 那张林生有梁子, 据已入盼, 有财有势, 官府情熟。 眼见的树地孤儿寡一副, 下边眉身诉处, 只得在杨寻道手里, 告下一指状来。 张林生见杨寻道准了壮, 也老大吃惊。 你道为何吃惊? 盖因这寻道又贪又酷, 又不让休眠, 恼着他性子, 眼里不认的人, 不拒什么石油, 扁打侧拙, 一味道鞭。 还亏一件好处, 是要银子, 除了银子, 再无药医的。 有名叫做杨疯子, 是惹不得的意思。 张林生存道, 家财官司, 只平府, 县主张。 府县自然为我斯文一脉, 料不有亏。 只是是这疯子手里的状, 不嫌停荡的他, 万一谬别起来, 依着理断个平分, 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 这是老大的干谢。 张林生事事熟透, 便寻个寻道踢椅过笼之人, 与他暗地打个关节, 许下他五百两买新红的工价。 寻道医允, 只要献过彩, 包管停荡。 若有不要, 不动分文。 张林生只得将出三百两现银, 欠宝金壶一把, 吕丝金首饰一副, 一经一工巧利, 价值颇多, 全当二百两, 他日北银取书。 要过龙地写了一单, 又讨个许熟的执照。 只要府县身门上来, 批个像以批语, 永杜断与兄弟之患, 目下先准一宿辞为信, 若不应验, 缘无尽还。 妖林生又换了小福, 随着过龙地到丝牙门首, 当面之歌。 四目相视, 各自心照。 张林生日道算无一策, 只费得五百斤, 巨万家是一人独享, 岂不是九牛去得一毛, 老大的便宜了? 喜之下圣。 看官, 你倒人心不平。 贾家张林生是个客戟之人, 不要说平分家事, 就是把这一宗五百两东西 让与小兄弟了, 也是与了自家骨肉, 那小兄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 何故苦苦贪私, 思量独吃自磕, 反把家里东西送与没些相干之人, 不知驴心狗肺怎样生的。 有事曰, 私心只欲灭天亲, 反把家财送别人。 何不家庭略相让, 自然愤怒便欢心。 张林生如此算计, 若是后来依心相义, 真是天没眼睛了。 岂知世事浮云, 侯意不定。 杨寻道受了财物, 准了诉状下去, 问官未及沈祥。 十指万寿圣洁将近, 两四礼投利该一人基表, 进京朝贺, 恰好轮着该使杨寻道去, 没得推顾, 杨寻道只得收拾起身。 张林生着急, 又寻那过聋地去讨口气。 杨寻道回说, 此行不出一年可回。 浮现且未要身闻, 待我回任, 定行了落。 张林生只得使用衙门, 停革了词状, 呆呆守着杨千县回道。 争奈天下从人院, 杨千县贺表进京, 败过万寿, 父不考察。 他贪生大住, 倚住了不仅巷头, 官带贤住。 杨千县闷闷出了京城, 一而打发人道任所接了家眷, 自回戒去了。 家眷动身时, 张林生又寻了过龙的, 去要道出这一宗东西。 雅里回言道, 此是老爷自作的事。 若是该聊, 虚到我家里来自于老爷那讨, 我们不知就里。 张林生没计奈何, 只得助手, 眼见的这一项银子, 泡在东洋大海里了。 这是张林生辛劳树桌, 也不为清, 若只便是这样没讨处罢了, 也还算作便宜。 张林生是个贪私的人, 怎舍得五百两东西平白丢去了? 自私, 身有执照, 不干的事, 理该还我。 他如今是个乡患, 虚管我不着, 我到他家里讨去。 说我不过, 好歹还我些, 就不还得银子, 还我那两件金东西也好。 况且, 四川市进京必游之路, 由成都省下到新都, 只有五十里之远, 往返甚意。 我今年政贡, 须复经停市, 带过成都时, 恰好到比陶此一向做路上盘缠, 有何不可? 算计的停党, 怕人晓得了暗孝, 把此话藏在心中, 连妻子多不曾与他说破。 此时家中官是未决, 恰值宗师考供。 张林生已自贡出了学门, 一时兴匆匆地回家受贺, 饮酒作乐了几时。 一面打点长刑, 把征家官室且放在一边了。 带了四个家人, 免不得是张龙、张虎、张兴、张富, 早晚上到水速封孙, 早到了成都地方。 在饭店里宿了一晚, 张贡生想到, 我在此间还要遇到往新都那讨钱贤, 长行行李留在饭店里不便。 我路上几日心虚郁闷, 何不往此间既管一游, 捡个得意地送他两晚, 浅浅客星。 就把行囊下在他家, 带取了债回来带取, 有何不可? 就换四个家人说了这些意思。 那家人是出路的, 见说家主要瓢是有些有水的事, 那一个不愿随便蹬。 簇拥着这个老贡生, 竟往清一楼市上去了。 老生何意入清一楼, 岂是风情未肯休? 只为叶冤当险露, 埋根此处做关头。 却说张贡生走到清一楼市上, 走来走去, 但见, 淹没浓妆, 以世门而献效, 穿红着绿, 寒连薄已迎欢。 或连秀, 或平间, 多是些凑将来的姊妹, 或用潮, 或贡语, 总不过造作出的风情。 心中无视自惊慌, 日日恐遭他甲母怒, 眼里有人难撮合, 时时任患, 生来。 张贡生见了这些由头粉面行径, 虽然眼花缭乱, 没一个同来的人, 一时间不知走那一家的事, 未便入马。 只见前面一个人摇摆将来, 见张贡生带了一伙家人东张西去, 料他是个要嫖的钱, 没个帮的人, 所以迟疑。 便上前问道, 老先生定是贵族, 如何踹此间谍。 张贡生拱手道, 学生刻底无聊, 闲不适心。 那人笑道, 只是眼瞟, 怕是不得什么心。 张贡生也笑道, 怎便晓得学生不倒身。 那人笑容可拘道, 若果有心, 小子当为引路。 张贡生正投着鸡, 问道, 老兄高姓贵表。 那人道, 小子姓游, 名手, 浩浩贤, 此间路数最熟。 敢问老先生先相上姓。 张贡生道, 学生是滇中, 友好贤道, 是云南了。 后边张星窜出来道, 我相公是今年贡员, 上京亭式的。 友好贤道, 实敬, 实敬。 小子姓惠, 奉陪乐地一游, 吃个尽兴, 做做主人之礼何如。 张贡生道, 最好, 不知此间那个记者为罪。 友好贤把手指一掐而掐的道, 刘金, 张赛, 郭诗诗, 王顶, 都是少年行识的子子。 张贡生道, 谁在行谢? 友好贤道, 若是在行, 论这些除都不及一个汤星哥, 最是帮衬软款, 友情亲热, 也是行识过来的人, 只是年纪多了两年, 将及三十岁变了, 却是着实有趣的。 张贡生道, 我每次加年纪不小, 倒不喜欢那孩子心性的, 是老成些的好。 友好贤道, 这等不消说, 竟到那里去救世。 于是陪着张贡生, 一直望汤家进来。 星哥出来接见, 果然老成风韵, 是个作家体断, 张贡生一见新欢。 告查比, 续过姓名, 友好贤, 带达明白, 晓得张贡生重义了, 便指点张家人将出银子来, 送他半乐道。 事业由好贤就陪着饮酒, 张贡生原是红饮的, 况且客中高兴, 放怀取乐。 那友好贤去了头, 便是个酒坛。 星哥老在行, 一发是行令不犯, 连功不罪的。 三人你抢我赛, 吃过三更方柱。 友好贤自在狱中去了, 张贡生遂与星哥同宿, 星哥放出手段, 一文一存了一页, 张贡生甚是得意。 此日, 叫家人把店中行李尽情搬了来, 顿放在星哥家里了。 一连住了几日, 破费了好几两银子, 贪慕着星哥财色, 甚绝恋恋不舍。 想到, 我身判盘费有限, 不能如意, 何不赞往新都逃取此项到手, 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 初来, 与这四个家人商议, 装束了安玛往新都去。 他心里道指日, 可以回来的, 对星哥道, 我有一宗银子在新都, 此去只有半日路程。 我去讨了来, 再到你这里玩耍几时。 星哥道, 何不你留住在此, 只叫管家们去那讨了来。 张贡生道, 此项东西必要亲身往那的, 叫人去, 他那边不肯发。 星哥道, 有多少东西? 张贡生道, 有五百多两。 星哥道, 这关系重大, 不好阻碍你。 只是你去了, 万一下到我这里来了, 教我家王子盼望。 张贡生道, 我一应行囊都不带去, 留在你家, 只带了随身铺盖并几件礼物去, 好歹一两日随即回来了。 看你家造化, 若多讨得到手, 是必多送你些。 星哥笑道, 只要你早去早来, 那在乎此。 两下珍重而别。 看官, 你到此时若有一个见机的人对那张贡生道, 这项银子, 是你自己欺心不适处, 黑暗里葬送了, 还怨唱无谁。 那官员没手里东西, 有进无出, 老虎猴中讨翠骨, 大象口里拔生牙, 都不是好惹的, 不要思想到手了。 况且, 取得来宋语行愿人家, 又是个填布满底雪景, 何苦网用心机, 走这道路。 不如任个悔气, 泄了账罢。 若是张贡生闻得此严转了念头, 还是老大的造化。 可惜当时没人说破, 就有人说, 料没入听。 只因此一去, 有份一交一, 半老书生, 狼藉做红花之鬼, 穷雄相患, 居鸾为黑玉之穷。 正是, 朱阳入屠户之家, 一步不来寻死路。 这里不提。 且说杨千县, 自从考察断根回家, 自到日暮穷途, 所为御横。 家事已饶, 贪心畏族, 终身在家设谋运局, 为非作歹。 他只有一个兄弟, 排行第二, 家道园子音妇, 并不干预外事, 倒是个守本分的, 见鸽子作恶, 每每会兼威慈劝谏。 牵线道, 你仗我是作二爷, 郑家撕勾了, 还要管我? 话不投机。 杨二晓得他存心刻毒, 后来未必不火, 并自家屋里。 家中也养几个乐得的家人, 时时防备他。 尽心一病不起, 所生一子, 只得几岁, 临终之时, 患过妻子在面前, 吩咐众家人道, 我一生只存此鼓屑。 那便大方做官的虎视眈眈, 需要小心抵对他, 不可落他圈套之内, 我死不瞑目。 未如雨下, 长叹而逝。 死后, 妻子与同家人被老手门户, 自过日子, 再也不去刀田牵线家一分势力。 牵线无戏可入, 心里思量, 二方好一分家当, 不过留得这个黄毛小麦, 若断送了他, 这家当怕不是我一个的。 遇待暗地下手, 后, 当得这家母子关门庇护, 轻易不来他家里走动。 想到, 我若用毒医药之类暗算了他, 外人毕竟知道是我, 须瞒不过, 一切急忙不得其变。 若究和强盗结了他家, 害了性命, 我还好满生人眼, 说假公道话, 只把师道做推头, 谁人好说的是我。 总是个害的他性命, 结得家私一空, 也只当是了。 他一向私下养着巨岛三十余人, 在外庄听用, 但是掳掠得来的, 与他平分。 若有一二处坐浆出来, 他就出身包揽蛰户。 官府晓得他雕, 工人怕他的事, 没个敢正眼去他。 但有心上不像意, 或是眼里冻了火的人家, 工人叫这些人去搬了来庄里分了, 弄得酒罐不在心上。 他指代也如此结了小只儿子家里, 趁便害了他性命。 争奈他家家人昼夜巡逻, 还养着狼野式的守门犬树至, 提防慎解。 也是天有眼睛, 到别处去捞了就来, 到羊耳房去挤翻, 但去便有阻碍, 下不得手。 牵线正在时刻挂心, 算计必客。 忽然门上传进一个手本来, 乃是旧治下云南共生张银炳剑, 心中吃了一惊倒, 我前番曾受他五百两贿赂, 不曾替他玩得事, 就坏官回家了。 我心里也到此一宗银两必有厚律, 不想他果然质寻到此。 这事员不曾做的, 说他不过, 理该还他, 终不成咽了下去又吐出来。 若不还他时, 他须是个共生, 酸子质量必不甘休。 倘然当官告理, 且不顾他声明不妙, 谁耐烦与他调唇弄舌。 我且把个体面见见他, 说话之间或者时时物不提起也不见得。 若是这等, 好好送他盘缠, 打发他去罢了, 若是提起要还又做道理。 牵线一口问心, 计较已定, 夺将初听来, 叫请共生相见。 张共生整肃衣冠, 照着旧上撕修筒行十大礼, 送了些土物为侯敬。 牵线收了, 涉作告查。 牵线道, 老夫惩罚贵乡, 罪过多端。 后来霸制家居, 不得重到贵地。 今见了贵乡朋友, 还绝无言。 张共生道, 公祖大人直到不容, 已知五十, 毕乡市民, 迄今谨享明德。 牵线道, 惶恐, 惶恐。 右拱手道, 恭喜贤气遂见了。 张共生道, 哀刺性极, 疏为刀帽。 牵线道, 金江河网, 得庭御旨。 张共生道, 赴京庭市, 甲图贵省, 将来一去台光。 牵线道, 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遥, 特烦网架, 足见不忘老朽。 张共生见他说话不招揽, 只得自说出来道, 前日共生家下有些琐事, 曾出一副礼物, 面奉公祖大人处收住, 以求周全。 后来未经结局, 公祖已行, 此后就回贵乡。 金本不敢造次, 只因共生负荆缺费, 欲求公祖大人发害此一项, 以助共生力往。 故此特此叩拜。 牵线作色道, 老夫在贵处, 只吃得贵香一口水, 何曾有此脏污之事? 出日污蔑, 敢是嫌弃被别个光棍哄了? 张共生见他魅了心, 改了口不认账, 若是个直击的, 就该罢了。 怎当得张共生, 原不是良善之人, 心里着了急, 就狠狠地道, 是共生亲手在四牙门前支付的, 一单执照俱在, 岂可媚得。 牵线见有一单执照, 回尘作喜道, 是老夫忘事。 得罪, 得罪。 前日有个七弟在牙起身, 虚索老夫窥送。 老夫患囊骁然, 不得已故此借宅上这一项, 打发了他。 不况日后多祖, 不曾与宅上出得利。 此项该还, 只是七弟已将此一项用去了, 需要老夫赔偿。 且从容两日, 必当处补。 张共生见说肯还, 心下放了两分松, 又见说用去, 心中不舍的那两件金物, 又对牵线道, 内中两件金器, 是家下传世之物, 还求保全原件则各。 牵线冷笑了一声道, 既是传世之物, 谁交轻易拿出来。 且放心, 请过了洗尘的博款载处, 就起身请张共生书房中慢坐, 一面吩咐整治酒席。 张共生自到书房中去了, 牵线独自算了一回。 他起初打口赖之时, 只说张共生会议, 是必凑他的去, 他却重重送他个回敬座盘缠, 也倒两全了。 岂知张共生算小, 不还他体面, 搜根梯齿一直说出来。 然也还思量还他一半献物, 解了他禅闲。 只有那金虎与金手, 是是他心上得意的东西, 时刻把玩的, 已曾几度将出来夸耀亲戚过了, 你倒他舍得也不舍得。 张共生恰恰把这两件口内要紧, 牵线左撕右撕, 便一时不怀好意了。 耿得一声道, 一不做, 二不休。 他是个云南人, 家里出来中途道此间的, 断送了他, 谁人晓得。 须不到的一世一亲之道, 就叫几个甘仆约会了装上一伙强人, 到晚间酒散听侯使用, 吩咐停荡, 请出张共生来复习。 习间说些闲话, 评论些潮事, 且是殷勤, 又叫俊俏的安童频频奉酒。 张共生见识公主的好意, 不好推辞, 又料到是如此美情, 前务必不流难。 放下心怀, 只顾吃酒, 早已吃得熏熏的醉了。 又叫安童奉了又奉, 只等待不省人事方柱。 又问, 张家管家们可曾吃酒了喂? 却也被几个干仆轮番更换陪伴饮酒。 那些异奴异才们, 见好酒好饭, 倒是投着好处, 那里管三七二十一, 只顾贪婪无厌, 四个人一个个吃得瞪眉撑眼, 连人多不认得了。 秉支了千县, 千县吩咐道, 多送在红花厂结果去。 原来这阳谦县有所红花厂庄子, 满地种着红花, 广言有一千余亩, 每年卖那红花, 有八九百两出行。 这庄上造着许多房子, 专一卸着客人, 坚毅藏着强盗。 当时只说, 宋章供生主仆到那里歇宿, 到的庄上, 五个人多是醉的, 看着被窝, 倒头便睡, 憨声如雷, 也不管天南地北了。 那空阔之处一声罗赏, 几个飞狠的庄客走江拢来, 多是有手段的强盗头, 一刀一个。 遮磨有三头六臂的, 也只多费的半克功夫, 何况这一个酸子 与几个呆一奴医, 每人只生的一颗头, 消得几时, 早已庆静。 当时就在红花稀疏之处, 掘个坎儿, 做一堆埋下了。 可怜张贡生, 痴心指望讨债, 还要成都去捡心上人, 后治愈着狠主, 弄得如此死于非命。 正是, 不到这寻命, 还贪请客花。 黄泉无济管, 今夜宿谁家? 过了一年有余, 张贡生两个秀才儿子在家, 自从父亲入京以后, 并不曾见一纸家书, 一个变信回来。 问着各把京中归来的人, 多到不曾会面, 并不晓得。 心中疑惑, 商量到, 滇中处在天末, 怎能勾经中信志? 还往川中省下打听, 笔触不时有在北京海网的。 于是, 两个凑些盘缠在身边了, 一进到成都, 寻个下处宿了。 在街市上行来走去贤壮, 并无欲巧熟人。 两兄弟驻柄时来日, 心内无聊, 商量到, 此处尽多铭记, 我每个寻一个, 消遣则个。 两个小伙子也不用帮贤, 我陪你, 你陪我, 各寻一个厨, 一个铜小五, 一个顾阿都, 接在下厨, 大家纳约。 混了几日, 闹哄哄热腾腾的, 早把探父亲信息的事, 撇在脑后了。 一日, 那大些的有跳槽之意。 两个厨晓得他是云南人, 戏他道, 闻得你云南人, 只要嫖老的, 我美甘死, 不中你美的意。 不多几日, 只要跳槽。 两个秀才道, 怎见得我云南人, 只要嫖老的。 童小五便道, 前日见游伯伯说, 去年有个云南朋友到这里来, 要他寻婊子, 不要兴头的, 只要老成的。 后来引他到汤家星哥那里去了。 这星哥是我们母亲辈中人, 他且是与他过得火热, 也费了好些银子, 约他再来, 还要使一主大钱, 以后不知怎的了。 这不是云南人要老的样子。 两个秀才道, 那云南人姓个甚吗? 怎生模样? 童小五, 顾阿都大家拍手笑道, 又来善了。 好在我美肝上的是, 管他姓张姓李, 那曾见他模样来, 只是游伯伯如此说, 顾把来取笑。 两个秀才道, 游伯伯是什么人? 在那里, 这却是你没晓得的。 童小五, 顾阿都又拍手道, 游伯伯也不认得, 还要嫖。 两个秀才毕竟要问个来历, 童小五道, 游伯伯牵头万脑的人, 壮来就见, 要寻他却一事也难。 你要问你们贵乡里, 竟到汤星哥家问不是? 两个秀才道, 说得有理。 刘晓的秀才, 窝伴着两个厨, 大的秀才独自个问到汤家来。 那个汤星哥, 自从张贡生一去, 只说五十里的远近, 早晚便到, 不想去的一年有多, 绝无消息。 留下一囊行礼, 也不见有人来去。 门户人家不把来放在心上, 以此放下渡长了。 那日无刻, 在家闭门骤寝, 忽然得一梦, 梦见张贡生到来, 说道取银回来, 只要续寒一文一, 却被扣门升级, 一时惊醒。 醒来想到, 又不曾念着他, 如何会有此梦。 敢是有人递信息取衣装, 也未可知。 正在疑似间, 听得又扣门上。 星哥整整衣裳, 叫丫鬟在前, 开门出来。 丫鬟叫一声道, 客来了。 张大秀才才挪得绞尽, 星哥抬眼看时, 赤了一惊道, 分明像张贡生一般模样, 如何厚生的许多。 请在客座里坐了。 问起地方姓名, 却正是云南姓张, 星哥心下老大稀罕, 未敢居然说破。 张大秀才先问道, 请问大姐, 小声闻的, 这里去年有个云南朋友往来, 可是什么样人? 姓甚名谁? 星哥道, 有一位老城朋友姓张, 说是个共生, 要往京亭市在此经过的。 盘缓了数日, 前往新都取债去了。 说半日路程, 去了就来, 不知为何一去不来了。 张大秀才道, 随意行有几人? 星哥道, 有四位管家。 张大秀才心里晓得是了, 问道, 此去不来, 敢是尽字掌行了? 星哥道, 那里是, 一囊行李还留在我家里, 赚来取了才起身的。 张大秀才道, 这等, 为何不来? 难道不想进京, 还留在笔处? 星哥道, 多分是取债不来, 单格在笔。 就是如此, 好歹也该有个县, 或是叫为管家来。 影响无踪, 竟不知什么缘故。 张大秀才道, 见说新都取什么债? 星哥道, 只听着说, 有一宗五百两东西, 不知是什么债。 张大秀才跌脚道, 是了, 是了, 这等, 我每须在新都寻去了。 星哥道, 他是客观什么瓜葛, 要去寻他。 张大秀才道, 不敢欺大姐, 就是小生的家父。 星哥道, 失敬, 失敬。 怪道模样嫩地思想, 这等, 是一家人了。 孝心心地去叫小二整起饭来, 留张大官人做一做。 张大秀才会说道, 这道不消, 小生还有个兄弟在纳乡等侯, 只是世间的话, 可是缺的吗? 星哥道, 厚得不阙, 见有一囊行李在此, 可认一认, 看是不是。 随隐张大秀, 才到里边房里, 把留下物件与他看了。 张大秀才认得事实, 忙别了星哥道, 这等, 事不宜迟, 星夜童兄弟往新都寻去。 寻着了, 再来相会。 星哥家亲热地留了一会, 顺水推船送出了门。 他家说是听得往新都取五百斤的债, 定是到杨丰子家去了。 小秀才道, 取得取不得, 好歹走路, 怎么还在那里? 张秀才道, 行囊还在汤家, 方才见过的。 岂有不带了去镜子跑路的离? 毕竟是单搁在新都不来, 不笑说了。 此去那里若不多远, 我每收拾起来, 一同去走遭, 访问下骆泽个。 两人记忆停荡, 将出些银两, 卸了两个记者, 送了家去。 一进到新都来, 下在饭店里。 店主人见是远来的, 问道, 两位客观远处。 两个秀才道, 是云南到此寻人的。 店主人道, 云南来是寻人的, 不是捣赃的吗? 两个秀才吃惊道, 怎说此话? 店主人道, 偶然这般说笑。 两个秀才坐定, 问店主人道, 此间有个杨谦士住在何处? 店主人伸伸舌头, 这人不是好惹的。 你远来的人, 有甚要紧, 没事问他怎么。 两个秀才道, 问生何妨? 怎便这样怕他? 店主人道, 他轻则官司害你, 重则强盗劫你。 若是远来的人冲撞了他, 好歹就结果了性命。 两个秀才道, 清平世界, 难道杀了人不要偿命的? 店主人道, 他偿谁的命? 去年也是一个云南人, 义主四仆投奔他家。 闻的是, 替他讨什么刃伤过手脏的, 一夜里多杀了, 至今冤屈无身, 那剑得要偿命来。 方才见两位说是云南, 所以取笑。 两个秀才剑说了, 吓得魂不附体, 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做不得生。 呆了一会, 战斗斗地问道, 那个人姓甚名水, 老丈可知地明白否? 店主人道, 我那里明白。 他家有一个管家, 叫做老三, 常在小店吃酒。 这个人还有些天理地, 时常饮酒中间, 把家主做的歹事告诉我, 心中不服。 去年云南这五个被害, 推傻乖章了, 外人纷纷扬扬, 也多晓得。 小可美还疑心, 不敢轻信。 老三说是, 果然真有的, 煞事不平, 所以小可美才信。 可惜这五个人死得苦恼, 没个亲人得知。 小可见客官方才问及杨家, 偶然如此闲讲。 客官, 个人自扫门浅血, 不要闲管罢了。 两个秀才情知, 是他父亲被害了, 不敢声张, 暗暗地叫苦, 一夜无眼。 次日到街上往来查听, 三三两两几处说来, 一般无二。 两人背地里痛哭了一场, 思量要再比发觉, 恐怕反遭网罗, 一切相换势头, 小可衙们奈何不得他。 寒酸人苦, 原还到成都来, 见了汤星哥, 说了所闻详细, 星哥也赔了几点眼泪。 星哥道, 两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讨命? 两个秀才道, 正要如此。 此时, 四川巡暗查院时工正在省下, 两个秀才问汤星哥取了行囊, 剪出贡生附经文书放在身边了, 写了一桩, 爆牌禁告。 状上写道, 告状声援张珍, 张琼, 为冤杀五命事, 有父共生张尹, 前往新都恶患杨某家取债, 以去无踪。 真等亲头笔触寻访, 探得当被恶患谋财取命, 并扑四人, 同时杀死。 道路惊传, 人人可证, 一师一股无踪, 滔天大便, 万古其冤, 亲角告, 告状声援张珍, 戏云男人。 时察院看罢状词, 他一向远晓得新都阳谦市的恶迹注文, 修访已久, 要为地方除害, 只因是个假科, 又无人敢来告他, 没有把柄, 为好动手。 今见了两声告词, 虽然明知其事必识, 却是词中没个实证实据乱行不得。 时察院赶开左右, 直换两声道案前来, 轻轻地吩咐道, 二声所告, 本院久知此人罪恶惯淫, 但比肩谋叵测。 二声可诉回家去, 无得留此。 躺为所知, 必受其害。 待本院连访得时, 当有一文至笔之会, 官群等到此冥冤, 万万不可泄露。 随将状辞辙了, 收在秀中。 两声叫头, 谢叫而出, 果然依了察院之言, 一面收拾, 竟回家中静听消息去了。 这边时察院, 带两丝作医之日, 独留现场谢公序话。 秀出此状语, 他看着道, 天地间有如此人否, 本院留之心中究矣, 今日恰有人来告此事, 贵司刑法衙门可为一访。 谢连使道, 此人宵敬为心, 豺狼成性, 诚然枉法所不容。 施杀院道, 就闻此家有家童数千, 阴阳此事数十。 若不得其实际, 轻易举动, 无被反为所成, 不可不慎。 谢连使道, 是在下观。 秀了状词, 一一而出。 这谢连使事, 极有才能的人, 旷街暗台主妇, 敢不在心。 他寺中有两个成叉, 一个叫做史英, 一个叫做魏能, 乃是点头会议的人, 谢连使一向得用的。 适日叫他两个尽丝牙来吩咐道, 我有件机密事, 要你每两个做去。 两个成叉叩头道, 平爷吩咐纳香使用, 水火不辞。 连使秀中取出撞丝来与他两个看, 把手指着杨某名字道, 暗怨老爷要跟究他家这事。 不得那五个人, 一师一手实际, 拿不到他。 必要提访的时, 晓得了他埋藏去处, 才好行事。 确实这人胸脚非常, 只怕容易打听不出。 若是泄露了事迹, 不为无益, 反之有害, 是这些难处。 两成拆道, 此患之恶, 波满一香。 若是晓得, 上司寻他不是, 他毕竟先去下手, 非同小可。 就是晓得美王比修访, 若认得是衙门人意, 惹起疑心, 祸不可测。 金蒙插尾, 除非改换打扮, 只做无意犹道比利, 乘积积叹, 放得真实背心。 连使道, 此言甚是有理, 你们快怎么计较了去。 两成拆自相商议了一回, 道, 除非如此如此。 随秉连使道, 小的们有一计在此, 不知忠也不忠。 连使道, 且说来。 成叉道, 新都专产红花, 小的们晓得杨幻家中有个红花厂, 利息千金。 小的们两个打扮, 做买红花客人, 倒比是买, 毕竟与他家管事家人一交一亿往来, 等走的路数多, 人眼熟了, 他美眉些疑心, 然后看机会空变, 留心提访, 必知端的, 虚拘不得实。 连使道, 此计颇好。 你们小心在意, 仿着了此宗公事, 我另眼看你不打紧, 还要对暗怨老爷说了, 分别抬性你。 两成拆道, 蒙老爷提撤, 敢不用心。 叩头而出, 原来这使婴, 未能多是有身价的人, 在衙门里图出身的。 受了这个岔尾, 日夜在心, 各自收拾了摆来两银子, 放在身边了, 打扮做客人模样, 一同到新都来。 只说买红花, 问了街上人, 晓得红花之事, 多是他三管家姓纪的掌管。 此人生性耿直, 一交一亿公道, 故此客人来多投他, 买卖做得去。 每年与家主挣下千来金利息, 全亏他一个, 若论家主这样贪报, 鬼也不敢来上门了。 当下使婴, 未能一往来到他家败望了, 葛叔来买红花之意, 送过了土仪。 季老三满面春风, 一一团一和气, 就炙酒相待。 这两个成叉是衙门老溜, 毫不乖觉。 晓得这人有用他处, 便有心结识了他, 放出鲁婆手段, 甜言美语, 说得入港。 未能便开口道, 使帐哥, 我们新来这里做买卖, 人面上不熟。 自古道人来投主, 鸟来投林, 难得这样贤主人, 我们续了年庚, 结为兄弟何如? 石英道, 此意最好。 只是我们初相会, 旷未经一交一役, 只道是我们先讨好了, 不便论量。 带成了一交一役, 在意未迟。 季老三道, 多成两位不弃, 足感盛情。 带明日看了货, 完了正事, 另置个博社, 从容请教, 就此结意何如。 两个同声应道, 妙, 妙。 当夜纪老三送他在客房先宿, 正是红花厂装上房。 次日起来, 看了红花, 讲倒了价钱, 两人各取银子出来, 对足了。 两下个个相让有余, 彼此情投意合。 诗日纪老三果然载机买肉, 拌起东道来。 诗, 为两人试上去买了些芝麻香烛之类, 回到庄上摆设了, 先献了神, 各写出年月日时来。 诗应最长, 纪老三小六岁, 未能幼小一岁, 哀次蓄力拜了神, 各述了结拜之意。 道, 自此之后, 彼此无期, 有无相己, 思难相救, 久远不忘, 若有违蒙, 神明极致。 摄氏已毕, 从此两人称纪老三为二哥, 纪老三称两人为大哥, 三哥, 彼此喜乐, 当晚吃个静欢而散。 原来蜀中传下刘, 官, 张三人之风, 最重的是结义, 故此使, 为二人先下此功夫, 以结其心。 却是未敢说什么正经心肠话, 只收了红花亭荡, 且还成都。 发在铺中对客, 也缘有两分利息收起银子, 又走此路, 数月之中, 如此往来了五六次, 去便与季老三筹谋, 我请你, 你请我, 日日欢欢, 真个如胸若地, 行计俱往。 一日久憨, 使鹰便深深妖道, 快活! 快活! 我们遇的好兄弟, 到此一番, 尽兴一番。 未能接口道, 季二哥带我们弟兄, 只好这等了。 我心上还嫌他一见未到处。 季老三道, 我们晚间贪得一觉好睡。 相好弟兄, 只该着落我们在安静去出便好。 今在此间, 每夜听的鬼叫, 梦寐多是不安的, 有这件不相意。 这是二哥欠简点处, 小弟心性怕鬼的, 指得直说了。 季老三道, 果然鬼叫吗? 石英道, 是有些诧异, 小弟也听得的, 不只是为三哥。 未能道, 不叫, 难道小弟调黄? 季老三点点头道, 这也怪他叫不得。 对着真久的一个伙计道, 你道叫的是误谁? 毕竟是云南那人了。 石英, 未能见说出真话来, 只做袁晓德的一般, 不加精益, 趁日道, 云南那人之死, 我们也闻得久了。 只是祭死之后, 二哥也该积些阴智, 与你家老爷说个方便, 与他一堆土埋藏了一石一海也好。 为何抛弃他在那里了? 是他每夜这等叫苦连天? 季老三道, 死便死得苦了, 一石一海原是埋藏的。 不要听外边人一胡一猜乱说。 两人道, 外人多说是当时抛弃了, 二哥又说是埋藏了。 若是埋藏了, 他怎如此叫苦? 季老三道, 两个兄弟不信, 我领你去看。 煞也古怪, 但是埋他这一块地上, 一些红花也不生理。 石英道, 我每趁着酒性, 真杯热酒, 到他那堆里浇他一浇, 叫他晚间不要这等怪叫。 就在空旷去处, 再吃两大杯尽尽兴兴。 两个一起起身, 走出红花场上来。 季老三知道是散酒之意, 那倒是有心的。 也起了身, 较小的带了酒盒, 随了他们同步, 引他们到一个所在来看。 但见, 弥漫怨气结成堆, 凛冽七封一团一座阵。 若还不遇有心人, 沉埋数载谁相问? 季老三把手指道, 那一块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 就是他五个的一尸一孩, 怎说的不曾埋藏。 石英就真下十大杯, 向空里做个一道, 云南的老兄, 请一杯酒, 晚间不要来惊吓我们。 未能道, 我也垫他一杯, 凑成双杯。 季老三道,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若不是大哥, 三哥来, 这两滴酒, 几时能勾到他全下? 石英道, 也是他的缘分。 大家笑了一场, 又将荷莱摆在红花地上, 席地而坐, 豁了几拳, 各个连饮几十大功。 看看日色熏黑, 方才助手。 两人早已把埋一失衣的 所在周围暗记认定了, 扔到庄房里速歇。 此日对季老三道, 昨夜果然安静些, 想试这两杯酒吃得快活了。 大家笑了一回, 时日别了季老三要回, 就问道, 二哥几时也到省下来走走, 我们也好坐个东道, 浸网薄义, 回敬一回敬。 不然, 我们只是叨扰, 再无回答, 也绝面一批推后了。 季老三道, 弟兄家何出此言? 小弟没事不到省下, 除非个底, 要买过年务室, 是必要到你们那里走走, 专一来拜大哥, 三哥的宅上便是。 三人分手, 各自散了。 使鹰, 未能此番踹至了实地, 使长势短, 来禀明了谢连使。 连使道, 你们果实能干。 既是这等了, 外边不可走漏一毫封信, 但等那兴计的来到省城, 急忙密报我知道, 自有道理。 两人禀了出来, 自在外边等, 侯季老三来上。 看看残年将近, 季老三果然来买年货, 特到史家, 为一家败望。 两人住处差不多远, 接着季老三, 欢天喜地道, 好风吹得贵客道子。 史鹰叫未能微半了他, 道, 未三哥且陪着鸡二哥坐一坐, 小弟市上走一走, 看中吃的东西, 寻些来家请二哥。 未能道, 是, 是, 快来则个。 史鹰就叫了一个小司, 拿了个篮, 带着几百钱往市上去了。 一面买了些鱼肉国品之类, 先打发小司归家整治, 一面走进暗插斯衙门里头去, 秘饼与连史之道。 连史吩咐史鹰先回家去伴住他, 不可放走了。 随即拆两个工人, 写个猪笔票与他道, 立居新都杨幻家人计三面审, 无迟时刻。 工人积了小票, 移境到史鹰家里来。 史鹰先到家里整治九窑, 正与纪老三接风。 吃到杏头上, 听得外边敲门嗓。 史鹰叫小司开了门, 只见两个工人跑将近来。 对史, 魏两人唱了诺, 却不认得纪老三, 问道, 这位可是杨广家吗? 史, 魏两人会了意, 说道, 正是杨家纪大叔。 工人也拱一拱手说道, 必思主要请管家相见。 季老三痴意惊道, 有何事要见我, 莫非错了? 工人道, 不错, 见有小票在此。 便拿出朱笔的小票来看。 史鹰, 未能假意吃惊道, 古怪。 这是怎么起的? 工人道, 老爷要问杨湘患家中尸体, 一向吩咐道, 但有管家道省急忙激报, 方才见史官人事上买东西, 说道请杨家的纪管家。 不知那个多嘴地秉支了老爷, 故此特着我美道来相请。 季老三呆了一赏道, 没事换我怎待? 我须不曾犯事。 工人道, 谁知犯不犯, 见了老爷便知端的。 十, 魏两人道, 二哥自身没甚事, 便去见见不防。 季老三道, 决然为我们家里的老头, 再无别事。 十, 魏两人道, 倘若问着家中尸体, 只是从直说了料不吃亏的。 既然两位排头到此, 且请便习略做一做, 吃三杯了去何如? 工人道, 多谢后勤。 只是老爷历等回话的公事, 从容不得。 使, 应不由他分说, 拿起大功, 每人灌了几功, 吃了些暗酒。 工人又催起身, 十音道, 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门里去去, 为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东西, 烫热了酒, 等渐渐官来尽兴, 纪老三道, 小弟衙门里不熟, 使大哥肯同走走, 足见帮衬。 纪老三没处躲闪, 只得跟了两个工人到岸茶寺里来。 船帮茶汁谢连史, 连史不升堂, 竟叫进丝衙里来。 连史问道, 你是新都阳谦氏的家人吗? 纪老三道, 小的是。 连史道, 你家主做的歹事, 你可知道详细吗? 纪老三道, 小的家主果然有一两件不守本分够当, 只是小的主仆之分, 不敢名言。 连史道, 你从直说了, 我饶你打。 若有一毫隐蔽, 我就用家棍了。 纪老三道, 老爷要问那一件。 小的好说, 家主所做的事非一, 较小的何处说起? 连史冷笑道, 这也说的是。 按上翻那状词, 再看一看, 便问道, 你只说那云南张共生主仆五命, 今在何处? 纪老三道, 这个不该是小的说的, 家主这件事, 其实有些亏天理。 连史道, 你且慢慢说来。 纪老三便把从头如何来讨淫, 如何留他吃酒, 如何杀死了埋在红花地里, 说了个背戏。 谢连史写了口词道, 你这人到老十, 我不难为你。 全发间中, 带提到了正犯就放, 当下把纪老三发下肩中。 十应, 未能道, 也为日前相处份上, 照管他一应是体, 叫肩中不要难为他, 不在话下。 谢连史审得真情, 急发献牌一张, 就差十应。 未能两人积道新都县, 着落之县身上, 要牵势杨某正身, 系连杀五命公侍, 如不擒祸, 即以知县待解, 又发牌补牙在红花长起十一。 两人领命道德县里, 已是除夜那一日了。 新都知县接了来文, 又见两城拆口柄紧急, 吓得两手无措。 村道, 今日是年晚, 此老必定在家, 虚承此事调兵为助, 出其不意, 方无走势。 急忙换兵房签牌出去, 调取一位兵来, 有三百余人, 支县自领了, 把杨家围的铁筒也四。 其实, 杨千世正在加引一团一年久, 日色未晚, 早把大门重重关闭了, 自语群切内宴, 歌的歌, 舞的舞。 内中一切唱一支, 黄鹰而道。 秋雨酿春寒, 见繁花树树残, 泥土满眼灯林圈, 亦将一流几弯, 云山几盘, 天涯及目空长断, 技术难, 无情争艳, 飞不到滇难。 杨千世剑唱出滇难两字, 一个撞心拳, 变了脸色的, 要你们提起, 什么滇难不滇难? 心下有些不快活起来, 不想支县已在外边, 看见大门关上, 两个成差事任的他家路径的, 从侧边踢墙而入。 先把大门开了, 请支县到正厅上坐下, 叫人到里边传报道, 义主在外有请。 杨千世正因滇难二字处着隐中, 有些动心。 胡听得支县来到正厅上, 想到, 这时候到此何干? 必有敲息, 莫非前世有人告发了? 心下惊慌, 一时无忌, 道且躲过了他再处, 急往除下造前去躲。 支县见报了许久不出, 恐访有失, 忙入中堂, 自求搜寻。 家中妻妾一时藏壁不及, 支县吩咐, 换一个上前来说话。 此时无奈, 只得走一个妇女出来答应。 支县问道, 你家爷那里去了? 这个妇人回道, 出外去了, 不在家里。 支县道, 胡说, 今日是年晚, 难道不在家过年的? 叫丛人将崽子扎僵起来。 这妇人着了忙, 喊道, 在, 在, 就把手指着除下。 支县率领从人, 静往除下来搜。 千事无计可施, 只得走出来道, 今日年夜, 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内保? 支县道, 非干晚生之事, 乃是按台老大人, 现场老大人相请, 问什么连杀五命的公事, 要老先生星夜到司队里。 如老先生不去, 要晚生待节, 不得不如此唐突。 千事道, 随你什么事, 也需让过年节。 支县道, 上司紧急, 两个成岔做题, 等不得过年。 只得要反老先生一行, 晚生奉陪同网就是。 支县就叫成岔守定, 不放宽战。 千事无奈, 只得随了支县出门。 支县灯十千了解批, 连夜解副会成。 两个成岔又指点补官, 一面到庄上绝了一师一手, 一同赶来。 那些在庄上的强盗, 见主人被拿, 风声不好, 一哄地走了。 谢连使特为这事岁朝生堂, 支县已将千事解禁。 千事换了小福, 跪在厅下, 口里还强盗, 不知犯官有何事故, 军牌居体, 如补反扣。 连使将暗怨所准状词, 读与他听。 千事道, 有何凭据? 连使道, 还你个凭据。 即将继老三放将出来道, 这可是你家人吗? 他所公口词的确, 还有何言? 千事道, 这是家人怀邪私恨无守的, 怎么听的? 连使道, 乌与不乌, 少景便见。 说话未完, 只见新都寻补, 县城已将红花场五个一师一手, 在衙门外着落地方收住, 紧思秉支。 连使道, 你说无凭据, 这五个一师一手, 如何在你地上? 连使又问补官, 相得一师一手怎么的? 补官道, 县城当时向来, 据是生前被人杀死, 伸手隔离的。 连使道, 如何? 可正与继三所共不义, 在推的吗? 千事俯首无辞, 只得认了道, 一时酒醉触怒, 做了这事。 岂看近身体面, 遮盖些泽个。 连使道, 近身中由此, 不但依寇中秦一寿, 乃秦一寿中豺狼也。 十岸台早知此事, 密访已久, 如何清代得? 即将杨谦氏收下监侯, 代行官取道原告再问。 中赏了两个成叉, 己三是放宁家去了。 官文行道云南, 两个秀才知道杨谦氏已在狱中, 兴夜赴成都来执命, 晓得是在暗查司, 竟来投道。 连使教押到一尸一场上, 认领父亲一尸一手, 取出千世对质一番, 梁子将千世拳打脚踢。 连使喝住道, 既在官了, 自有应得罪名, 不必如此。 将千世一亿人杀死三命者律, 经更多二命, 你凌迟处死, 绝不带事。 下手诸道, 以为从定罪, 侯勤或发落。 千世细事直观, 申愿奏请定夺。 不等的旨意转来, 杨千世是受用的人, 在狱中受苦不过, 又见张贡生率领四仆日日来打他, 不多几时, 必于狱底。 千世元不曾游子, 家中竟无主持, 朱妾各自散去。 只有杨二房八岁的儿子杨清, 是他亲职, 应得承受, 破天家也多贵于他。 杨坚是往自生前要算计病职儿子的, 岂知身后连自己的道与他了? 这便是天理不敏处。 那张贡生只为要欺欣小兄弟的人家, 弄得身子冤死他乡, 姓德官府清正有锋利, 才报得仇。 却是刑官本处, 又经提请, 把这件行仪会上司图占家产之事, 各处拨扬开了。 张斌此时同了母亲禀告县官道, 若是家事不该评分, 鸽子为何行仪会? 眼见得欺欣, 所以丧身。 金两姓执命, 既已明白, 家事就好工断了。 此戏成都成案, 奏书分明, 须不是撰造得出的。 县官礼上说他不过, 只得把张家一英产业两下评分。 张斌得了一半, 两个折得了一半, 两个折也无可争论。 张贡生早知道到底如此, 何苦将钱去买憔悴, 白折了五百两银子, 又送了五条性命。 真所谓无良不成, 反书亦铁眼。 奉劝世人, 还是存些天理, 守些本分的好。 钱财又分苦争多, 反自将渗入网罗。 看去两家归宿处, 心机用尽竟如何。 第五章香闽宫元宵狮子十三郎五岁朝。 此云, 瑞烟福进院, 正将去春回, 心争方伴, 兵伦桂滑满。 以花去歌市, 芙蓉开变。 龙楼两关, 见银竹星球有烂。 卷珠连, 近日生歌, 圣极宝柴金串。 看现, 起罗丛礼, 蓝摄乡中, 正宜游完。 风柔叶暖花影乱, 笑声轩。 闹耳满路, 成一团一打快, 促着官抖转。 喜黄兜旧日风光, 太平再见。 慈青, 瑞赫先。 这一首词, 乃是宋少星年间, 慈人康伯克所作。 伯克元是北人, 随嫁南渡, 有名是个会做岳府的才子, 奏身王剑于高宗皇帝。 这次担到着上元家景, 高宗皇帝极其称赏, 欲赐金箔甚多。 词中为何说旧日风光, 太平再见? 盖音靖康之乱, 灰, 亲被鲁, 中原禁属金仪, 侥幸康主难度, 极了地位。 偏安异于, 偷闲取乐, 还要模拟圣时光景, 故此人歌咏如此, 也是自解自乐而已。 怎如得当初柳齐青另有一首词云, 近露花身, 绣功日涌, 熏风不暖, 便少景, 兜门十二, 元宵三五, 银缠光满, 连云赴道灵飞观, 耸黄居立, 家气锐烟囱, 翠华萧姓, 是储存战狼院, 游凤竹, 一交一光兴汉, 对咫尺熬山开至善, 慧岳府两级神仙, 黎原四不闲管, 向小色, 兜人未散, 迎万景, 珊瑚熬变, 愿碎碎, 天长里长瞻凤年, 此记请悲乐, 这首词多说着圣诗恭敬说话, 只因宋十级作星是个元宵, 大张灯火, 御驾亲临, 君民同乐, 所以说道今吴不今夜, 欲露莫相催, 然因是清城侍女通宵出游, 没些禁忌, 其间就有丝妻密约, 蜀窃狗偷, 弄出许多画饼来, 当时李汉老又有一首词云, 地成三五, 灯光花式迎路, 天街有楚, 此时芳信, 凤缺都民, 涉华豪富, 沙龙才过处, 鹤道转身, 一臂小来且住, 见许多才子艳志, 携手并肩低语, 东来西网谁家女, 买玉眉蒸带, 缓步相丰度, 北关难顾, 见画竹影里, 神仙无数, 隐人魂四岁, 不如趁早, 补月归去, 这一双情眼, 后生进得许多一壶一去, 慈记, 女罐子, 细看此一慈, 可见元宵之夜, 趁着喧闹从中, 干那不三不四勾当的, 不翼而足, 不消说起, 而今在下说一见元宵的事体, 直叫, 闹洞公侯府, 分开地主言, 华图入地去, 至子见天还, 话说宋神宗朝, 有十丈臣王湘敏公, 当会这一个勺字, 全家住在京师, 真是坦坦相辅, 富贵奢华, 自不必说, 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其实王安时未用, 心法未行, 四敬无亲, 万民乐业, 正是太平时候, 家家户户, 典放花灯, 自从十三日为始, 十阶九世, 欢呼打扮, 这夜十五日是正夜, 年年规矩, 官家亲自出来, 赏完通宵, 清城是女, 专戴天眼一看, 且是此日难得一轮明月当空, 照耀如同白昼, 映着各色青巧花灯, 从来叫做灯月一焦一灰, 极为美景, 湘敏公家内卷, 自夫人以下, 老老幼一幼, 没一个不打扮起整了, 只后人牵着帷幕, 出来街上看灯游耍, 看官, 你倒如何用着帷幕, 盖音光患人家女卷, 恐慌皆是人哀哀擦擦, 不成体面, 所以或用卷段, 或用布皮等类, 扯坐长圈围着, 只要隔绝外边人, 他在里头走的人, 园子四边看得见的, 近时叫他做部杖, 故有子私部杖, 锦部杖之称, 这是大人家规范如此, 闲话且过, 却说湘敏公有个小崖内, 是他墨唐最小的儿子, 排行第十三, 小名叫做南该, 年方五岁, 聪明乖绝, 容貌不凡, 何家内外大小都是喜欢他的, 公宇夫人自不必说, 其实也要到街上看灯, 大宅门中衙内, 穿着起枕还是等闲, 指头上一顶帽子, 多是黄豆来大不打眼的羊猪, 穿成双缝穿牡丹花样, 当面前一粒猫急眼宝石, 金光闪烁, 四围又是五色宝石镶着, 乃是鸭青, 祖母绿之类, 指这顶帽, 也值钱来贯钱, 香敏公吩咐一个家人王吉, 拖在背上, 随着内眷一起看灯, 那王吉是个小法度的人, 自道身是男人, 不敢在围中走, 只向傍围外而行, 行到宣德门前, 恰好神宗皇帝正与宣德门楼, 圣旨许令万目仰官, 今无畏不得拦阻, 楼上设着凹山, 灯光灿烂, 香烟富裕, 奏动玉悦, 萧谷喧天, 楼下诗成百戏, 供奉玉兰, 看得真是人山人海, 挤得凤地都没有了, 有汉林成旨王与玉, 上元英志诗为证, 雪霄华月满仙台, 万竹当楼宝善开, 霜丰云中浮年夏, 六傲海上驾山来, 浩经春久瞻周焰, 焚水秋风漏汉彩, 一曲生平人尽乐, 君王又尽紫霞碑, 此时王吉庸在仁丛之中, 因为肩上附了小崖内, 好生不变, 观看得不甚相义, 忽然觉得碑上轻松了些, 亦是看得浑了, 望其所以, 伸伸腰, 抬抬头, 且是自在呆呆里向上看着, 猛然想到, 小崖内呢, 急回头看时, 眼见得不在背上, 四下一望, 多是面生之人, 竟不见了小崖内踪影, 欲要找寻, 又被挤住了脚, 行走不得, 王吉心慌缭乱, 将身子尽力挨出, 挨得骨软筋马, 才到的稀松之处, 遇见府中一伙人, 问道, 你们见小崖内吗? 府中人道, 小崖内是你负着, 怎到来问我们? 王吉道, 正是闹嚷之际, 不知那个伸手来我背上接了去, 想必是府中弟兄们见我费力, 替我报了, 放松我些, 也不见得。 我一时贪个松快, 人道里不看得仔细, 极致寻石已不见了, 你们难道不曾撞见? 府中人见说, 大家慌张起来, 道, 你来做怪了, 这是做耍的事? 好如此不小心, 你在人千人万处, 失去了, 却在此问张问里, 岂不误事? 还是分头, 再到闹头里寻。 一伙十来个人, 同了王吉挨出挨入, 高呼大叫, 怎当的人多得紧了, 茫茫里向那个问事? 落的眼睛也看花了, 喉咙也叫哑了, 并无一些影响。 寻了一回, 走江龙来, 我问你, 你问我, 多一般不见, 慌作了一一团一, 有的到, 或者那个抱了家去了, 有的到, 你我都在, 又是那一个抱去。 王吉道, 且到家问问看右处, 一个老家人道, 绝不在家里, 头上东西要人眼目, 被歹人连人盗拐去了。 我们且不要惊动夫人, 先到家秉支了相公, 差人及早击补为事。 王吉剑说要秉支相公, 先自窃了一半, 道, 如何回得相公的话? 且从容计较打听, 不要兴急便好。 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 那由得王吉主张, 一起奔了家来。 私下问问, 那得个小崖内在里头, 只得来见香敏公, 却也孽孽如如, 未敢一直说失去小崖内的事。 香敏公见众人急急之壮, 道问道, 你等去魏多时, 如何一起跑了回来? 且多有些慌张失智光景, 必有缘故。 众家人才把王吉 在人从中失去小崖内知识说了一遍。 王吉跪下, 只是叩头请死。 香敏公毫不在意, 笑道, 去了自然回来, 何必如此着急? 众家人道, 此必是歹人拐了去, 怎能勾回来? 相公还是着落开封府, 及早追捕, 方得无失。 香敏公摇头道, 也不必。 众人道是一番天样大, 火样急的是, 后知香敏公看得等闲, 声色不动, 化作一杯血水。 众人了解其意, 只得到为中秉之夫人。 夫人惊慌, 抽身急毁, 勤着一把眼泪来与香共商量, 香敏公道, 若是别个儿子失去, 便当积极寻访。 今世无时三郎, 必然自会归来, 不必忧虑。 夫人道, 此子虽然连利, 点点年纪, 奢侦煞也只是四五岁的孩子。 万众之中挤掉了, 怎能勾自会归来? 养娘美道, 闻得歹人拐人家小厮去, 有擦瞎眼的, 有啄吊脚的, 千方百计摆不坏了, 装作教化的花钱。 若不急急追寻, 必然崖内遭了毒手。 个个啼哭不住。 家人美道, 相公便不招洛夫李击补, 招铁也写几张, 或是大张告示, 有人贪图赏钱, 便有仿得夏洛的来报了。 一时间你出一说, 我出一件, 分云乱讲。 只有湘敏公依然不以为意, 道, 随你议论百出, 总是多的, 过几日自然来家。 夫人道, 摩和罗班一个孩子, 怎生舍得失去了不在心上。 说这样些话, 湘敏公道, 包在我身上, 还你个就孩子变了, 不要兴急。 夫人那里放心, 就是家人美, 养娘美也不肯信相公的话。 夫人自吩咐家人各处找寻去了不提, 却说那晚, 男该在王级背上, 正在挨起喧嚷之际, 忽然有个人趁进到王级审判, 轻轻伸手过来接去, 仍旧一般拖着。 男该摊着观看, 正在眼花缭乱, 意识不绝。 只见那一个人富得在背, 便在人丛里乱几江过去, 男该才喝声道, 王级。 如何如此乱凿? 定睛一看, 那里是个王级, 衣帽装束多, 另是一样了。 男该年纪虽小, 心里煞是聪明, 便晓得是个歹人, 被他闹里来拐了, 欲带声张, 左右一看, 并无一个认得的熟人。 他心里思量道, 此壁摊我头上珠帽, 若被他掠去, 虚难寻讨, 我且藏过帽子, 我身子不怕他怎得。 虽将手去头上除下帽子来, 揣在袖中, 也不言语, 也不慌张, 任他驮着前走, 却像不晓得什么的。 将近东华门, 看见轿子四五成蝶连而来, 男该去轿子来得较劲, 伸手去攀着轿黄, 大呼道, 有贼, 有贼, 救人, 救人。 那副男该的贼出于不义, 骤听的背上如此呼叫, 吃了一惊, 恐怕被人拿住, 连忙把男该撩下杯来, 脱身便走, 在人丛里混过了。 教中人在教内闻的孩子生患, 推开帘子一看, 见是个青头白脸磨合罗般, 一个小孩子, 心里喜欢, 叫住了叫, 抱将过来, 问道, 你是何处来的? 男该道, 是贼拐了来的。 教中人道, 贼在何处? 男该道, 方才叫喊起来, 在人丛中走了。 教中人见他说话明白, 摸他头道, 乖乖, 你不要心慌, 且随我去再处, 便双手抱来, 放在膝上。 一直进了东华门, 进入大内去了。 你到教中是何等人? 原来是川宫的高品进士忠大人, 因圣驾御楼关灯已毙, 先同这一班的中贵四五人, 前去宫中排宴, 不想遇着难该叫喊, 抱在教中, 进了大内。 忠大人吩咐从人, 领他到自己入职的房内, 与他国品吃着, 被握一文衣着。 孔房经吓了他, 叮嘱又叮嘱, 内奸心性喜欢小的, 自然如此。 次早, 中大人四五人, 直到神宗御前, 叩头贵禀道, 好交万岁爷爷得知, 一奴一臂等, 昨晚随时赏灯回来, 在东华门外时的一个失落的孩子, 领进宫来, 此乃万岁爷爷得子之兆, 一奴一臂等, 不胜喜欢。 未知是谁家之子, 未请圣旨, 不敢谈辩, 特此起奏。 神宗此时前行未要, 正及的是生子一事。 剑说时得一个孩子, 也倒是疑难之想。 西洞天言, 叫快宣来剑。 中大人领旨, 急到人职房内抱了南该, 先对他说, 圣旨宣照, 如今要剑架里, 你不要惊怕。 难该剑说剑架, 晓得是见皇帝了, 不慌不忙, 在袖中取出珠帽来, 疑似昨日戴了, 随了中大人, 竟来见神宗皇帝。 娃子家虽不曾一袭依着什么松乎拜武之礼, 却也情全取腿, 一拜两拜地叩头起手, 洗得个神宗爹脚欢便, 欲口问道, 小孩子, 你是谁人之子? 可晓得姓神吗? 难该悚然启达道, 而姓王, 乃尘韶之幼子也。 神宗见他说出话来, 声音清朗, 皆语言有体, 大家惊议, 又问道, 你缘何得到此处? 难该道, 只因昨夜元宵, 举家关灯, 瞻仰圣荣, 攘乱之中, 被贼人偷驼被上前走。 欧见那家车程, 只得教乎求救。 贼人走脱, 陈随忠贵大人一同到此, 得见天言, 十出万幸。 神宗道, 你今年几岁了? 难该道, 晨五岁了。 神宗道, 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应对, 王少可谓有贼疑。 昨夜失去, 不知举家何等惊慌。 震惊急要送还辱妇, 只可惜没查处那个贼人。 难该对道, 陛下要查死贼, 一发不难。 神宗经喜道, 你有何见, 可以得贼? 难该道, 臣被贼人驮走, 已晓得不是家里人了, 便把头戴的珠帽处下藏好。 那珠帽之顶, 有臣母将绣针彩线插带其上, 以艳不详。 臣彼时在她背上, 向贼人无可继任, 就于除茂之时将针线取下, 密把她终领缝线一道, 插针在衣内, 以为暗号。 金陛下令人密查, 若一领由此针线看, 即是昨夜之贼有何难见? 神宗仗经道, 听在此耳, 一点年纪, 有如此大见识。 朕若不得贼, 孩子不如已。 待朕擒置了此贼, 方送辱回去。 又对近事夸称道, 如此奇异儿子, 不可令功为中人不见一见。 传旨及宣亲圣皇后见驾, 川宫人传将旨意进宫, 宣得亲圣皇后到来。 山湖行礼已毕, 神宗对亲圣道, 外乡有个好儿子, 倾可暂留宫中, 替朕看养他几日, 做个得子的衬兆。 亲圣虽然遵旨谢思, 不知什么事由, 心中有些犹豫不决。 神宗道, 要知详细, 临此而到宫中问他, 他自会说明白。 亲圣得旨, 领了难该自往宫中去了。 神宗一面写下秘纸, 拆个中大人假道开封府, 是长是短的, 从头吩咐了大尹, 立宪补贼以闻。 开封府大尹奉得秘纸, 非比寻常访贼的事, 怎敢时刻待缓。 即换过当日基布使臣和观察吩咐道, 今日奉到秘纸, 谢你三日内, 要拿元宵夜做不事的一伙人。 观察禀道, 无脏无证, 从何基布? 大尹叫和观察上来富尔迪言, 把中大人所传一领针线为耗之说说了一遍, 和观察道, 嫩地使, 三日之内管取完这头宫事, 只是不可生养。 大尹道, 你好干这事, 此事奉旨的, 非比别像盗贼小心在意。 观察生日而出, 道的使陈房, 及其一般掩明手快的工人来商量道, 元宵夜趁着热闹做歹事的, 不止一人, 失事的也不止一家。 偶然这一家的小儿不曾捞得去, 别家得手处必多。 日子不远, 此辈不过在花街柳墨酒楼饭店中, 庆松取乐, 料必未散。 虽是不知姓名地方, 有此暗计还怕什么? 遮磨没踪影的也要寻出来。 我没几十个做工的分头提访, 自然有个下落。 当下派定章二往东, 李四往西。 个人认路, 查方九四, 凡有众人一团一聚, 面生可疑之处, 即便留心挨身体看, 各自屈气。 原来那晚这个贼人, 有名的叫做刁儿手, 一起有十来个, 专一趁着闹热时节, 人从里做那不本分的勾当。 有诗为证。 婚夜坍塌唾手才, 全凭手快雅乖。 世人莫笑一胡一行事, 辟似求人更可爱。 那一个贼人, 当时在王家门首, 窥探踪迹, 见个小崖内齐整打扮被僵出来, 便自上了心, 一路围着走, 不高左右。 到了宣德门楼下, 正在挨起宣红之处, 去个空, 便双手溜将过来, 背了就走。 其他是小孩子, 纵有知觉, 不过惊怕啼哭之料无妨碍, 不在心上。 不提防到官教旁边, 却会叫喊有贼起来。 一时着了忙, 想到, 厉害! 卸着便走。 更不知悲伤头, 暗地里又被他做功夫, 留下继任了, 此时神仙也不猜到之事。 后来脱去, 见了同伙, 一团一巨扰来, 各出所获之物, 如三钗, 金宝, 竹玉, 雕鼠男儿, 虎伪护警之类, 无所不有。 只有此人却是空手, 竖其缘故, 众贼道, 何不单雕了朱帽来? 此人道, 他一身衣服, 多有宝珠扭扣, 手足上各有串着, 就是四五岁, 一个小孩子, 好歹也支两关钱, 怎舍得轻放了他? 众贼道, 而今孩子何在? 正是贪多嚼不烂了。 此人道, 正在那家教边叫喊起来, 随从的鱼猴虎狼野寺, 好不多人在那里, 不都住身子, 便算天大侥幸, 还望财务里。 众贼道, 果是厉害, 而今幸得无事, 弟兄们且打平火, 吃酒压进去。 于是, 一日轮一个座主人, 只捡隐辟酒物, 便去畅饮。 逝日, 正在玉金园旁边一个酒物里头, 欢呼畅饮。 一个座工的, 叫做李云, 偶然在外经过, 听得猜拳或止呼鸿鹤六之一声。 他是有心的, 便学进门来一看, 见这些人举止气象, 心下十分巧克。 走去做了一个独妇做头, 叫声, 买酒饭吃。 殿小二先将斩住安顿去了。 他便站僵起来, 背着手夺来夺去, 侧眼把那些人逐个个去江去, 那中一个果然衣领上挂着一寸来长短彩线头。 李云小的着手了, 叫店家, 且慢烫酒, 我去街上邀这个客人一桶来吃。 忙走出门, 口中打个一壶一哨, 便有七八个做工的走江笼来, 问道, 李大, 有影响吗? 李云把手指着店内道, 正在这里掏, 已看得识了。 我们几个守着这里, 把一个走去, 再叫几十来个弟兄一同下手。 那中一个会走的飞也四去, 又叫了十来个做工的来了。 发声喊, 望酒屋里打进去, 叫道, 凤圣只拿元宵夜贼人一伙。 店家协力, 不得放走了人。 店家听得圣旨二字, 小得厉害, 急急小二, 火工, 后生人等, 值了器械出来帮助。 十来个贼, 不曾走了一个, 多被捆倒。 正是, 日间不做亏心事, 夜半敲门不吃惊。 大凡做贼的见了做工的, 就是老鼠遇了猫, 剑形便服, 做工的见了做贼的, 就是仙鹤遇了蛇洞, 闻起极致。 所以这两项人美美私自相通, 时常要些孝顺, 叫做打夜钱。 若是捉破了贼, 不是什么要紧攻势, 得些力士便放松了。 而今是亲线要人的事, 衣领上针线斗着海底眼, 如何容得宽展。 当下捆住, 先包了这一个的衣服。 众贼虽是口里还强, 却各个肉颤身摇, 面如土色。 身判一搜, 各有灵赃。 一只李鸦到开封府来, 报之大隐。 大隐生堂, 验着衣领针线事实, 明知无网, 喝酒, 用起行来。 领招实情, 提棚扒吊烤, 备受苦楚, 这些顽皮赖肉, 只不肯招。 大隐即将衣领针线问他道, 你身上何得有此? 贼人不知事端, 信口之无。 大隐笑道, 如此巨贼, 却被小孩子算破了, 岂非天理昭彰。 你可记得元宵夜内, 家教边教救人的孩子吗? 你身上已有了暗计, 还要抵赖到那里去? 贼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 对口无言, 只得招出实话来。 乃是今年累岁遇着节令圣时, 即使四处剽窃, 以及平时掠犯子女, 伤害性命, 罪状山击, 难以美举, 从不败露。 岂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后, 猝然被擒, 却被小子暗算, 惊动天听, 已至有此。 莫非天树该败, 一死难逃。 大隐择了口词, 谍成文卷。 大隐却记口词, 谍成文卷。 大隐却记起, 旧年元宵珍珠基一案, 献补未获的那一件事来。 你倒又是甚是, 看官且放下这头, 听小子说那一头。 也只因宣德门张灯, 王侯贵妻女卷, 多设账母在门外梁武, 日间先在那里等侯观看。 其实, 有一个宗王家在东手, 有个女儿名唤珍珠, 因赵姓天皇之族, 人都称她珍珠足迹。 年十六岁, 未曾许嫁人家, 颜色明艳, 服侍先例, 要人眼目。 宗王的夫人一妹族中, 却在携手。 姨娘晓得, 外甥珍珠姬在帐中关灯, 叫个丫鬟走来相邀一会, 上妇道, 若肯来, 当差都叫来迎。 珍珠姬听罢, 不胜知喜, 便对母亲道, 而正要见见姨娘, 恰好她来相请, 是必要去。 夫人亦欣然许悦, 打发丫鬟先去回话, 专猴叫来相迎。 过不多时, 只见一城兜教打从西边来到帐前。 珍珠姬孩子心性, 巴不得就到那边玩耍, 叫养娘们问的事来接的, 吩咐从人随后来, 自己不耐烦等待, 慌忙先自上教去了。 才去的一会, 先前来的丫鬟又领了一城兜教来道, 说道, 立等珍珠姬相会, 快请上教。 王府李家人道, 珍珠姬方才先随教去了, 如何又来迎接? 丫鬟道, 只是我同这城教来, 那里又有什么叫仙道? 家人们晓得有些敲息了, 大家忙乱起来。 闻之宗王, 这人到西边去看, 眼见得绝不在那里的了。 积极吩咐于后知, 从人等四下找寻, 并无影响。 急剧势壮, 告导开封府。 府中晓得是王府李氏, 不敢怠慢, 散遣鸡不使臣, 挨扎踪迹。 王府李自出赏街, 报信者二千罐, 竟无下落。 不提, 且说真竹鸡刺上了教后, 但见教夫四足齐举, 齐行如飞。 真竹鸡心里道, 是请客就到的路, 何须得如此慌走? 却也道是教夫脚步惯了的, 不以为意。 急至抬眼看时, 羞乎转弯, 不是正路, 渐渐走到辖像里来, 教夫们脚高不低, 越走越黑。 心里正有些疑惑, 忽然叫住了, 教夫多走了去。 不见有人相接, 只得自己先连走出窖来, 定睛一看, 只叫得苦。 原来是一所古庙。 旁边鬼族十余个, 各持兵杖加厉, 中间坐着一位神道, 面阔齿鱼, 虚然满颗, 目光如炬, 肩臂摆动, 像个活的一般。 珍珠鸡心慌, 不免下败。 神道开大言道, 你修得惊怕。 我语如有溯源, 故使神力设你至此。 珍珠鸡见神道说出话来, 欲加惊怕, 放声提哭起来。 旁边两个鬼族走来扶着, 神道说, 快取鸭精酒来。 旁边又一鬼族, 斟着一杯热酒, 向珍珠鸡一边奉来。 珍珠鸡遇待推剧, 又怀惧怕, 勉强江口接着, 被他一贯而尽。 珍珠鸡早已天旋地转, 不知人事倒在地下。 神道走下坐来, 笑道, 着了手眼。 旁边鬼族多攒江拢来, 同神道各卸了庄树, 除下面具。 原来个个都是活人, 乃一伙巨贼装成的。 江蒙, 汉, 要灌倒了珍珠鸡, 抬到后面去。 后面定将一个婆子出来, 扶去放在床上眠着。 众贼汉称他昏迷, 次第坚衣淫衣。 可怜金之玉叶之人, 凌落在狗一挡一壶群之手。 坚衣淫衣已毙, 吩咐婆子看好。 各自散去, 别做胆事了。 珍珠鸡睡至天明, 看看苏醒, 睁眼看时, 不知是那里, 但见一个婆子在旁边坐着。 珍珠鸡自觉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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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 把手摸时, 周围虚肿, 明知着了人手, 问婆子道, 此事何处? 将我送在这里。 婆子道, 夜间众好汉美送江小娘子来的。 不必心交, 管取你就落好处变了。 珍珠鸡道, 我是宗王府中闺女, 你没逮人后, 如此一壶一行乱坐。 婆子道, 儿今说不得王府不王府了, 老身见你是金之玉叶, 须不把你作贱。 珍珠鸡也不晓得她的说话音由, 五卓眼只是啼哭, 原来这婆子是个雅婆, 专一走大人家雇卖人口的。 这伙巨贼略的人口, 便来投她家下, 留下几碗, 就有头主来成了去的。 那时留了珍珠鸡, 好言一温一味的熟分。 刚两三日, 只见一日一成叫来抬了去, 已将她卖与成卖一个富家为妾了。 主翁成婚后, 云雨之时, 心里晓得不是厨子, 却见她美色, 甚是喜欢, 不以为意, 更不曾提起问她来历。 珍珠鸡也身怀羞愤, 不敢轻易自言, 怎当的那家鸡且颇多, 见一人专一宠一, 晋升极度之心, 说她来历不明, 多管是在家饭间被竹出来的一奴一臂, 日日在主翁耳根边积锅。 主翁听得不耐烦, 偶然问其来处, 珍珠鸡挨着心中事, 大声提味, 诉出事由来, 方知是宗王之女, 被人略卖至此。 主翁多曾看见榜文赏贴的, 老大吃惊, 恐怕事发连累, 急忙叫人寻取原媒亚婆, 以字不知去向了。 主翁寻思道, 此等奸徒, 此处不败, 别处毕露。 道得跟究起来, 献赃在我家, 虚曾不过, 可不是天大利害。 况且王府女眷, 不是取笑, 必有寻着根底的日子。 别人做了歹事, 把个仇不带丢在这里, 替他顶死不成。 心生一计, 叫两个家人家里, 抬出一顶破竹窖来装好了, 请出珍珠机来。 主翁那头便拜道, 一向有眼不识贵人, 多有唐突, 却是辱墨了贵人, 多是歹人做的事, 小可并不知道。 金情怨折了身价, 白送贵人还府, 指望高抬贵手, 凡事遮盖, 不要牵累小可择个。 珍珠机见说送他还家, 就如听的一封九重恩赦道来。 又原是受主翁后代的, 见他小心陪礼, 好生过意下去, 辉言道, 只要见了我父母, 绝不提起你姓名罢了。 竹翁请珍珠机上了轿, 两个家人抬了飞走, 珍珠机也不急分别一声。 慌忙走了五六里路, 一抬抬到荒野之中, 抬轿地放下竹轿, 抽身便走, 移岛延去了。 珍珠机在轿中探头初看, 只见静悄无人, 走出轿来, 前后一看, 连两个抬轿的影踪不见, 慌张起来道, 我只如此命见, 如何不明不白, 抛我在此? 万一忧郁歹人, 如何是好? 没做理会处, 只得仍旧进轿做了, 放声大哭起来, 乱喊乱叫, 将身子在轿内置颠不已, 头发多颠地蓬松。 此时正是春三月天道, 时常有郊外踏青的, 有人看见空旷之中, 一城逐轿内, 有人一大哭, 不胜害意, 渐渐走江龙来。 起初只是一两个人, 后来波济搬为江转来, 你劫我问, 你宣我嚷。 珍珠机慌慌张张, 没口得分宿, 一发说不出一句明白话来。 内中有老成, 人, 摇手叫四旁人默嚷, 朗声问, 道, 娘子是何家宅眷? 阴慎独自歇叫在此。 珍珠机方才勤了眼泪, 说的话出来道, 一奴一是王府中足迹, 被歹人拐来在此的。 有人抱之府中, 定当重赏。 当时王府中赏贴, 开封府榜文, 谁不知道。 珍珠机话才出口, 早已有寝宫的飞, 也四驱报了。 虚语之间, 王府中干半鱼后走了, 若多人来认看, 果然破窖之内, 坐着的是珍珠足迹。 慌忙打窖来换了, 抬归府中。 父母与何家人等, 看见头蓬病乱, 满面泪痕, 抱着大哭。 珍珠机一发乱颠乱治, 哭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只等哭得尽情了。 方才把前十失去 今日归来的事端, 一五一时告诉了一遍。 宗王道, 可晓得那逃你的事那一家。 便好挨诈。 珍珠机心里还护着拿主翁, 回言道, 人家辨认的, 却是不晓得姓名, 也不晓得地方, 又来得路远了, 不记起在那一边。 亦且那人家缘不知情, 多是歹人所为。 宗王心里倒是, 家丑不可外养, 孔女儿许不得人家。 只得寒忍过了, 下去声张, 老是报究。 只按地嘱咐开封府, 留心访贼罢了。 隔了一年, 又是元宵之夜, 弄出王家这件案来。 其实, 大隐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贼, 记得王府中的事, 也把来问问看, 果然极是这伙人。 大隐咬牙切齿, 拍案大骂道, 这些贼男女, 死有余辜。 贺一交一家力行仗, 各打了六十训棍, 压下死囚牢中, 奏请鸣段发落。 奏内大略云, 群道元兮所为, 只于驱匡, 居横所犯, 尽数推卖。 四次宵敬之徒, 岂容年古之下。 何行遍路, 已尽邦机。 神宗皇帝建奏, 晓得开封府尽获盗贩, 笑道, 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 龙颜大喜, 批准奏章, 卓会官及时处决, 又命开封府, 在陆遇此一通来看。 开封府亲赐亲尊, 处斩重道以弊, 以免回奏, 复将前后, 犯犹御祠详细路上。 神宗得奏, 即将御祠龙在袍袖之中, 含笑回宫。 且说正宫亲圣皇后, 那日清奉圣御, 赐予外乡小儿居养, 以为得子之兆, 当下谢恩领回宫中来。 试问他来立背戏, 那小孩子应答如流, 语言清朗。 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经过, 可知道不怕面生, 就像自家屋里一般, 嬉笑自若。 喜得个亲生心花也开了, 将来抱在膝上, 抱起心肝的不住的脚。 命宫额曲禀书装下来, 替他略发整容, 调之画额, 以发打扮的齐整。 何宫妃平文的亲圈宫中 遇刺一个小儿, 进阶来到宫中, 一来称贺娘娘, 二来观看小儿。 该因小儿是宫中所不曾有的, 实觉稀罕。 极致见了, 又是一个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磨合罗般一个能言能语, 百问百答, 你倒有不快活的吗? 妃嫔美要奉承娘娘, 一切喜欢孩子, 争先将出宝完, 金竹串着等类, 来坐见面前, 多塞在他小袖子里, 袖子里盛满了这不得。 亲圣命一个老内人, 逐一替他收好了, 又叫领了他到个宫朝见玩耍, 各自以为圣事, 你抢我塞, 又多个有赏赐, 宫中好不喜欢热闹。 如是时来日, 正在喧哄之际, 忽然驾性亲圣宫, 宣召前日孩子。 亲圣当下率领难该朝见以弊, 神宗问亲圣道, 小孩子莫惊怕否? 亲圣道, 蒙圣司斥令暂举此而, 此而聪慧非凡, 虽居禁地, 毫不改度, 老成, 人不过如此。 时乃陛下, 洪福齐天, 国家有此等神童出世, 臣妾不胜心性。 神宗道, 郝教卿等知道, 指那夜做歹事的人, 尽被开封府所获, 则为一领上针线暗计, 不到得走了一个。 此而可谓有至极意义。 金贼人进行斩气, 怕他家里不知道, 在家忙乱, 今日好好送还他去。 亲圣与南该阁叩首谢安。 当下传指, 斥令前日报进宫的那个钟大人, 护送归帝, 遇赐金锡一路, 与他押京。 钟大人的旨, 就遇前报了南该, 辞了亲圣, 一路出宫。 亲圣上物资好些不割舍他, 提及自由赏赐, 与同前日各宫所赠之物总珠一框, 令人一桶一娇一妇与钟大人收好, 送到他家。 钟大人出了宫门, 传命起辆毒车, 积了圣旨, 就报南该坐在怀里了, 竟望王家而来。 去时末地偷江去, 来日从天降下来。 还报和园亲见地, 谎一鬼使与神差。 话说王湘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崖内, 何家里外大小, 没一个不忧愁思虑, 苦苦啼啼。 只有湘敏毫不在意, 竟不令人追寻。 虽然夫人与同管家的吩咐众家人各处探访, 却也并无一些影响。 人人懊恼, 没个事处。 忽然此日朝门上非报将来, 有钟大人亲及圣旨到地开毒。 乡敏不知事端, 吩咐盲牌相案迎接, 自己观身袍护, 俯服听旨。 只见钟大人抱了个小孩子下毒车来, 家人上前来睁看, 认得是小崖内, 倒吃了一惊。 不觉大家手舞足蹈, 尽不得喜欢。 钟大人喝道, 且听宣圣旨。 高声宣道, 清元肖狮子, 乃朕获之, 金雀还清。 特赐押金物一路, 讲其幼稚。 亲在, 钟大人宣必, 乡敏拜武谢恩已了, 请过圣旨, 与钟大人叙礼, 分宾主坐定。 钟大人笑道, 老仙儿, 好个乖令郎。 乡敏正要问几根油, 钟大人笑嘻嘻的秀忠, 取出一卷文书出来, 说道, 老仙儿要知令郎去来试端, 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 乡敏接过手来一看, 乃开封府或道与此也。 乡敏从头看去, 见是密诏开封补获, 便道, 汝秀小儿, 如此惊动天听, 又凡胜律货贼, 直叫老臣粉身碎骨, 难报圣恩万一。 钟大人笑道, 这贼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 不凡一毫胜率, 所以为妙。 南盖当时就口里说, 那夜后的长怎滴短, 后的见皇帝, 怎滴拜皇后, 明明朗朗, 诉个不住口。 先前何家人听见圣旨道时, 以攒在中门口观看, 急见南盖出车来, 大家惊喜, 只是不知头脑。 直带听见南盖被细数此一遍, 心下方才明白, 尽多赞叹他乖巧之极。 放心香敏不在心上, 不肯追求, 倒是他自就会归来的, 真有先见之名也。 香敏吩咐之久款待钟大人, 钟大人就将圣上亲赏压经金西, 即亲圣与各公所赐之物, 沉舍起来。 真是珠宝盈亭, 光彩夺目, 所值不斥俱万。 钟大人磨着南盖的头道, 哥, 勾你买果吃了。 香敏又叩首对却谢安。 方命管科写下谢表, 先附中大人沉奏。 等来日早朝面圣, 再行率领小子谢安。 钟大人道, 令郎哥是咱家遇着协剑圣人的, 咱家也有个博脸, 做个纪念。 江出元宝二哥, 彩断八表里来。 香敏再三推辞不得, 只得收了。 令郭后里答谢过钟大人, 钟大人上车回赴圣旨去了。 香敏送了回来, 何家欢庆。 香敏公道, 我说你们不要忙, 我十三必能自归。 金非但归来, 且得了许多恩赐, 又以拿了贼人, 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张来。 可见我不着急的是吗? 何家格格称服, 后来难该取名王才, 正和年间, 大有文声, 功名显达。 只看他小师举动如此, 以占大就矣。 小师寥寥大师家, 五岁孩童已足夸。 继父聚屠卢樊樊长, 直叫天子宋还家。 第六章李将军错任就流逝女鬼丛夫。 诗云, 在天愿为彼一鸟, 在地愿为连礼制。 天长地久有识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四句乃是白乐天, 长恨歌中之语。 当日, 只为唐明皇与杨贵妃 七月七日之夜, 在长生殿前对天发了词愿, 愿生生世世, 得为夫妇。 后来马为之男, 杨贵妃自艺, 明皇心中不舍, 命红都倒是求其魂魄。 倒是宁神玉气, 见之欲真仙宫, 倒是因为长生殿前私愿, 还要副将人间, 与明皇做来生的夫妇。 所以, 白乐天树其事, 做一篇长恨歌, 由此四句。 盖魏世间唯有愿得成双的, 随你天荒地老, 此情到底不敏也。 小子而今先说一个不愿成双的古怪事, 做个得胜头回。 宋师唐州比扬, 有个妇人王八郎, 在一江一怀做大商, 与一个娼妓往来的密。 相遇日久, 胜似夫妻。 没要娶她回家, 家中仙已有妻子, 甚是不得已。 既有了取娼之意, 归家见了就妻室, 一发觉得燕增, 只管寻是寻非, 要赶逐妻子出去。 那妻子是个乖巧的, 见不是头, 也就怀着二心, 无心恋着夫家。 欲带要去, 只可惜, 先前不曾留心, 积攒得些私房, 未好便轻易走动。 其实身判, 有一女儿, 年只数岁, 把她做了油套, 晚慈弘那大秀道, 我嫁你已多年了, 女儿又小, 你赶我出去, 叫我那里去好。 我绝不走路的。 口里如此说, 却日日打点出去的计较。 后来王生进到怀上, 带了娼妇回来, 且未到家, 再进向另另一所房子, 与她一同住下。 妻子知道, 一发坚毅药去了, 把家中细软尽情藏过, 狼反抗家伙食物多酱来卖掉。 等得王生归来, 家里已桌多不完全。 住肠晚短, 全部似人家模样。 仿知尽是妻子败坏了, 一时发怒道, 我这番绝留你不得了, 今日定要决绝。 妻子也愤然嚷毙道, 我晓得到底容不得我, 只是要我去, 我也要去得明白。 我与你当官休去。 当下扭住了王生双秀, 一直嚷到县堂上来。 知仙问这贝戏, 乃是夫妻两人彼此怨离, 各无戏恋。 取了词, 化了手膜, 依他断离了。 家事对半分开, 各自度日。 妻若再嫁, 追产还夫。 所生一女, 两下征药。 妻子诉道, 大秀薄姓, 一宠一娼妻妻, 若留女儿与她, 日后也要流落为娼了。 知仙道他说的是, 把女儿断与妻子领去, 各无词说。 出了县门, 自此两人各自分手。 王生自去接了娼妇, 到家同住。 妻子与女儿另在别村去买一所房子住了, 买些瓶罐之类, 摆在门前, 做些小经济。 他手里本子有钱, 恐怕大秀他日, 还有别是非, 故意装这个模样。 一日, 王生偶从那里经过, 恰好妻子在那里搬运这些瓶罐, 王生还有些旧情不忍, 好言对他道, 这些东西能尽得多少利息和不别做些什么生意。 琪琪大怒, 赶着骂道, 我与你决绝过了, 便同路人, 要你管我后的, 来调甚么好嗓。 王生老大没去, 走了回来, 自此再不相问了。 过了几时, 其女吉吉嫁了方承田嫁。 琪琪方将囊中续姬搬将出来, 尽数与了女婿, 约有十来万贯, 借在王家时, 瞒了大秀所藏下之物。 也可见, 王生固然薄姓有外号, 其妻缘也不是童心的了。 后来王生克死淮南, 琪琪在女家一死。 既已变恋, 将要埋葬, 女儿道, 生前与父不合, 而今既同死了, 该合作了一处, 也是我女儿没孝心。 便叫人去淮南迎了丧酒归来, 重复开关, 一同母一失衣, 各家喜敌, 换了衣服, 两一失一同卧在一踏之上, 等天明时刻了, 下了关, 同去安葬。 安顿好了, 过了一会, 女儿走来看看, 吃了一惊。 两一失一先前同事仰卧的, 金雀东西相悖, 各向了一边。 叫聚合家人多来看着, 尽都害意。 有的道, 眼见得生前不合, 死后还如此相悖。 有的道, 偶然那个一动了, 那里有死一失一会掉转来的。 女儿提提哭哭, 叫爹叫娘, 仍旧把来养我好了。 到的明日下关之时, 动手起一失一, 两个一失一孩, 仍旧多是侧眼着, 两倍相向的, 方晓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 女儿不忍, 毕竟将来同葬了, 要知他们阴中也未必相安的。 此时夫妇不愿成双的榜样, 比思纳生生世世愿为夫妇的差了多少。 而金说, 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 死后一经一灵, 还归一处到底不磨灭的画本。 可见世间的夫妇, 原自有这般情种。 有失为证, 生前不得同亲诊, 死后涂他供穴藏。 信誓世间情不敏, 寒平种上有鸳鸯。 这个画本, 在元顺帝治元年间, 淮南有个民家姓刘, 生有一女, 名幻翠翠。 生来聪明异常, 见字便认, 五六岁时便能诵诗书。 父母见他如此, 商量索性送他到学堂去, 等他多读些在肚里, 做个不带观的秀才。 临近有个异学, 请这个老学鸠, 有好些生童在里头从他读书, 留老爷把女儿送去入学。 学堂中有个金家儿子, 叫名金定, 生来俊雅, 又兼父姓聪明。 与翠翠一男一女, 真是这一堂中出色的了。 况又是童年生的, 学堂中诸生多取笑他道, 你们两个一般的聪明, 又是一般的年纪, 后来毕竟是一对夫妻。 金定与翠翠, 虽然口里不说, 心里也暗地有些自认, 两下相爱。 金生曾作一首诗赠与翠翠, 以见乡目之意, 诗云。 十二栏杆七宝台, 春风到处艳阳开, 东园桃树西园柳, 何不宜来宜处在? 翠翠也一蕴喝一首答他, 诗云。 平生有恨住英台, 怀抱何谓不肯开? 我愿东军秦用义, 早依花树向杨栽。 在学堂一年有幸, 翠翠过目成颂, 读过了好些书, 以后年已见长, 不到学堂中来了。 十六岁时, 父母要将他许聘人家。 翠翠淡文的友人一亲, 便关了房门, 只是啼哭连粥饭多不肯吃了。 父母出事不在心上, 后来见每次如此, 心中晓得有些尴尬。 仔细问他, 只不肯说。 在三维曲盘文, 许他说了出来, 必定依他。 翠翠然后说道, 西家金定, 与我同年, 前日同学堂读书时, 心里已许下了他。 金若不依我, 我只是死了, 绝不去嫁别人的。 父母听罢, 想到, 金家儿子虽然聪明俊秀, 却是家道贫穷, 岂是我家当门对户? 然见女儿说话坚决, 动不动哭个不住, 又不肯饮食, 恐怕违逆了他, 万一做出事来, 只得许他道, 你心里既然如此, 却也不难。 我这没人替你说去。 刘老荀将一个眉妈来, 对他说女儿脆脆, 要许西边金家定哥的说话。 眉妈道, 金家贫穷, 怎对得宅上起? 刘妈道, 我家翠小娘与她家定哥同年, 又曾同学, 翠小娘不是她不肯出嫁, 故此要许她。 眉妈道, 只怕宅上闲贫不肯, 既然肯许, 却又何难? 老媳妇一说便成, 眉妈领命, 竟到金家来说亲。 金家父母见说了, 惭愧不敢当, 回复眉妈道, 我家什么家当, 敢去搬她。 眉妈道, 不是这等说, 刘家脆脆小娘子, 心里一定要嫁小屁人, 几番啼哭不实, 别家来说的, 多回绝了。 难得他父母见女儿立志如此, 以许下她, 肯与你家小屁人了。 金你家若把嫔来推辞, 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缘, 一起辜负那小娘子这一片致成好心。 金老夫妻道, 拒着我家定哥财帽, 也配得他脆小姐过, 只是家下伪师贫男, 那里下得起聘定。 所以容易应成不得。 眉妈道, 应成游不得不应成, 只好把说话放晚屈谢。 金老夫妻道, 怎的晚屈? 眉妈道, 而今我替你传去, 只说道, 寒家有子, 破之诗书, 贵宅见语, 万分盛情, 敢不从命。 但寒家起自彭壁, 一向贫薄自干, 若要取壁聘问婚娶诸仪, 力不能办, 是必见谅, 毫不责备, 方好应成。 如此说去, 他家晓得你美下里不起的, 却又为女儿意思不得。 必然事件将就了。 金老夫妻大喜道, 多成指教, 有劳周权则各。 眉妈果然把这番话到刘家来复命, 刘家父母爱女过甚, 心下只要成事。 见眉妈说了, 金家自揣家贫, 不能下礼, 便道, 自古道, 婚姻论财, 一路之道, 我家只要许的女婿好, 那在财礼。 但是一见, 他家既然不足, 我女到他家里, 只怕难过日子, 除非招入我美家里, 做个坠婿, 这才使得。 眉妈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说, 这是倒在金家怀里去做的事, 金家有何推托? 千欢万喜, 应允不迭。 岁凭着刘家捡个好日, 把金定昭将过去, 凡是一应必搏养酒之类, 多是女家自备了过来。 从来有这话的, 入社女婿只带着一张卵带走, 金家果然不费分毫, 竟成了亲事。 只因刘翠翠坚毅, 看上了金定, 父母熬他不得, 只得屈翼相从。 当日过门一交一败, 夫妻相见, 两下里隔成心怀。 事业翠翠于枕上口站一词, 赠予今生道。 曾向书摘同笔宴, 故人今作新人。 洞房花竹十分春, 汗沾蝴蝶粉, 身惹涉香尘。 替雨犹云魂未惯, 枕边梅熏修品。 青莲痛惜莫辞贫。 愿郎从此使, 日尽日相亲。 幼调, 林毅将一仙今生, 也一蕴和一雀道。 记得书斋同笔宴, 新人不是他人。 偏州来访武林春, 先居林子府, 人事割红尘。 世海蒙山心已许, 几番浅笑申贫。 向人游自语贫贫。 义中无别意, 亲后有谁亲。 调同前, 两人相得之乐, 真如翡翠之在丹霄, 鸳鸯之游必找, 无以过也。 谁料乐极悲来, 快活不上一年, 撞着袁正师刚, 四方道起。 沿途张氏成兄弟, 起兵高游, 沿海一带郡县尽为所县。 部下有个李将军, 领兵为先锋, 到处民间掳掠美色女子。 兵至淮安, 闻说刘翠翠之名, 率领一队家丁打进门来, 看得众议, 劫了就走。 此时何家只好自顾姓名, 抱头鼠窜, 那个敢向前争得一句, 眼盼盼看他拥着去了。 金定哭得个死而复生, 玉带跟着军兵踪迹寻访他去, 征奈元江官兵, 北来征讨, 两下征持, 干戈不息, 路段行人。 恐怕没来由走去, 撞在乱兵之手死了, 也没说出。 只得忍酸寒苦, 过了日子。 智政未年, 张氏城汽盖弄得大了, 自一江一南一江一北, 三五两这只拓至两广一州, 近便掌握。 元朝不能争缴, 只得定义招服。 世成员没有统一之志, 只此局面已自满足, 也要修兵。 阴遂通款元朝, 奉其征朔, 封为王爵, 阁首封江。 民间使得安静, 道路方可通行。 今生思念脆脆, 时刻不能屈心。 看见路上好走, 便要出去寻访, 收拾了几两盘缠, 结束了一个包裹, 来别了自家父母, 对丈人, 丈母道, 此行必要仿着妻子踪迹, 若不得见, 是不还嫁了。 痛哭而去, 路由扬州过了长一江一, 进了润州, 风餐水朽, 夜住小行, 来到平一江一。 听的路上人说, 李将军建在绍兴首玉, 急忙赶到临安, 过了前堂一江一, 趁着西兴夜传道德绍兴。 去问人时, 李将军已调在安丰去屯兵了, 又不辞辛苦, 问道安丰。 安丰人说, 早来两日, 也还在此, 而今回湖州驻扎, 才起身去的。 今生道, 只怕到湖州时, 又要到别处去。 安丰人道, 湖州是驻扎地方, 不到别处去了。 今生道, 这等, 遍远在天边, 也赶得着。 于是一路向湖州来, 算来今生东奔西走, 脚下不知有万千里路跑过来。 在路上也过了好两个年头, 不能勾见妻子一见, 却是此心再不放线。 鱼路没了盘缠, 只得乞丐度日, 没有房钱, 只得草眼露宿。 真正心肩铁石, 万死不辞。 不择一日, 到了湖州。 去访问时, 果然有个李将军开府在那里。 那将军是张王得利之人, 贵重用事, 誓言鹤意。 走到他门前去看时, 好不威严。 但见, 门墙心采, 情己森严。 寿面同还, 并闲而婉转, 飙行铁汉, 对质以巍峨。 门栏上贴着两片不写字的陶符, 坐墩边列着一双不吃食的狮子, 虽非天上神仙符, 自使人间富贵家。 今生到了门首, 站立了一回, 不敢进去, 又不好开眼。 只是梳头探脑, 望里边一望, 又退立了两步, 愁愁不绝。 正在没些祈祷之际, 只见一个管门的老仓头走出来, 问道, 你这秀才有什么事干? 在这门前探头探脑的, 莫不是奸细吗? 将军知道了, 不是耍处。 今生对他唱个懦道, 老丈败一, 老仓头回了半一道, 有什么话? 今生道, 小生是淮安人士, 前日乱离时节, 有一妹子失去, 闻得在贵府中, 所以下远千里寻访到这个所在, 一语求见一面。 未知确信, 要寻个人问一问, 且喜的御老丈。 仓头道, 你姓甚名谁? 你妹子叫名甚吗? 多少年纪? 说得明白, 我好替你茶浆出来回复你。 今生把自家真姓藏了, 只说这妻子的姓道, 小生姓刘, 名金定。 妹子叫名翠翠, 十字通书, 失去十节, 年方十六岁, 算到今年, 该有二十四岁了。 老仓头点点头道, 是啊, 是啊, 我府中国有一个小娘子姓刘, 是淮安人, 今年二十四岁, 识的字, 做的诗, 且是做人乖巧周全。 我本官专方之一宠一, 不比其他。 你的说话, 不差, 不差。 一说是你妹子, 你是旧爷了, 你且在门房里坐一坐, 我去报与将军知道。 仓头急急忙忙奔了进去, 今生在门房等着回话不提。 且说刘翠翠子那年鲁去, 初见李将军之时, 先也哭哭啼啼, 寻死觅活, 不肯随顺。 李将军吓他道, 随顺了, 不去难为你何家老小, 若不随顺, 将他家寸草不留。 翠翠唯恐累积父母与大秀家里, 只能勉强依从。 李将军见他聪明伶俐, 知书小事, 爱得他如猪似玉一般, 十分抬举, 百顺千岁。 翠翠虽是支培笑语, 却是无刻不思念大秀, 没有快活的日子。 心里痴响, 缘分不断, 或者还有时节相会。 争奈日复一日, 随着李将军东征西战, 没个定宗, 不决已是六七年了。 此日李将军见老仓头来禀, 说有他的哥哥刘金定在外边求见。 李将军问翠翠道, 你家里有个哥哥吗? 翠翠心里想道, 我那得有什么哥哥来? 多管是大秀寻道此间, 不好说处, 故此托明。 岁传一道, 是有个哥哥多年隔别了, 不知是也不是, 且问他什么名字才晓得。 李将军道, 管门的说是什么刘金定? 翠翠听得金定二字, 心下痛如刀割, 晓得是大秀冒了刘姓来访问的了, 说道, 这果然是我哥哥, 我要见他。 李将军道, 带我先出去见过了, 然后来换你。 将军吩咐仓头, 去请那刘秀才进来。 仓头成命出来, 领了金生进去。 李将军武夫出身, 望子尊大, 走到厅上, 居中坐下, 今生只得向上再拜。 将军受了礼, 问道, 秀才何来? 金生道, 金定姓刘, 淮安人士, 先年乱离之中, 有个妹子失散, 闻得在将军府中, 特自本乡到此, 叩求一见。 将军见他一度斯文, 出言有序, 喜动颜色道, 舅舅请起, 你另美无恙, 即当出来相见。 旁边站着一个铜儿, 叫名小树, 就叫他进去传命道, 刘官仁特自乡中远来, 叫翠娘可快出来相见。 起初翠翠剑说了, 正在心仰难熬之际, 听得外面有请, 恨不得两步做一步移了, 急驱出厅中来。 抬头一看, 果然是大秀金定。 爱着将军眼睁睁在上面, 不好上前相认, 只得将错就错认了妹子, 叫声哥哥以兄妹之礼在厅前相见。 看官听说, 若是此时说话的, 在旁边一把把那将军扯了开来, 让他没讲一成话, 蓄意成阔, 岂不是凑去的事? 争奈将军不作美, 好像个奸长的御史, 一眼不杀坐在那里。 今生与翠翠, 虽然夫妻相见, 说不得一句私房话, 只好问问父母安否。 彼此心照, 眼泪从肚里落下罢了。 细为同林鸟, 今作坟飞燕。 相见难为情, 不如不相见。 有昔日乐昌公主在阳岳宫处见了徐德言, 做一首诗道。 今日何千次, 新官队就官。 笑题句不敢, 方信做人难。 今日脆脆这个光景, 颇有些相似。 然乐昌与徐德言, 杨岳宫晓得是夫妻的, 此处今生与翠翠, 只认作兄妹, 一发要遮遮事事, 恐怕识破, 意思更难堪掩。 还愧得李将军是武夫粗鲁, 看不出机关, 毫没什么疑心, 直到是当真的鸽子, 便认作舅舅, 亲情的念头重起来。 对今生道, 舅舅既是远来, 道徒跋涉, 心里劳困, 可在我门下安息几时, 我还要替舅舅计较。 吩咐拿出一套新衣服, 来与舅舅穿了, 换下身上沉污的旧衣。 又令打扫携手, 一间小书房, 安设床障备席, 事件整备, 请今生在里头歇宿。 今生已不得要他留住, 寻出机会与妻子相通, 今见他如此认账, 正中心怀, 欣然就书房里诉了。 只是心里想着, 妻子就在里面, 好生难过。 过了一夜, 明早起来, 小书来报道, 将军请秀才听上讲话。 将军相见已毙, 问道, 令妹能认字, 舅舅可通文墨吗? 今生道, 小生在乡中已如为业, 那诗书是本等, 就是京师百家, 也多涉猎过的, 有什么不晓得的勾当。 将军习道, 不瞒舅舅说, 我自小失学, 遭遇乱世, 靠着长枪大几, 正到此地位。 幸得吴王一宠一任, 屈负我的尽多。 日逐宾客营门, 没个人替我接待, 往来书闸堆满, 没个人替我踩打, 我好些不耐烦。 今兴地舅舅到此, 既然知书达礼, 就在我门下做个祭事, 我也便当了好些。 旷官至亲, 料舅舅必不弃贤的。 舅舅心下何如? 今生是要在里头的, 答道, 只怕小生才能浅薄, 不称将军认识, 岂敢推辞。 将军见说大喜, 连忙在里头, 去取出十来封书起来, 一交一语今生道, 就凡舅舅替我看响里面意思, 回他一回。 我正为这些难处, 而今却好了。 今生拿到书房里去, 从头至尾, 逐风逐风被审来意, 回答停荡, 将稿来与将军看。 将军就叫今生读一遍, 就带些解说在里头。 听罢, 将军拍手道, 妙,妙, 句句向我肚里要说的话, 好舅舅是天送来帮我的了。 从此一发, 看待得甚厚。 今生是个聪明的人, 在他门下, 枝高石低, 一温一和待人, 自内之外设一个不喜欢他的。 他又愈加谨慎, 说话也不敢升高。 将军面前只有说他好处的, 将军得意自不必说, 却是今生主义, 只要安得身劳, 寻个空便, 见见妻子, 抛诉苦情。 一且, 妻子随着别人已经多年, 不知他心腹怎么样了, 也要与他说个捣断。 谁想自听前一见之后, 再不能勾相会。 欲要与将军说那要见的意思, 又恐怕生出疑心来, 反为不美。 私下要用些计较通的消息, 怎当的规格深邃, 内外隔绝, 再不得一个变处。 日挨一日, 不觉已是几个月了。 时迟一跤一秋天气, 面风夜起, 白露为霜。 独处空房, 感叹伤悲, 忠惜不媚。 思量妻子脆脆这个时节, 秀为紧张, 同人卧起, 有甚不快活处。 不知心里还记着我佛, 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期, 时刻难过。 乃将心事做成一世道, 好花一入玉兰干, 春一色无缘地再看。 乐处岂之愁处苦, 别时虽意见时难。 何年色尚重归马? 此夜亭中独舞鸾, 五个云窗身极许, 可怜姑父乐意团一一团一。 诗成, 写在一张兼纸上了, 要寄进去与翠翠看, 等他知其心事。 但恐怕泄露了风声, 生出一个计较来, 把一件布袍拆开了岭线, 将诗藏在岭内了, 外面仍旧缝好。 叫那书房中服饰的小树来, 说道, 天气冷了, 我身上单薄, 这件布袍够会不堪, 你替我拿到里头去, 支付我家妹子, 叫她拆洗一拆洗, 补一补, 好拿来与我穿。 再把书摆来个钱与她道, 我要你走走, 与你这钱买果吃。 小树见了钱, 千欢万喜, 有什么推托? 拿那布袍移进到里头去, 一交一语翠翠道, 外边留官人叫拿进来, 赋予翠娘整理的。 翠娘晓得是大袖寄进来的, 必有缘故, 叫她放下了, 过一日来拿。 小树自去了, 翠翠把布袍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想到, 是大袖这身的衣服, 我多时不与她缝纫了, 眼泪锁珠也是得掉浆下来。 又想到, 大袖到此多时, 今日特地基于于我, 绝不是为要拆洗, 必有什么机关在里面。 沿了门, 把来细细拆浆开来。 刚拆的领头, 果然一张小小信纸缝在里面, 却是一首诗。 脆脆将来细读, 一头毒, 一头耿耿液液, 只是流泪。 毒霸, 哭一声道, 我的亲父贺, 你怎知我心事来? 擒着眼泪, 慢慢把布袍洗不好, 也做一诗缝在衣领内了。 仍叫小树拿出来, 赋予金声。 金声接的, 拆开衣领看时, 果然有了回信, 也是一首诗。 金声是泪, 独其诗道。 一字相观动战风, 就愁心恨己重重。 长岁已断情难断, 生不相从死亦从。 长使得言藏破镜, 宗教子贱负游龙。 绿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谁知也盗农。 金声独霸其师, 才晓得, 脆脆出于不得已, 其情已见。 又想他把死来相许, 料到金声无有玩具的指望了。 八切伤心, 终日郁闷惕气, 茶饭懒尽, 碎成匹格之急。 将军也着了急, 吕请医生调治。 又倒是心病, 还需心上医, 你道, 今生这病, 可是医生医的好的吗? 看看日中医日, 只待不起。 里头翠翠闻之此信, 心如刀刺, 只得对将军说了, 要到书房中来看看哥哥的病症。 将军看见病逝已凶, 不好阻他, 当下一云, 翠翠才到的书房中来。 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见了, 可怜金声在床上一丝两气, 转动不得。 翠翠见了十分伤情, 擒着眼泪将手去扶他的头起来, 滴滴唤道, 哥哥, 挣扎着, 你妹子翠翠再次看你。 说吧, 泪如泉涌。 金声听的声音, 撑开双眼, 见是妻子翠翠扶他, 长叹一声道, 妹妹, 我不记事了, 难得你出来见这一面。 趁你在此, 我死在你手里了, 也得明目。 便叫翠翠坐在床边, 自家强抬起头来, 枕在翠翠膝上, 俨然而逝。 翠翠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 鲍宇将军知道, 将军也着实可怜他, 又恐怕苦坏了翠翠, 吩咐从后并练。 替他在道场山脚下寻得一块好平坦地面, 将棺木送去安葬。 翠翠又对将军说了, 自家亲去送病。 直看坟营封闭了, 痛哭得几番死去叫醒, 然后回来。 自此精神恍惚, 坐卧不宁, 染成一病。 李将军多方依旧, 翠翠心里已不得要死, 并不肯服药。 辗转床席, 将棘两月。 一日, 请将军进房来, 带着眼泪对他说道, 妻子从十六岁上抛家乡从, 以得己载。 刘高他乡, 眼前并无亲人, 只有一个哥哥, 今又死了。 妾痛苦毕竟不起, 妾记我言, 可将我一尸一股埋在哥哥旁边, 树及黄泉之下, 兄妹也得相依, 免作了他乡孤鬼, 便是将军不忘账妾之大恩也。 言必大哭, 将军好生不忍, 把好言安慰他, 叫他休把贤事迎心, 且自江西。 说不多几时, 昏沉上来, 早已崛起。 将军痛哭一番, 念其临终叮嘱之言, 不认为他, 果然将去葬在金生肿旁。 可怜金生, 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双, 亏得鬼任兄妹, 死后到的坐一处了。 以后国朝洪武初年, 于是张世成已灭, 天下一统, 路途平静。 翠翠家里淮安流逝, 有一旧葡道, 胡州来犯思眠, 偶过道场山下, 建有一所大房子, 绿虎珠门, 怀流眼影。 门前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打扮, 并肩坐着。 仆人到大户人家家眷, 打点远避而过。 胡亭的两人生患, 走进前去看时, 却是金生与翠翠。 翠翠看日问父母存亡, 及乡里光景。 仆人一一回答已毕, 仆人问道, 娘子与郎君离了乡里多年, 为何到在这里住家起来? 翠翠道, 起初兵乱时节, 我被李将军掳到这里, 后来郎君远来寻访, 将军好意仍把我归还郎君, 所以就乔居在此了。 仆人道, 小人而今就回淮安, 娘子可修一封家书, 带去抱于老爹, 安人知道, 省的家中不知夏洛, 终日玄望。 翠翠道, 如此最好。 就领了这仆人进去, 留他吃了晚饭, 谢了一夜。 明日将出一封书来, 叫他多多拜上父母。 仆人谢了, 带了书来到淮安, 地语流老。 此时留, 今两家久不见二人消耗, 自然多到是兵哥死亡了。 忽见有家书回来, 问是湖州寄来的, 到两人建筑在湖州了, 真个是喜从天降。 叫齐了一家骨肉, 进来看这家书。 原来是翠翠出名写的, 乃是长篇四六之书。 书上写道, 福以父生母欲, 南筹网集之恩, 福畅福随, 宿主三从之意。 在人伦而已定, 和时事之多见。 囊者汉日将清, 处分甚物, 导持太阿之饼, 谈弄黄池之兵。 风至长舌, 互相吞并, 雄风此蝶, 各自逃生。 不能玉碎于乱离, 乃至瓦圈于仓促。 驱驰战马, 随主真安。 望高天而仁义莫飞, 思故国而三魂屡散。 良辰义脉, 商青鸾之半木鸡, 怨偶为仇, 巨乌鸦之打担凤。 随应酬而未乐, 终感极以生悲。 夜月杜鹃之体, 春风蝴蝶之梦。 诗衣试网, 苦尽巴来。 今则杨素揽静而归期, 王敦开阁而放戒。 彭岛见当时之月, 萧香有故人之逢。 自连复命之屯, 不恨寻春之晚。 张台之柳, 虽已折于他人, 玄斗之花, 尚不改于前渡。 将为平尘而三折, 其妻必反而诸还。 带同玉霄女两世姻缘, 难比红伏记亦是配合。 天与其变, 是非偶然。 尖鸾交而续断衔, 重挟前卷, 拓于腹而传齿素, 紧致丁宁。 未奉甘旨, 先此身负。 独霸, 大家欢喜。 刘老问仆人道, 你记得那里住的去处佛? 仆道, 好大房子。 我在里头歇了一夜, 打发了家书来的, 后不记得。 刘老道, 既如此, 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道, 会一会他夫妻来。 当下刘老收拾盘缠, 别了家里, 一同仆人静奔湖州。 仆人领至道场山下前日 留宿之处, 只叫得声奇怪, 连房屋影响多没有, 那里说起高堂大厦。 唯有些野草荒烟, 湖宗吐迹。 茂林之中, 两个坟堆相连。 刘老道, 莫不错了。 仆人道, 前日分明在此, 与我吃的是湖州香道米饭, 调息中先寄于乌城的酒。 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后悔的错。 正义怪间, 恰好有一个老僧障息而来。 刘老与仆人问道, 老师父, 前日此处有所大房子, 有个金官人, 同一个刘娘子在里边居住, 竟如何不见了? 老僧道, 此乃李将军所葬刘生与翠翠兄妹两人之坟, 那有什么房子来? 敢是见鬼了? 刘老道, 见有血的家书青来, 故此相寻。 今家书健在, 岂有是鬼之理? 即在禅代里摸出家书来一看, 乃是一副白纸, 才晓得果然是鬼。 这里正是他坟墓, 因问老僧道, 世间所言李将军何在? 我好去问他详细。 老僧道, 李将军是张士成部下的, 一位天朝诛灭, 骨头不知落在那里了, 后得有这样坟上堆埋呢, 你到何处寻去? 刘老健说, 知识二人已死, 不觉大痛, 对着坟墓道, 我的儿, 你把一封书转我千里远来, 本是要我见一面的意思。 竟我到此地了, 你们去前宗隐记, 没处追寻, 叫我后生过得。 我与你父子之情, 人鬼可以无见。 你若有灵, 千万见我一见, 放下我的心罢。 老僧道, 老弹月不必伤悲。 此二位官人, 娘子, 老僧定中时得相见。 老僧禅舍去此不远, 老弹月, 今日已晚, 此间陆立不便, 且到禅舍中一宿。 待老僧定中, 与他讨个消息回你, 何如? 刘老道, 如此, 急赶老师父指点。 岁同仆人随了老僧, 行不上半礼, 到了禅舍中。 老僧将宿斋与他主仆吃用, 收拾房卧安顿好, 老僧自入定去了。 刘老进的禅房, 正要上床, 呼听的门赏处, 一对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 仔细看来, 正是翠翠与今生, 一同败跪下去, 背提婉转, 说不出话来。 刘老也挥着眼泪, 抚摸着翠翠道, 你有说话, 只管说来。 翠翠道, 向着不幸造指乱兵, 人耻偷生, 离乡背井, 叫天无路, 度日如年。 幸得良人不弃, 将来相访, 托明兄妹, 赞得相见。 隔绝夫妇, 彼此含冤, 以致良人先亡, 而亦记末, 有喜许我父葬, 金的魂魄相依。 唯恐家中不知, 故特托仆人寄此一信, 而与金郎生虽异处, 死却同归, 而愿以弊, 父母勿以为念。 刘老听罢, 哭道, 我今来此, 直到你夫妻还在, 要与你们同回故乡。 我明日只得取辱海鼻归去, 迁于鲜隆之下, 也不辜负我来这一番。 翠翠道, 向着因故念双亲, 记此一书。 金城父亲远至, 足见慈爱。 故本必忧真, 敢与金郎同来相见。 骨肉已逢, 足为相思之苦。 若千古之命, 断不敢从。 刘老道, 确实为何? 脆脆道, 儿生前不得侍奉亲为, 死后也该一棒足拢。 只是因时道上境, 不宜牢扰。 况且, 在此西山秀丽, 草木荣华, 又与金郎同妻一处。 因尽禅宝, 时闻妙礼。 不久就与金郎脱生, 众为夫妇。 再次已安, 再不必提起他说了。 抱住刘老, 放声大哭。 四里中屋, 忽然散去。 刘老哭将醒来, 乃是南科一梦。 老僧走到面前道, 夜来有所见否。 刘老, 竖其梦中之言。 老僧道, 贤女被一惊一灵未泯, 其言可信也。 忧真之事, 老谭月既已见得如此明白, 也不必伤悲了。 刘老再三谢别了老僧。 一同仆人到城市中, 办了些生存酒传, 重到墓间交电一番, 哭了一场, 反吊归淮安去。 至今, 道场山有金翠之木, 行人多指为佳话。 此乃生前隔别, 死后成双, 由自心愿满足, 显出这许多灵异来, 真乃是情之所中也。 有诗为证, 连里何须一处在, 多情只愿死同买。 试看金翠当年心, 愧愧将军更可爱。 第七章 吕使者请够换家妻吴大手一配。 此曰, 书眉秀盼, 像春风, 还是宣和装束。 贵气盈盈姿太巧, 举止旷非凡俗。 宋宝宗姬秦王又一女, 曾嫁亲此族。 干戈横荡, 是随天地帆覆。 一笑谢顿相逢, 劝人满饮, 玄吹横竹。 流落天涯巨事客, 何必平生相熟? 旧日荣华, 如今憔悴, 赋予悲中路。 兴王修问, 为依且尽传语。 这一首词名幻, 念一奴一交, 乃是宋朝使臣张孝纯 在年罕席上有所见之作。 当时靖康之变, 徽、 钦被掳, 不知多少帝女王孙 被犬阳之类群躯北去, 正是那人红秀气, 王子白衣行的世界。 道的那里, 谁管你是金之玉叶? 多被磨灭得可怜。 有些颜色记忆的, 才有豪门大家收作一奴一臂, 又算是有下落的了。 其余驱来逐去, 如同犬至一般。 张孝纯奉使到彼云中府, 在大将沾喊席上, 见个吹笛劝酒的女子, 是南方圣印, 私下偷问她, 乃是秦王的公主, 连喊取以为弊。 说吧, 乌也流涕。 孝纯不胜伤感, 故负此词。 后来, 金人将亲宗迁往大兜燕京, 在陆行至平顺州地方, 住宿在管义之中。 时逢六夕佳节, 近鲁家归至, 时日官府在义中排射酒寺, 任从人姑酒会饮。 亲宗自在内室坐下, 闲看外面喧闹, 只见一个达婆领了几个少年美貌的女子, 在这些饮酒的坐头边, 或歌或舞或吹笛, 争着酒劝着做客。 做客吃罢, 各赏些银钞或是撒食之类, 中女子得了, 就去那在达婆处, 达婆又嫌多道少, 打那讨得少的。 这个达婆想, 就是中华老宝一般。 少见, 一官叫一个造一点利积了酒食来送亲宗。 其实, 亲宗只是软中长衣袖才打扮, 那达婆也不晓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 倒是客人吃酒, 差一个吹横笛的女子到室内来服侍。 女子看见是南边官人, 心里仙子凄惨, 呜呜呜呜吹不成曲。 亲宗对女子道, 我是你的乡人, 你东京是谁嫁女子? 那女子向外边看了又看, 不敢一事就说, 只等那达婆站得远了。 方说道, 我乃百王公卫王孙女, 先嫁亲赐太后侄孙。 京城即破, 被贼人掳到此地, 迈在年寒府中作弊。 后来主母嫉妒, 终日打骂, 转迈于这个一胡一腹。 领了一桶众多女子, 在此日夜求讨酒前食物, 各有线术, 讨来不够, 就要痛打。 不知何时事了? 批人也是东京人, 响也是被掳来的了。 亲宗听罢, 不好回言, 只是暗暗泪落, 目不忍事, 好好打发了他出去。 这个女子便是张孝纯, 习上所欲的那一个。 词中说秦王又一女, 秦王乃是挺美之后, 徽宗时改封魏王, 魏王及秦王也。 真个是疯子龙孙, 遭着不幸, 流落到这个地位, 岂不可怜。 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时节, 连皇帝也顾不得自家身子, 这样事体不在话下。 还有个清平世界世代为官的人家, 所遭不幸也堕落了的。 若不是几个好人相逢, 怎能勾拔得个身子出来? 所以说, 红颜自古多薄命, 若落昌流更可怜。 但是逢人提多起, 淤泥园会长清廉。 说话宋时饶州德兴县, 有个官人董斌清, 自重臣, 夫人是同县住室。 绍兴初年, 官拜四川汉州大首, 全家妇人。 不想众臣坐不得己时, 死在关上了。 一家老小人口又多, 路程又远, 换囊又薄, 算计一时间归来不得, 只得就在那边寻了房子, 全且住下。 众臣长子袁广, 也是住家女婿, 她有祖阴在身, 未及调官, 今且守孝在汉州。 三年府满, 正要别了母亲兄弟, 撤了家小, 父却听掉, 待补官之后, 看地方如何, 再来商量搬去全家。 不料未行之先, 其妻住世又死, 已有一女。 远广就在汉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做了祭事, 带了妻女同到临安补官, 得了房州竹山县令。 地方宅小, 又且路远, 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属, 只同妻女在衙中。 过了三年, 考满, 又要进京, 当时彻家东下。 且喜竹山到临安虽是路长, 却自掌一江一下的船, 乃是溢水之地。 有同行驻博一船, 也是一个官人在内, 是四川人, 姓吕, 人多称他为吕史君, 也是到临安宫干的。 这个官人年少风一流, 模样俊俏。 虽然是个官人, 还像个子弟一般。 七伯相并, 两边彼此动吻。 吕史君晓得董家之船是旧日汉州大首的儿子在内, 他正式往年治下旧民, 过来相拜。 董元广说起, 亲属上在汉州居住, 有监济室也是汉州人士, 正式通家之意。 大家倒是在此连州相遇, 实为有缘, 彼此心性。 大凡出路之人, 长途寂寞, 已不得寻邪跟办, 图个往来。 况且, 同是衣冠中体面相等, 往来更变。 因此, 两家, 不是你到我船中, 就是我到你船中, 或是饮酒, 或是闲话, 真个是无日不会, 就是骨肉相语。 不过如此, 这也是官员美出外的尝试。 不想董家船上却冻火了一个人。 你倒是那个, 正是那竹山之县的宛如人。 原来董元广这个济世不是投婚, 先前曾嫁过一个五官, 只因他风姿妖艳, 情姓一银一十当, 五官十分弼爱, 尽力奉承, 日夜不歇, 逃续了身子, 一病而亡。 青年少寡, 那聊的, 带要嫁人, 那边乡人闻得他妖艺银一之名, 没人敢揽头, 故此肯嫁与外方, 才嫁这个董元广。 怎当的袁广秉性怯弱, 一发不济, 再不能唱他的意。 他欲心家伙, 无可煞可之处, 因见这吕史君风荣俊美, 就了不得动火起来。 况且同是四川人, 相因灌熟, 倒比仗师不同。 但是到船中来, 里头天茶暖酒, 十分亲热, 又抛生吊灶, 要他晓得。 那吕史君乖巧之人, 破解其意, 只爱着是铜袍间, 一时也下不得手。 谁知那如人, 或是鹿半面, 或是鹿全身, 没来眼去, 恨不得一把抱了他进来。 日间眼里火了, 没出现的, 但是想起, 只做大秀不着, 不住地要干事。 弄得袁广一丝两气, 支持不过, 急并上了身子。 吕史君越来侯问殷勤, 小夜无间。 趁此就与董如人眉目送情, 两下做光, 以此有好而分了。 周到临安, 董袁广并不能起。 吕史君吩咐自己传上道, 董爷是我同家, 既然并在船上, 上去不得, 连我行礼也不必发上案, 只在船中下着, 早晚可以照管。 我所在公事, 抬进城去够当罢了。 过了两日, 董袁广毕竟死了。 吕史君出身替他经济丧事, 凡有相义交易来调的, 只说, 同家情众应得代劳。 来往的人尽多赞叹他, 高一出入, 尽是罕有。 那晓得他自有一副渡场藏在里头, 不予人知道的。 正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下事时。 假若当时身便死, 一生真未有谁知。 吕史君与董卢人寄议道, 饶州家乡又远, 属中信息难通, 令公关就不如, 就在临安全, 且择地安葬。 他年轻盯集会了, 别做道理。 商量已定, 也都是吕史君摆拨, 一面将官就安顿亭党, 誓题已完。 儒人士领袁广前妻姨女, 出来拜谢史君。 儒人道, 王师不幸, 若非大人周全料理, 丈妾, 穷穷母子, 怎能勾王夫人土? 真乃是骨肉之恩也。 史君道, 下官一路赶蒙令公不弃, 通家往来, 正要久远相处, 岂之一旦欺骗。 客途无人料理, 此次是下官身上之事。 小小出力, 何足称谢? 只是病是已毙, 而今儒人还是坐和行旨。 儒人道, 王师家口尽在川中, 妾身也是川中人, 此间并无亲戚可投, 只所缘回到川中去。 只是路途调地, 穷穷母子, 无可倚靠, 寸步难行, 如何是好。 史君陪笑道, 儒人不必忧虑, 下官公事够当一晚, 也要急回川中, 便当相陪同忙, 指望儒人物嫌弃足矣。 儒人也含笑道, 果得如此提澈, 还乡百日, 寸心感激, 岂敢忘报。 史君带着笑, 丢个眼色道, 且看儒人爆发何如。 两人之眼, 聚各有意, 彼此心照。 只是各自一只官船, 人眼又多, 性急不便做手脚, 只好艳干拓而已。 有一只, 商吊, 错葫芦丹道, 这难过的光景。 两情人, 各一周。 总春心不自一友, 只落得双飞蝴蝶梦庄舟。 活渊家油然不惧头, 又不知几时销售, 抵多少眼穿长段为千。 却说那旅史君, 只为要迎勾这董儒人, 把自家公事攒干起来, 以免支持董身。 两只船司帮着一路而行, 前前后后, 只隔着盈盈益水。 到了一个码头上, 董儒人整个这一席酒, 以谢孝为名, 担请着吕史君。 吕史君文照, 千欢万喜, 打扮得十分翘桌, 驱过船来。 儒人笑容可拘, 迎进苍礼, 一口称谢。 三杯茶吧, 安了喜, 东西对坐了, 小女儿在儒人肩下打横坐着。 那女儿只得十来岁, 未知什么头脑, 见父亲在时往来的, 只说到可以同坐吃酒的了。 船上外水的人, 见他们说的多是一口相谈, 又见日主往来甚密, 无非是观着至亲的勾当, 纳管其中旧礼。 谁晓得借酒为名, 正好两下做光的师姐。 正是茶为花博士, 酒饰色眉人。 两人饮酒中间, 言来语去, 眉目送情, 又不需用着马博六, 竟是自家去面打画, 有什么不成的事。 只是耳目众多, 也要遮实些个。 看看月色以上, 只得起身作别。 使君道, 匆匆别去, 如人晚间寂寞, 如何消遣。 如人会议, 达道, 只好独自个推窗看月儿。 使君晓得意思许他了, 也回道, 月色国好, 独睡不稳, 也带要开窗玩月, 不可辜负此清光也。 你看两人之言, 锦多有意, 一个说开窗, 一个说推窗, 分明约定晚间窗内走过相会了。 使君到了自家船中, 叫新富家同分父船上, 要两船相并帮着, 官舱相对, 可以照管。 船上水手听一吩咐, 即把两船紧紧贴着住了。 人静之后, 使君悄悄起身, 把自己船舱里窗轻推开来, 看那对船时节, 舱里小窗虚掩。 使君再对窗咳嗽一声, 那边把两扇小窗一起开了。 月光之中, 露出身面, 正是儒人独自搁在那里。 使君茫茫跳过船来, 这里儒人也不躲闪。 两下相威相报, 静到房舱中床上, 干纳话去了, 一个新寡的文君, 正要向儒补空, 一个独居的宋玉, 专带林女成双。 一个是不细之舟, 随人千万, 一个如中流之一, 为我荡摇。 沙边应捧好铜眼, 水底鸳鸯堪彼乐。 云与寄毙, 使君道, 在下与儒人无意相逢, 岂之得携宿愿? 三生之幸也。 儒人道, 前日撇见君子, 以使妾不胜动念。 后来王氏遭变, 多感周全。 女流之辈, 无可别报, 今日报以此身。 愿勿以妾自献为贤, 他日相弃, 使妻失望耳。 使君道, 成子不弃, 且自欢愉, 不必多虑。 自此朝饮而出, 挂饮而入, 日以为常, 虽外边有人知道, 也不顾了。 一口正欢乐间, 使君忽然常叹道, 目下幸得同路而行, 且喜数到上远, 还有几时。 若一道笔地, 你自有家, 我自有事, 岂能常有此乐在。 如人道, 不是这样说, 七师既身亡, 又无儿女, 若到汉州, 或恐亲属拘爱。 今在途中, 为妾得以自主, 就此改嫁从君, 不到那董家去了, 谁人进的我来。 使君文言, 不胜心性道, 若得如此, 族感后勤, 在下一周成都皮县, 自有田宅庄房, 尽可居住。 那是此间去的便道, 到的那里, 我接你上去住了, 打发了这两只船。 董家人愿随的, 就等他随你住了, 不愿的, 听他到汉州去, 或各自散去。 汉州又远, 料那边多是孤寡之人, 谁管得到这里的事? 唐有人说话, 只说你遭丧在徒, 我以礼聘为外事了, 却也无奈我何。 如人道, 这个才是长远计较, 只是我身边还有这小妮子, 是前世住世所生, 经这个却由去处, 也是遗类。 使君道, 这个一发不打紧, 目下还小, 且留在身边养着。 日后有人仿着, 还了他去。 没人来访, 等长大了, 不拘那里着落了便是, 何足为爱? 两人一路商量的停停当当, 到了那县, 果然两船上东西尽情搬上去住了。 可惜董家竹山一人县令, 所有患资连妻女, 多数至他人。 随来的家人也尽有不平的, 却见竹母已随顺了, 吕史君又是个官患, 谁人敢与人争嫌, 只有气不服不情愿的, 当下四散而去。 吕史君虽然得了这一手便宜, 也被这一干去的人, 各处把这事拨扬开了。 但是文德的, 与旧时称赞他高义的, 晋多姬他眉行止, 笔薄其人。 至于董家观亲的剑说着这话, 一发切齿痛恨, 自不必说了。 董家观亲的莫如注视罪切, 他俩是嫁于董家, 有好些出世的在外, 尽多是他夫人美帝凶淑直之称。 有一个注字迁, 在朝为官, 他正是董元广的七兄, 想着董是一家飘零四散, 元广七女被人占据, 一且不知去向, 日夜细心。 其时乡中王公宿公到四川坐志时, 托他在所属地方访寻。 道理辽阔, 谁知下落。 前到初年, 诸次迁任牧州大首, 就除利路运势。 那吕史君正补着加州之缺, 盖来与诸次戏交代。 吕史君晓得, 次迁是董家前妻之族, 他干了那件短行之事, 怎有胆气践踏。 千言激流, 不敢前来道任。 诸次安也恨着吕史君是秦怡寿义等人, 心里已不得不见他, 趁他未来, 把印环解谢, 一交一语聊官权时收着, 镜子去了。 吕史君道德认识, 也就有人寻他别处是非, 谈上一本, 朝廷震怒, 狼狈而去。 诸次前往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 竟不曾访得生女儿的消耗, 心中常识抱恨。 也是人有不了之愿, 天意必然生出巧来。 直到前道禀虚年间, 赐千之子驻东老, 明镇亨, 又做了四川总干之职。 受了席文, 前往成都公干, 道经年洲。 免州大手吴仲广出来迎着, 至酒相款。 仲广原是代智学士出身, 即是封一流文采的人。 世郡中开宴, 凡是应得诚职的昌幽无疑不及。 东老坐监, 看见护船旁边立着一个济石女, 姿态甜雅, 宛然规格中人, 绝无一点轻狂之度。 东老注目不顺, 看沟多时, 却好对中航守到面前来斟酒, 东老且不接他的酒, 指着那户船旁边的济石女问他道, 这个人是那个? 航守笑道, 官人喜他吗? 东老道, 不是喜他, 我看他有好些与你们不同处, 心中一怪, 故此问你。 航守道, 他叫得薛茜。 东老正要细问, 吴太守走出袭来, 针着巨公来劝, 东老只得住了话头, 接着太守守中之酒, 放下席间, 却推辞道, 见谅石不能饮, 只可小杯事兴。 太守看见航守正在旁边, 就指着巨公吩咐道, 你可再次奉着总干, 是必要总干饮干, 不然就要罚你。 航守笑道, 不需罚小的, 若要总干多饮, 只叫薛茜来凤, 自然毫不推辞。 吴太守也笑道, 说得古怪, 想是总干曾与他相识吗? 东老道, 震亨从来不曾到大府这里, 和游的与此辈相接。 太守反问航守道, 这等, 你为何这般说? 航守道, 世间总干阴阴问及, 好生垂情于他。 东老道, 是才谢顿之间, 见他标格, 如也喝在鸡群。 巨下官看起来, 不像是个中之人, 心里疑惑, 所以再次询问他为首的, 乞官有甚别意来。 太守道, 既然如此, 只叫薛茜是在总干席旁劝酒罢了。 航守领命, 就换将薛茜来试着。 东老正要问他来历, 恰重下怀, 命取一个小屋子赐他做了, 低问他道, 我看你定然不是封尘中人, 为何在此? 薛茜不敢答应, 只叹口气, 把闲话支吾过去。 东老越来越疑心, 过会又问道, 你可是对我说? 薛茜只是不开口, 要说诱住了。 东老道, 直说不妨。 薛茜道, 说也无干, 落得修人。 东老道, 你尽说与我知道, 焉之无异。 薛茜道, 尊官盘问不过, 不敢不说, 其实说来可修。 我本好人家儿女, 祖, 父聚曾做官, 所遭不幸, 是以身辱的。 只是前生业债所欠, 今是偿还, 说他咱的。 东老策然动心道, 如祖, 如祖, 莫不是汉州之州, 竹山之县吗? 薛茜大惊, 枯将起来道, 官人如何得知? 东老道, 果若是情道, 说也无干, 落得修人。 东老道, 你尽说与我知道, 焉之无异。 薛茜道, 尊官盘问不过, 不敢不说, 其实说来可修。 我本好人家儿女, 祖, 父聚曾做官, 所遭不幸, 是以身辱的。 只是前生业债所欠, 今是偿还, 说他咱的。 东老策然, 如母当幸住了。 薛茜道, 后来的是继母, 生身亡母, 正是姓主。 东老道, 如母乃我姑娘也, 不姓早亡。 我闻你与继母流落于外, 寻觅多年, 竟无消耗, 不期谢顿于此。 却为何失一身季节? 可各与我说。 薛茜道, 自从父亲亡后, 即有吕史君来, 照管丧事, 与同继母一路归川。 岂知得到川中, 经过他家门守, 竟自近视战为己有。 继母与我多随他居住多年, 那年坏官回家, 欲语不快, 一病而亡。 这继母无所倚靠, 便将我出卖, 得了薛妈六十千钱, 岁入积极, 今已是一年多了。 追想父亲王时, 年纪虽小, 游在墓前。 岂知流落羞辱, 到了这个地位。 岩碧, 师生大哭, 东老不觉也哭僵起来。 初诗说话低微, 众人见他一交一头接耳, 近见到无非是些调情肉麻之态, 那里管他就礼。 只见两人多哭作一堆, 方才一作惊骇, 近来接问。 东老道, 此话甚长, 不是今日力坛可尽, 况且还要费好些周折, 改日当于手工戏说罢了。 太守也有些疑心, 不好再问。 酒吧个散, 东老自向公馆中歇速去了。 薛倩道德家里, 把席监事体对薛妈说道, 总干官府是我亲眷, 今日说起, 以自从账。 明日可到他御馆一见, 必有出格赏赐。 薛妈千欢万喜, 到了第二日, 薛妈率领了薛倩, 来到总干官社前求见。 朱东老建说, 急叫放他母子进来, 正要与他细话, 只见豹说太守吴仲广也来了。 东老笑对薛倩遭, 来得正好。 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 太守吓得叫, 薛倩走过去先扣了头。 太守笑道, 昨日哭得不够, 今日又来补吗? 东老道, 正要见守宫说, 昨日哭的缘故, 此子之父董元广乃竹山之县, 祖父重臣是汉州太守, 两是衣冠之后。 只因祖死汉州, 父又死于都下。 妻女随在周次, 所欲匪人流落到此地位。 祈求守公吉位除去乐吉。 太守策然道, 原来如此。 除吉在下官所思, 其为义事。 但除吉之后, 此女毕竟如何? 若民工有义, 当为效劳。 东老道, 不是这话, 此女之母即是下官之姑, 下官正与此女为底表兄妹。 经济相遇, 必须择个良人嫁与她, 以了其终身。 但下官尚有公事续去, 一时未得便有这样凑巧的。 于一欲将此女赞托之尊夫人处安顿几时, 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 待此行所得诸台及诸郡溃一路进之物, 惜将来为此女的嫁资。 慢慢拣选一个家序与她, 也玩我做亲眷的心事。 太守笑道, 天下一事, 岂可让公义人做尽了? 我也当初二十万钱为住。 东老道, 守宫如此高益, 此女不幸中大幸矣。 当下吩咐薛倩, 随着吴太守到衙中奶奶处住着, 等我来时再处。 太守待者自确。 东老叫薛妈过来, 欣赏了她十千钱, 说道, 薛倩身价在我身上, 家里还你。 薛妈见了是官府做主, 怎敢有为? 只得戚戚凉凉自去了。 东老一面往成都不提, 且说吴太守带着薛倩到衙里来, 叫她见过了夫人, 说了这些缘故, 叫夫人好好看待她, 夫人应允了。 吴太守在衙里, 仔细把薛倩举动看了多时, 见她仍是满面忧愁, 不懈地叹气, 心里存道, 她是好人家女儿, 一向堕落, 那不得意是怪她不得的。 金姬已遇着表兄相托, 收在关崖, 她一打点嫁人, 已提切在好处了, 为何还如此不快? 她心中毕竟还有掉不下的事。 焦夫人缓缓盘问她个戏, 薛倩出师不肯说, 吴太守对她说, 不拘有什么心事, 只管明白说来, 我就与你做主。 薛倩方才说道, 官人再三盘问, 不敢不说, 说来也是枉然的。 太守道, 你且说来, 看是如何。 薛倩道, 账倩心中时是有一个人放她不下, 所以被官人看破了。 太守道, 是什么人? 薛倩道, 妾身虽在烟花之中, 那些扶浪子弟未尝倾心交往。 只有一个书生, 年方若冠, 尚未娶妻, 曾到妾家往来, 彼此相爱。 她也晓得, 妾身处于梁家, 身家敏婿, 月绝情龙, 但是入城必来相续。 她家父母知道, 拿回家去痛打一顿, 锁禁在书房中。 以后虽逝时或有个信赖, 再不能勾见她一面了。 金家官人每抬举, 若脱离了此地, 料此书生无缘再会, 所以不觉心中性性, 撇放不开, 岂知被官人看了出来。 太守道, 那个书生姓甚吗? 薛倩道, 姓史, 是个秀才, 家在乡间。 太守道, 她父亲是什么人? 薛倩道, 是个老学旧。 太守道, 她多少家事, 娶得你起吗? 薛倩道, 因是寒如之家, 那书生虽往来的几番, 原子力量不能, 破费不多, 只为情上难舍, 贫来看去。 她家几字道破坏了家私, 狠下尽索, 怎有钱财取得窃身? 太守道, 你看得她做人如何? 可真心得意她佛。 薛倩道, 做人是个忠诚有余的, 不是那些轻薄少年, 所以妻身也十分敬爱。 谁知反为妻受累, 而今就得意, 也没处说了。 说吧, 早又眼泪落江出来。 太守问得明白, 出堂去签了一张秘票, 差一个工人, 波宇一匹快马, 汲取绵州学士秀才道州, 有官司够当, 不可耻误。 报仁得了秘票, 狐家虎威, 扯作了一场火急势头, 蒙下乡来, 敲进史家门去, 将珠笔官票与看, 乃是府间前马追取秀才, 力等回话的公事。 史家父子惊得呆了, 隔摄想处。 那老使蛮怨而道, 定是你终日肃昌, 被他家告害了, 再无他事。 石秀才道, 府殿大人娶我, 又遣一匹马来, 胭脂不是文父上边 有什么相伤处。 老使道, 好来请你, 捡铁不用一个, 出张租票。 石秀才道, 局势没人告我。 父子两个一胡一猜不住, 工人只催起身。 老使只得去收拾酒饭, 带了工人, 又送了些辛苦钱, 打发儿子起身到州里来。 正是, 乌鸦喜鹊同声, 吉凶全然未保。 今日捉将官去, 这回头皮送了。 史生同了官差, 一程来到州中。 不知什么事由, 穿了小服, 觐见太守。 太守叫换了功夫相见, 史生才把疑心放下了好些。 换了衣服, 进去行礼以弊。 太守问道, 秀才家小小年纪, 怎不苦致读书, 到来非礼之地贫游, 何也。 史生道, 小生送读诗书, 破制礼法。 彭窗自首, 从不游慎非礼之地。 太守笑道, 也曾去薛家走走吗? 史生见到这真话, 通红了两家道, 不敢欺大人, 客与周成, 送读于公, 偶与朋友被事兴贤部, 荣获有之, 并无阅礼之事。 太守又道, 秀才家说话不必遮事。 是把与薛倩往来事情, 实诉我知道。 史生见问的亲切, 小得瞒不过了, 只得达到, 大人问及于此, 不敢相狂。 此女虽落昌的, 实非昌流, 乃名门唤义, 不幸至此。 小生偶得谢后, 见其镖阁有四良人, 问得其详, 不胜一份。 子妻身微力薄, 不能拔之风尘, 所以怜而语游。 虽耐而女子之思, 实亦是君子之念。 然如此鄙视, 不知大人何以之而问乃, 书身惶愧。 只得时辰, 扶起大人荣述。 太守道, 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 足下愿以之为释迦佛。 史生道, 淤泥清廉, 亦愿加以服侍, 但贫图所不能, 不敢妄想。 太守笑道, 且站在一边, 我教你看一件事。 就彻一致力, 换将薛妈来, 薛妈慌忙来见太守。 太守叫库立, 取出一百道官权来与他道, 昨文你买薛倩身价值的钱六十千, 金家你价三十千, 共一百道, 你可领着。 石屎生站在旁边, 太守用手指着对薛妈道, 如你已嫁此秀才了, 此官权即是我与秀才出的聘礼也。 薛妈不敢为妞, 只得收了。 当下认得史生的, 又不好问的缘故。 老妈们心性, 见了一百千, 真来不亏了本, 随地女儿短长, 也不在她心上。 不管三七二十一, 欢欢喜喜自出去了。 此时, 史生看见太守家此发放, 不小其意, 心中想到, 难道太守肯出几钱讨来与我不成? 这怎么解? 出了神没可想处。 太守换史生过来, 笑道, 足下苦贫不能得取, 世间已为足下下聘了。 仅以此女与足下为事, 可喜欢吗? 史生叩头道, 不知大人何以由此天恩, 出自望外, 岂不踊跃? 但家有严妇, 不敢不告。 若知所取昌女, 是亦未必可邪, 所虑在此耳。 太守道, 你还不知, 此女为总干住史君表妹, 前日在此相遇, 以脱下官脱了乐吉, 似成都归来, 替她择序, 下官见此一举, 允许以二十万钱助嫁。 今此女见在我衙中。 昨日见她心事不快, 问得其故, 只与足下两亿相符, 不得成就。 下官为此相请, 欲为你两人成此好事。 世间已将十万钱还了薛昌, 今再以十万钱助足下婚礼, 以玩下官口信。 待总干来时, 整个成亲。 若尊人问及, 不必再提起薛家, 只说总干表妹, 下官为媒, 无可虑也。 史生见说, 欢喜非常, 谢道, 邹生何姓, 由此其缘, 得此恩欲, 虽焚骨碎身, 难以称报。 太守又叫库吏取一百道官劝, 赋予史生, 史生领下, 败谢而去, 看见丹西之下荷花正开, 赋诗一首, 以见感恩之意。 诗云, 连染青泥埋暗香, 东军一曲一齐方, 请诛你作弦坏报, 以学魁心映日光。 史生到的家里, 赵一太守说的话, 回复了父母。 父母倒是喜从天降, 不费一钱攀了好亲事, 又且见有许多官劝拿回家来, 问其来历, 说道, 是太守住的花竹之费, 一发支持有余, 十分快活。 一面整顿九言各项, 只等总干回信不提。 却说, 吴太守虽已定下的史生, 在薛茜面前, 只不说破。 隔得一月, 驻东老成都势必, 重回绵州, 来见太守, 一见便说表妹之事。 太守道, 别后己干般的一个家序在此, 只等民工来, 便可嫁了。 东老道, 此行所得何来, 有五十方, 尽当西以复比, 使其成家立业。 太守道, 下官所许二十万, 已将十万还其身价, 十万各其婚资。 仅又有此住, 可以不由生计。 况其人可以, 民工可以安心了。 东老道, 旭是何人? 太守道, 是个书生, 姓史, 金吉去赵他来相见。 东老道, 书生最好。 太守立刻命人, 去赵将史秀才来到, 叫他见了东老。 东老见他少年, 风姿出众, 心里甚喜。 太守急则取来日大吉, 叫他备教, 明日到周迎娶家去。 太守回崖, 对薛倩道, 总干已道, 家序已则的友人, 看定明日成婚。 婚资多个, 从此为良人付了。 薛倩心里且喜且悲, 喜的是, 亏得欲着亲眷, 又得太守做主, 拖了见地, 嫁个仗师, 立了父名。 悲的是, 心上书生, 从此再不能沟香会了。 正是, 笑题句不敢, 方信做人难。 早知灯是火, 落得放心安。 明日, 驻东老早到周中, 与太守说了, 交薛倩出来相见。 东老即将五十万钱之数, 一交一语薛倩道, 聊住于庄联之费, 少尽蹦表之情。 只无端类手工, 破费二十万, 甚为不安。 太守笑道, 如此美事, 岂可不许我废义分子。 薛倩叫谢不已。 东老道, 叙事手工所责, 颇为得人, 终身可傍矣。 太守笑道, 叙事令表妹所自责, 与下官无干。 东老与薛倩句恶然不解。 太守道, 少请自献。 正话间, 门上进柄使秀才迎婚教道。 太守力情使秀才进来, 指着使生对薛倩道, 前日你再三不肯说, 我倒说明白了, 好与你做主。 今以此生为辱夫, 辱心中没有不足处了吗? 薛倩倩说, 方敢抬眼一看, 正是平日心上之人。 方晓的世间之言, 心下暗地喜欢无尽。 太守立命取香案, 叫他两人拜了天地。 已闭, 两人随即拜谢了总干与太守。 太守吩咐花红, 杨九, 谷月送到他家。 东老又命从人抬了这五十万价资, 一起送到史家家里来。 史家老儿只说是取得总干辅表妹, 以此为荣, 却不知就是儿子前日为嫖了思闹的婊子。 后来渐渐明白, 却见两处大官府做主, 又平白得了许多价资, 也心满意足了。 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吴太守, 做个牧主, 供在家堂, 奉把香火不绝。 此年, 史生得欲相见, 东老又这人去汉州, 访着了董事兄弟, 托于本出运使, 州给了好些生计, 来通知史生夫妻二人, 叫他相通往来。 史生后来得地, 好生赵管妻家, 汉州之后得以不绝。 此乃是不幸中之幸, 遭遇的好人, 有此结果。 不然, 世上的人多似吕史君, 那两代围观之后, 到底堕落了。 天网灰灰, 正不知吕史君子女又如何理? 公卿宣一银一一, 误人儿女, 不欲守缘, 焉覆其所。 沾笔穹炉, 涕灵如雨。 千载伤心, 王孙地主。 第八章, 沈江市三千买孝乾王朝一一夜。 此云, 风月金淮, 徒取欢来, 欢场中尽有安排。 呼噜博塞, 岂不豪哉。 废自家心, 自家力, 自家财。 有等兼胎, 灌弄乔财, 巧装成客混难猜。 非观此辈, 推使心乖。 总自家吃, 自家喊, 自家呆, 慈祭行箱子。 这首词说着, 人世上诸般欢事, 借可浅性淘情, 唯有赌一搏一搏一途, 罪是危害不浅。 盖茵世间人总是一个贪心所使, 见那首分的一日里, 辛辛苦苦, 巴着生理, 不能勾进得多少钱, 那赌一场中, 亦得了彩, 一斤一斤, 白银只在一两只头子上, 收了许多来, 岂不是个不费本钱的好生理? 岂只有这几只赢, 便有几只输。 盈世间, 道是躺来之物, 就有年头的, 讨赏的, 帮衬的, 大家来搓红。 这诗节意气洋洋, 出之不练。 道的赢头过了, 书头其道, 不知不觉地弄个庆景, 却多是自家肉礼钱, 旁边的人不曾帮了他一闻。 所以, 只是输得多, 赢得少。 有的不服道, 我赢了救助, 不到的输就是了。 这句话恰似有理, 却是那一个如此把的定。 有的扒了千钱要万钱, 人心不足不肯住的。 有的乘着胜来, 只道是长得如此, 高兴了不肯住的。 有的怕别人, 机窍他小家子乡, 爱上爱下不好住的。 极致临后输来, 虽毁无极, 到先前不曾住的, 如今难道就罢。 一发住不成了, 不到得弄完, 绝不收场。 况且, 又有一落场便输了的, 总有机智迎头, 不勾翻本, 怎好住的。 道得翻本到手, 又往多少迎些, 那里肯住。 所以, 一单了这件姿妹, 定是无名无业, 抛家失业, 失魂落魄, 忘残废寝的。 朋友们鸡瓶, 妻子们怨唱, 到此地位, 一总不理。 只是心心念念, 记挂此事, 疑似单雪填景, 再没个满的日子了。 全部想钱财自命里带来, 人人各有分线, 岂有你空手拨来, 做得人家的。 不要说不能勾赢, 就是赢了, 未必是福处。 宋西宁年间, 相国寺前有一相事, 极相得着, 其门如是。 彼时南省开科, 纷纷举子多来叩吻得势。 他一一绝来, 名术不爽。 有一举子姓丁明石, 随众亡访。 相事看见大惊道, 先辈气色极高, 无在此悦人多矣, 无出君诱者。 据某所见, 便当低人吉地。 问了姓鸣, 相事就取笔在手, 大叔数字于指云, 荆轲状远是丁迪, 粘在壁上。 向丁生拱手道, 留为后宴。 丁生大喜自负, 别了相事, 走回狱中来。 不觉心神畅快, 思量要寻个乐处。 原来这丁生少年才俊, 却有个屁性, 酷号的是赌一搏。 在家时先曾败掉好些家资, 被附近所避空室, 要饿死他。 其家中有玉莲芝, 破壁得逃。 道德经师, 补士太学, 姓德南省奏名, 只待停逝。 心虚闲暇, 此心转高。 矿间破费了许多家私, 学得一番奢侈手段, 手到处会赢, 心中寄仰不过。 文德铜榜中有两个四川橘子, 带得多姿, 一豪赌一搏。 丁生写个情帖, 赵家童请他二人到酒楼上饮酒。 二人欣然领命而来, 分宾主坐定。 饮到半憨, 丁生家童另将一个包袱 放在左边一张桌子上面, 取出一个匣子开了, 拿出一对赏钟来。 二哥看见匣子里面藏着许多戏剧, 乃是骨牌, 双鹿,围棋, 象棋, 挤五木头子, 梅马之类, 无非赌一搏场上用的。 晓得了生好此, 又处着两人心下所好, 相视而笑。 丁生便道, 我们乘着酒性, 三人共赌一回取乐何如。 两人派手道, 绝妙, 绝妙。 一起立起来, 看楼上旁边有一小榜, 丁生指着道, 这里头道幽静些, 遂叫取了伯具, 一同道革中来。 相约道, 我被今日逢场做欢, 细是彼此同袍, 十分大有胜负, 推难为人了。 每人只以万钱为律, 尽数赢了, 只得三万尽数输了, 不过一万, 图个发行消贤而已。 说定了, 方才下场, 相伯起来。 出师果然不十分大来往, 道的智道兴头上, 你抢我在, 各要争雄, 一二万钱只好做一智, 怎好就些得手。 两人又这家童到下处, 再取东西, 不找本钱, 频频添入, 不计其次。 丁生煞是好手段, 越赢得来, 精神越望。 两人不服输, 狠将柱头乱推, 要搏转来, 一住大肆一住, 怎当得了生连至胜来, 两人出住, 正如众流归海, 尽数赶在丁生处了, 只赢得两人油肝活尽。 两人也怕起来, 只得忍着性子住了, 垂头丧气而别。 丁生总计所赢, 共有六百万钱。 命家同等, 复归狱中, 欢喜无尽。 隔了两日, 又到巷师殿里来走走, 抑郁在审问, 他前日言语的确。 才进门来, 巷师一见大惊道, 先被为何气色大变? 连中榜多不能了, 何况魁选。 即将前日所沾在壁上 这一条纸扯下来, 揉得粉碎。 叹道, 坏了我名声, 此番不准了。 可恨! 可恨! 丁生慌了道, 前日小生缘无此望, 是足下如此相许。 今日为何改了口, 此事何过? 向世道, 乡人功名, 仙官天庭气色。 前日黄亮润泽, 非大魁无此等光景, 所以相许。 金边的枯礁且黑质了, 那里还望功名? 莫非先辈, 有甚设心不良, 做了些牟利之事, 有负神明吗? 试想一想看, 丁生悚然, 便把赌妇得胜之事说出来, 道, 难道是为此戏事? 向世道, 你莫说是戏事, 关着财物, 便有神明主张。 非益之德, 自然减伏。 丁生悔之无极, 存了一存, 问向世道, 我如今尽数还了他, 敢怕仍旧不防了? 向世道, 才一发心, 暗中神明便知。 果能悔过, 还可战甲科, 但名次不能如旧, 五人之下渴望, 窃续留心。 丁生急回狱所, 周人去请将二人盗狱, 两人指道是又来究赌, 正要翻手, 三脚两步茫茫过来。 丁生相见了, 道, 前日偶尔作戏, 大家在课中, 岂有实德所赢前物之礼, 今日特请两位过来, 奉还原物。 两人处于不义道, 既以赌书, 岂有敬孩之礼, 或者再搏一番, 多少等我们翻谢才使得。 丁生道, 道义朋友, 岂可以一时细耍, 伤损克囊财物? 小弟是不敢取义文, 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 急叫家同各将前物, 竟送还两人下处。 两人喜出望外, 道是丁生非常高义, 千恩万谢而去。 岂知丁生员, 为着自己功名要紧, 故依着相氏之言, 改了前妃。 后来亭氏唱鸣, 果中许多榜第六人, 相氏之数不差好理。 若非是这一番赌, 这状头稳是丁低, 不让别人了, 金低了五名。 又还亏得毁过千善, 还了他人钱物, 上的高标, 躺贪了小便宜, 执迷不悟, 不弄得功名没分了。 所以说, 钱财有分线, 靠着赌一波得来, 便赢了也不是好事。 况且, 有此等尽力之事, 便有一番牟利之术。 有一伙赌中光棍, 冠一节的一般一挡一语, 局骗少年子弟, 俗名为之相识。 用千杀贯成要头, 有轻有重。 将手指撵书转来, 撵得得法, 抛下去多是银色, 若任意抛下, 十至九书。 又有损使手法, 拳红作六的。 又有阴阳出法, 推斑出色的。 那不时事的小二哥, 一一团一高兴, 好歹要赌, 俗名换作九头。 落在套中, 出身不得, 谁有的与你赢了去。 奉劝人家子弟, 莫要痴心想别人的。 看取丁滴故事, 就赢了也要舍了状元之福。 何况没福的, 何况必输的, 不如学好守本分的围墙, 有诗为证, 才是他人物, 痴心何用贪。 寝心多诗节, 鸡宝亦相餐。 输去中辛苦, 迎来众口禅。 到头中一败, 辛苦为谁甜。 小子只为苦口劝者, 世人休要赌一搏, 却想起一个人来, 没事咸游, 摆在光棍手里, 不知不觉弄去一赌, 赌得一惊一光, 没些巴鼻, 说得来好笑好听。 风一流误入启罗从, 自雅通宵依翠红。 谁道醉翁飞在酒, 却叫眨眼尽成空。 这本画文, 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间, 平一江一府, 有一个官人姓沈, 乘着祖上观音, 应受将侍郎之职, 赴经听调。 这个将是家道丰厚, 年纪又不多, 带了许多金银宝货在身边。 少年心性, 好的是那歌楼舞械, 以翠微红, 绿水青山, 闲茶浪酒, 况尖身伴有的是东西。 只要撞得个乐意所在, 灰金如土, 毫无吝啬。 大凡事情如此, 才是有个撒曼史前的琴, 便有那帮闲助懒的陪客来了。 寓所差不多远, 有两个游手人户, 一个姓郑, 一个姓李, 总是些没头鬼, 也没个什么真名号, 只叫做正事哥, 李三哥。 终日来, 沈江是下厨, 与他同坐同起, 同饮同餐, 沈江是一刻也离不得他二人。 他二人也有时破些钱钞, 请沈江是到平康礼中好姊妹家里, 摆个孩鞋, 吃得高兴, 就在妹妹人家宿了。 少不得串通了他家斧头打岔, 一路撮红, 弄出些钱钞, 大家有分, 绝不到的白蛇了本。 亏得沈江是壮年贪色, 心性不长, 略略地媚就要跳槽, 不迷恋着一个, 也不能启发他大主钱财, 只好喝哄过日, 长得嘴头肥腻而已。 如是盘缓将即半年, 城中乐地也没有不由道的所在了。 一日, 沈江是与两人商议道, 我们城中各处走遍了, 况且沉潇嘈杂, 眉甚景趣。 我要城外野矿, 去处走走, 散心耍子一回何如。 正是, 李三道, 有星, 有星, 大官人一发在行的景。 只是今日, 有些小事未完, 不得相陪, 若得迟至明日便好。 沈江是道, 就是明日无妨, 却不可误期。 正, 李二人道, 大官人如此高怀, 我辈若有个推顾不去, 便是俗误了, 明日准来相陪就是。 两人别去了一夜, 到的次日, 来约沈江是道, 城外之星何如。 沈江是道, 专等, 专等。 正是道, 不知大官人叫去, 马去。 李三道, 要去闲不散心, 又不赶山路城, 要那叫马何干? 沈江是道, 三哥说的是, 有这些人随着, 便要来催你东去西去, 不得自已有。 我们只是散不消遣, 要行要止, 平得自家, 岂不为妙。 只带个把家童去跟跟辩了。 沈江是身边有物, 放心不下, 叫个贴身安童, 背着一个皮箱, 随在身后。 一同正, 离二人夺出长安门外来。 但见, 府高城阔, 渐远是蝉。 蹭刺古树绕河流, 荡漾游丝飞也暗。 不连沽九处, 唯有耕农村老来长, 小挺在于环, 多是木树侨夫来问。 吹烟四起, 黑云影里有人家, 路径多起, 清炉痕中为孔道。 别是一番野去, 顿焦望却沉情。 三人信步而行, 观碗景致, 一头说话, 一头走路。 一里有二三里之远, 来到一个堂边。 只见几个粗腿大脚的汉子, 赤包了上身, 手提着皮碗, 牵着五六匹豪马, 在池塘里喜悦。 看见他三人走来至近, 一起跳出堂子, 慌忙将衣服穿上, 望着三人齐声迎诺。 沈江氏惊疑, 问二人道, 此辈素妃相识, 为何见无三人恭敬如此? 正, 李两人道, 此王朝一史君之立足也。 史君与吴两人最相厚善, 故此辈见吴等走过, 不敢怠慢。 沈江氏道, 原来这个缘故, 我也到为何无鹰之前。 三人又一头说, 一头走, 高尺边上前又数百步远了。 李三忽然叫沈江氏一声道, 大官人, 我有句话商量着。 沈江氏道, 甚话。 李三道, 今日之游, 颇得野兴, 只是信不浪走, 没个住脚的去处。 若便是这样转去了, 又无意味。 何不就骑着适才主公之马, 拜一拜王公, 岂不是庙? 沈江氏道, 王公是何人? 我却不曾认得, 怎好拜他? 李三道, 此老吉是个庙人, 他曾为一大郡守, 家资绝父, 机且极多。 他醉喜的是宾客往来, 款皆不倦。 今年既已老, 又有了些疾病, 朱姬妾皆有离心。 却是他房尽严密, 除了我这两人望行相知, 得以相见, 平时等闲不放出外边来。 那些姬妾无事, 只是中日合办玩耍而已。 若吴辈去看他, 他是极喜的。 大官人虽不曾相会, 有吴辈同网, 只说到亲母高雅, 愿意识经, 他看见是吴美的好友, 自不敢轻。 吴两人在第一个春与他, 等他晓得, 大官人是在京调官的, 一官一脉, 一发注意了, 必有极易精一的引赚相款。 吴美且落得开怀快唱他一晚, 也是有心的事。 强如寂寂默默, 仍旧三人走了回去。 沈江氏心里味觉, 正是诱导, 此老真是会快活的人, 有了许多美切, 他却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 寻出兴趣来。 更坚留心隐传, 必要一惊一劫, 唯恐朋友们不中意, 吃得不尽兴。 只这一片高兴热肠, 何处在讨得有? 大官人既到此地, 也该认一认这个人, 不可错过。 沈江氏也喜道, 果然如此, 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 李三道, 我美元回到池边, 要了他的马去。 于是, 三人同路而回, 走到池边。 正, 李大声叫道, 带四个马过来。 看马得不敢为慢, 答应道, 家爷的马, 官人每要骑, 尽意骑坐就是。 正, 离与沈江氏各骑了一匹, 连沈家家同棒着香儿, 也骑了一匹。 看马得带住了马头, 问道, 官人每要往那里去。 正声将鞭烧纸道, 到你爷家里去。 看马得道, 晓得了。 在前走着引路, 三人联盟安排而行。 转过两个方曲, 见一锁高门, 李三道, 到了, 到了。 郑石哥且陪大官人站一会, 带我先进去报之了, 好处来相迎。 沈江氏开了箱, 取棒鸣铁, 与李三带了报去。 李三进门内去了, 少些出来道, 主人听得有星刻到此, 甚是喜欢。 只是久病眷懒, 怕着官带, 愿求便福相见。 沈江氏道, 论来初次败业, 礼该俱福。 金主人摆命, 恐怕返劳, 着许便福, 最为洒脱。 李三又进去说了。 只见王朝, 一命两个安童福了, 一同李三出来迎客。 沈江氏举眼看时, 但见, 一度端庄, 容颜雷寿。 一前一雀, 昏如野鹤不刚, 半喘半遇, 大肆无牛渐月。 深浅宫不思而得, 是陆渊班里一席一将来, 长短气不约而同, 感应燕窝中输了去。 沈江氏见王朝义虽是衰老模样, 自然是土大夫体断, 肃然起敬。 王朝义见沈江氏少年风采, 不觉笑竹颜开, 拱进唐来。 沈江氏与二人聚与朝义相见了。 沈江氏叙了些仰慕的说话道, 姓正, 李两兄为少界, 得以识经, 顾快肃心, 识出唐突。 王朝义道, 两军之友, 即蒲有也。 况两军盛世, 相宇的臂氏高贤, 老朽何姓, 得以瞻戒。 查霸, 朝一一刻进了东宣, 吩咐当职的设系款贷。 吩咐不多时, 背盘果篆片刻极致。 沈江氏看时, 虽不怎的大摆设, 却多一惊一眉雅结, 瑟瑟在行, 不是等闲人家办得出的。 朝一千道, 一时不能置据, 果菜小酌, 物拐倾泻。 正, 李二人道, 沈君即是托洒人, 既供无辈相知, 远不必认作新客。 只管尽主人之心, 吃酒便是不必过谦了。 小童二人频频针灸, 三个客人望怀大脚, 主人勉强支陪。 看看天晚, 点上灯来。 朝一又赔了一赏, 忽然喉中发喘, 连嗽不止, 谈声夜聚, 也似赏赞似作, 知无不得。 叫两个小童服了, 力气伸来道, 健体不快, 尚可光顾, 不能进主里, 却怎的好。 对正声道, 没奈何了, 有樊正兄带坐主人, 请客随意聚饮, 不要祖星。 老朽略去歇息一会, 主要吃了, 少定即来奉陪。 恕罪, 恕罪, 朝一一面同两个小童 拂拥而去, 剩得他三个在坐, 小童也不出来, 真久了。 李三道, 等我寻人去, 起身走了进去, 沈江市见主人去了, 九溪阑珊, 心里有些失望。 玉带要辞了回去, 又不曾别得主人, 一且余姓还未尽, 只得走下亭中散步。 忽然听得一阵欢呼 致淫子声, 寻声觅去, 却在喧后一小榜中, 有些灯影在窗戏里 涉江出来。 沈江市将窗戏弄大了些, 窥看里面。 不看十万事全体, 一看看见了, 真是苏抹了半壁, 软瘫做一堆。 你到里头是甚光景。 但见, 明竹高章, 巨暗中烈。 至卢塞志, 先先玉守秦城, 喝六壶嘛, 点点朱唇吐酒。 金步窑, 玉条托, 近眉孤注争雄, 风亦流震, 肉屏风, 镜子和盘托出。 若非广寒殿里, 怎能勾如许先锋? 不是金各国中, 何处来若干媚之? 认识鱼人虚缩舌, 怎浇浪子不舒心? 原来沈江视窗戏中看去, 剑里头是每一女七八人, 环礼在一张八仙桌外。 桌上明晃晃点着一只高竹, 中间放下九颗一架, 一个头盆。 盆边七八堆彩物, 每一每一女面前一堆, 是将来做著独裁的。 众女仙拳裸秀, 各欲争雄。 灯下偷眼看去, 真个个个如嫦娥出世, 风姿态度, 目中所罕见。 不觉魂飞天外, 魄散九霄, 看得目不转睛, 完闲乱土。 正在进驾不定之际, 只见这个李三, 不知在那里走江进去, 也窜在里头了, 抓起骰子, 便带要治下去。 众女堵到尖深处, 忽见是李三下一柱, 进嚷道, 李秀才, 你又来鬼撕脚, 打断我妹妹们兴头。 李三玩着脸皮道, 便等我在里头, 与贤妹们帮兴一帮兴也好。 一个女子道, 总是熟人, 不妨是, 要来便来, 不要酸子气, 快摆下一柱前来。 众女道, 看这个酸鬼那里, 熬得起大柱, 一地一句, 鸡翘着。 李三制一制, 做一个鬼脸, 大家把他来做一个取笑的务事。 李三只是忍着羞, 皮着脸, 凭他情面催赖, 只是顽顿无一尺, 挨在帮里。 一煞时, 不分彼此, 竟大家着, 他在里面制了。 沈江市看见李三情状, 一发神魂摇荡, 顿足道, 真神仙境界也。 若是吴的四李三, 也在里头私混的一场, 死也甘心。 急得心痒难熬, 好似热地上沿油, 一仙儿立脚不定, 急走来要与郑时商量。 郑时正独自个坐在前轩打盾, 沈江市集摇他醒来道, 亏你还睡得着。 我们一样到此, 李三哥却落在密缸里了。 郑时道, 怎么的? 沈江市扯了他手, 竟到窗戏边来, 指着李面道, 你看嘛。 郑时打眼一看, 果然李三与群女在里头混堵。 郑时对沈江市搭, 这个李三好没廉耻。 沈江市道, 如此盛会, 怎生之会他一生, 设法我也在里头去治这儿, 也不在了今日来走这一番。 郑时道, 诸女皆王公事儿。 此老方才去棉宿了, 诸女得贤在此玩耍。 吴美是熟级的, 顾李三叉的进去。 诸女宿不识大观人, 主人又不在面前, 怎好与他们接对? 须比我美不得。 沈江市情急了道, 好哥哥, 代妾我代妾。 郑时道, 若挨得进去, 需要烧物, 方才可赌。 沈江市道, 吴随身妾中有金宝千金, 又有二三千张茶券子, 可以为烧。 只要诗歌设法的我进去, 取乐得一回, 就双手送掉了这些东西, 我愿避以。 郑时道, 这等不要高声, 悄悄地随着我来, 看向个机会, 满满插江下去。 切勿惊散了他们, 便不妙了。 沈江市紧依其言, 不敢择一声。 郑时拽了他手, 转弯抹角, 且是熟溜, 早已走到了巨赌的去处。 朱姬正赌的憨, 个不抬头, 不见沈江市。 郑时将他捏一把, 扯他到一个西空的所在站下了。 真似了许久, 只等两下绝了输赢, 会烧之时, 郑时方才开声道, 容我眉也置之而吗。 众女抬头看时, 认的是郑时, 却见肩下立着个面生的人, 大家喝道, 何处狼突然到此。 郑时道, 此无好友沈大官人, 知青等今宵良慧, 愿以拭目, 幸无惊讶。 众女道, 主翁与儒等通家, 故彼此各无避迹, 如何带了他家少年来参与我良人之会。 一个老承歇的道, 既是两军好友, 亦是一体的。 既来之, 则安之, 且请一杯迟到的酒。 遂取一大支, 满针这一杯热酒, 奉于沈江市。 沈江市此时身体借以麻酥, 见了亲手奉酒, 敢有推辞。 双手接过来, 一饮而尽, 不胜一滴。 奉酒的鸡对着重鸡笑道, 妙人也, 美人可各奉一杯。 正时道, 列未羞地炒断了志兴。 无有沈大官人, 也愿与众位下一局。 一头致淫, 一头饮酒助兴, 更为有趣。 那老成的道, 妙, 妙。 虽然如此, 也要仿主人绝来。 遂唤小桓, 快去朝一房里伺候, 倘若睡觉, 寒来报之, 切勿勿示。 小桓领命去了。 朱女就与沈江市共搏, 沈江市子洗身入仙宫, 智德一满, 彩色随手得胜。 朱姬头上插而守势, 尽数除下来做财赌赛, 尽被沈江市赢了, 虚余之间约有千金。 朱姬各个目睁一呆, 面前一空。 正是将沈江市扯一把刀, 赢勾了, 歇手罢。 怎当的沈江市魂不附体, 他心里只要多差的一会寡去便好, 不在乎财务输赢, 那里肯住。 只管伸手去取酒吃, 吃了又制, 制了又吃, 朱姬又来衬兴, 奉他不休。 沈江市肉抹了, 封江起来, 弄得朱姬皆赤手无梢可制。 其间有一小鸡年最少, 貌最美, 读识他书的最多, 见沈江市风风逝逝, 连志踩头, 带着怒龙, 起身进去。 走至房中转了一转, 提着一个杨枝玉花尊道面前, 向桌上一抓到, 此凭十千米, 只此做孤注, 输赢再此一决。 众姬问道, 此不是尔所有, 何故将来做助? 小姬道, 此主人物也。 此一决得圣音妙, 倘若再不如意一发输了去, 明日主人寻究, 定遭边陲。 然事事至此, 我情已及, 不得不然。 众人劝他道, 不可感兴, 万一又输, 再无挽回了。 小姬服然道, 凭我自主, 何故阻我? 坚毅要智。 众人见他已怒, 便道, 本途欢乐, 何故到此地位? 沈江市看见小姬光景, 又怜又爱, 心里愁愁道, 我本意起欲迎他。 争奈头子自圣, 怎生地帮衬, 这一志书与他了, 也解得他的恼怒, 不然, 反事我杀风景了。 看官听说, 这头子虽无知觉, 极有灵通, 最是跟着人一心走的。 起初沈江市神来期望, 圣采便跟着他走, 所以连志连营。 歇了一会, 圣头已过, 败色将来。 况且,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情愿认输, 一一团一锐气, 已自美了十分了。 更见那小姬气愤愤, 熊啾啾, 十分有趣, 魂灵也被他调了去。 心里忙乱, 一志大败。 小姬叫声, 惭愧, 也有这一志该我赢的。 即把花尊点朝天, 道将转来。 沈江市指道只是个花尊, 就是千民也赔得起。 岂知花尊里头尽是金钗珠牌色满旗中, 一道岛江出来, 辉煌夺目, 正不知多少价钱, 尽傲是书家赔偿的。 沈江市无言可对。 正, 李二人与同朱姬公估价值, 所值三千民钱。 沈江市须赖不得, 尽把先前所赢, 尽数退还, 补上千金。 只得走出较家童取代来箱子里面茶券子二千多张, 算了价钱, 尽作赌资还了。 说话的, 茶券子是圣物件, 可当金银。 看官听说, 茶券子怕是茶饮。 宋师进茶却税, 但是茶商纳了官银, 方官茶饮, 认饮不认人。 由此茶饮, 可以到处贩卖。 每张之利, 一两有余。 大户人家, 尽有当着茶饮生利的, 所以这茶饮当的银子用。 苏小青之母, 受了三千张茶饮, 把小青嫁与逢魁, 即是此利也。 沈江市去了二千余张茶饮, 即是去了二千余两银子。 沈江市自道指书的遗志, 身边还有剩下几百章, 其余金宝, 他物在外不动, 还思量在下局去, 伯将转来。 胡听的朝义里头大声咳嗽, 极锁拓湖。 朱姬慌张起来, 芒将三客推出阁外, 拔火打灭, 一起奔入房去。 三人重复走到宣外园饮酒去处, 刚坐下, 只见两个小童又出来劝酒道, 朝义多多质疑尊客, 夜深体倦, 不敢奉陪, 求尊客发心多饮一杯, 三人同声辞道, 酒性已拦, 不必再刀了, 只要做别了便去。 小童走进去说了, 又走出来道, 朝义说, 仓促之间多有减慢, 夜已深, 不劳面别。 此后三日, 再求三位同会此处, 更加尽兴, 切勿相聚。 又叫吩咐看马的, 仍旧送三位到寓所, 转来回话。 三人一同沈家家童, 乘着原来的四匹马, 离了王家。 行到城门边, 天色江明, 城门已自开了。 马夫送沈江市到了寓所, 沈江市赏了马夫酒钱, 连正, 李二人的也多是沈江市出了, 一起打发了去。 正, 李二人别了沈江市道, 一夜不睡, 且各还寓所安息一安息, 等到后日再去赴约。 二人别去。 沈江市自四夜来之事, 虽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钱, 却是着实地去。 想来老鸡赞他, 何等友情? 小鸡怒他, 也自有心。 其余朱鸡地乡劝酒, 轮流赌赛, 毫不风光。 多是背着主人做的。 可恨正, 李两人先占着这些便宜, 而今我既弄入了门, 少不得也熟分起来, 也与他二人一般受用。 或者还有阔着个把上手的事在李涛, 也未可知。 转转得意。 因两日困倦不出门, 八到第三日清早起来, 就要去再父王朝义之约。 却不见证, 李二人到来, 急着家同到二人下处去请。 下处人回眼走出去了, 只得呆呆等着。 等到日中, 静不见来。 沈江市集的乱跳, 杜长多爬了出来。 想一想到, 莫不他二人, 不约我先去了。 我既已拜过扰过, 认得得了, 何必待他二人? 只是要引进内里去, 还需得他没领路。 我如今各谢礼物去筹谢前晚之拙, 若是他二人先在, 不必说了。 若是不在, 料得必来, 好歹在那里等他美为事。 叫家同雇了马匹, 带了礼物, 出了城门。 静依前日之路, 到王朝一家里来。 到的门首, 只见大门拴着。 先叫家同, 寻着旁边一个小侧门进去, 一直到了里头, 并无一人在内。 家同正不知什么缘故, 走出来回复家主。 沈江市惊怡, 有恐差了, 再同着家同走进去一看, 只见前堂东宣与那剧赌的小榜, 宛然那夜光景幕, 却无一个人影。 大害道, 分明是这个里头, 那有此等怪事。 急走到大门左侧, 问这个开皮铺的人造, 这大宅里, 王朝一全家那里去了。 提想道, 此事内向侯公公的空房, 从来没个什么王朝义在此。 沈江市道, 前夜有个王朝义, 与同家眷政在此中居住, 我们来拜他, 他做主人留我美吃了一夜酒。 分明是此处, 如何说从来没有。 皮降道, 三日前有好几个恶少年, 携了几个上厅有名粉头, 睡了此房吃酒赌钱, 次日分了利钱, 各自散去, 那里是什么王朝义请客来。 这位官人摸不着了他道了。 沈江市方才一道, 是奸计装成圈套, 来骗他这些茶圈子的一二千斤之物, 分明赴了一空了。 却又转移念头, 追思那日池鞭换马, 宅内留宾, 后来隔中剧赌, 都是无心凑着的, 难道是设得来的计较? 私信不信道, 只可惜不见两人, 毕竟有个缘故在内, 等待几日, 寻着他两个再问。 岂知自此之后, 屡屡叫人道正, 离两人下处去问, 连下处的人多不晓得, 说道, 自那日出后, 一径不来, 虚锁着两间房, 开进去, 并无遗物在内, 不知去向了。 道此方知, 前日这些逐断逐节行径, 令人看不出一些, 与马夫小童, 多是一套中人物, 只在池这一夜里头打合成的。 正是拐骗得十分巧处, 神鬼莫测也。 慢到凉棚坐圣游, 谁知, 屈匡有阴谋。 秦归不是闲人道, 只为痴心错下仇。 第九章马郎经散心应验, 周梅香任何。 诗云, 世间好事必多魔, 原未来时可奈何。 一致到头中正果, 不知底势欲蹉跎。 话说从来有人道, 好事多魔。 那到底不成的, 自不必说。 尽有到底成就的, 起出十千难万难, 错过了多少机会, 废过了多少心机, 方得了解。 就如王仙客与刘无双两人, 钟表兄妹, 从幼许嫁, 年纪长大, 只需刘尚书与夫人做主, 两个一下配合了, 有何可说? 却又尚书翻回起来, 千推万足。 笔记夫人窜夺得啃了, 正要做亲, 又撞着诸三子, 摇令言之乱, 御驾家臣, 两下失散。 直到德干戈平静, 仙客入京来访, 不匡刘尚书被人诬陷, 加小配如夜庭。 从此天人路阁, 永无相会之日了。 因缘未断, 又得发出宫女打扫皇陵。 恰好插着无双在内, 一庭中通出消息, 与王仙客。 跟寻这稀奇古怪的一个侠客古鸭鸭, 将毛山道士仙丹缴照要死无双, 在皇陵上赎出一师一手来救活了, 方德成其夫妇同归相悍。 不知错过了几个年头, 废过了多少手脚了。 早知道底是夫妻, 何故又要经这许多魔者? 真不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见? 可又有一说, 不遇艰难, 不显好处。 古人云, 不是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只如偷实情一见, 一偷遍着, 却不早完了事, 然没一些光景了。 毕竟历过多少剑组, 无险风波, 后来到手, 放为稀罕。 所以在行的道, 偷得着不如偷不着, 真有深去之言也。 而今说一段姻缘, 正要到手, 却被无意中搅散。 即使后来两下各不相忘了, 又区区弯弯反弄成了, 这是阴云大使颠倒人的去处。 且说这段故事出在那个地方, 什么人家, 怎的起头, 怎的了结。 看官不要兴急, 带小子圆圆唯唯说来。 有失为证, 打压惊鸳鸯, 纷飞各一方。 天生鹰皮藕, 罗列自成形。 话说杭州府有一个秀才, 姓奉鸣来仪, 自无宾。 少年高才, 只因父母双亡, 家贫畏取。 有个母就金三元外, 看得她是个不凡之气, 是见赵管周记塔。 凤生就冒了旧家知姓进了学, 入场考试, 以得登科。 朋友往来, 只称凤生, 榜中名字, 却是金姓。 金元外一向出了灯火之姿, 替她在吴山左畔, 令下园亭一锁, 与同两个朋友作版读书。 那两个是狄亲兄弟, 一个叫做查尚文, 一个叫做豆尚武, 多是少年豪气, 眼底无人之辈。 三个人情投意合, 颇有管报, 雷尘之风。 豆家兄弟未因有一个亲眷上经为官, 送他长省, 就便往苏州探访乡识去了。 凤生虽已得中, 春世上远, 还在园中读书。 一日傍晚时节, 诵读少眷, 走出书房散步。 至园东, 忽见墙外楼上有一女子平窗而立, 貌若天人。 只隔的一朵墙, 差不得多少远近。 那女子看见凤生青年美智, 也似有眷顾之意, 毫不躲闪。 凤生贪看自不必说, 四目相视, 足有一个多时辰。 凤生只坐看完园中菊花, 不来不去, 卖弄着许多风一流态度, 不人走回。 只等天黑将来, 只听得女子叫道, 龙香掩上了楼窗。 一个侍女走起来, 把窗扑得关了。 凤生方才回步, 心下思量道, 不知林家有这等美貌女子。 不晓得她兴盛名谁, 怎生打听一个明白便好。 过了一夜, 次日清早起来, 也无心想观看书时, 茫茫梳洗了, 急望远东墙边来。 抬头看那林家楼上, 不见了昨日那女子。 正在愁愁唱之际, 猛听的墙角小门开处, 走将一个清清秀秀的丫鬟进来, 竟到埔中采菊花。 风声要撩把她开口, 故作力声道, 谁家女子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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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卉。 那丫鬟伸了一声道, 是我林家的园子。 你是那里来的野人, 反说我道。 凤生笑道, 道也非道, 爷也非也。 一时失言, 两下退过罢。 丫鬟也笑道, 不退过, 找你些甚吗? 凤生道, 请问小节子采一花去雨那个带? 丫鬟道, 我家姐姐淑洗一碗, 等此插带。 凤生道, 你家姐姐高姓大名, 河门宅卷。 丫鬟道, 我家姐姐姓杨, 小字素梅, 还不曾许配人家。 凤生道, 堂上何人? 丫鬟道, 父母巨王, 傍着胸扫童一居。 性爱幽静, 独处不楼刺绣。 凤生道, 昨日看见在楼上平窗而立的, 想就是了。 丫鬟道, 正是他了, 那里还有第二个。 凤生道, 这等小节子莫非龙相解吗? 丫鬟惊道, 官人如何晓得? 凤生本是, 昨日听的叫唤明白在耳朵里的, 却周一个谎道, 小生一向闻得东林阳宅有个素眉娘子, 世上无双的美色。 是女龙香姐十分乖巧, 十分贤惠, 仰慕已久了。 龙香中是丫头家见识, 听见称赞她两句, 倒是外边人真个说她好, 就有几分喜动颜色。 道, 小婢子有何德能? 执教官人之道。 凤生道, 强将之下无弱兵。 嫩样的姐姐, 须得嫩样的梅香姐, 方伟私称。 小生有缘, 昨日得见了姐姐, 今日又得遇着龙香姐, 真是天大的福分。 龙香姐怎生做的一个方便, 使小生再见得姐姐一面吗? 龙香道, 官人好不知进退。 好人家女儿, 又不是烟花门户, 知道你是什么人。 面生不熟, 说个见再见。 凤生道, 小生姓凤, 明来已, 今年秋榜举人。 在此园中读书, 就是贴壁锦麟。 你姐姐因是绝代佳人, 小生也不愧金石才子。 就相见一面, 也不辱没了你姐姐。 龙香道, 贯是秀才, 家有这些老脸说话, 不耐烦与你缠仗, 且将菊花去与姐姐插带则个。 说吧, 转身就走。 凤生直跟将来送她, 做个一道, 千万劳龙香姐在姐姐面前, 说凤来已多多质疑。 龙香只坐不听, 走进脚门, 扑得关了。 凤生只得回不转来, 只听得楼窗豁然大开, 高处有人叫一声, 龙香怎么去了不来。 急抬头看时, 正是昨日平窗女子新装方霸, 等龙香采一花不来, 开窗叫她, 恰好与凤生打个照面。 凤生看上去, 欲绝美丽非常。 那杨素梅也看上凤生在眼里了, 呆呆偷去, 目不转睛。 凤生以为可动, 朗银一诗道。 几回空度可怜消, 谁到秦楼有欲消? 指齿银和南月度, 宁已交一步受沈狼腰。 楼上杨素梅听见银诗, 想那诗中之意, 分明晓得是打动她的了, 只不知这俏书声是那一个, 又没出好问的。 正在心下愁愁, 只见龙香手撵了一朵菊花来, 与她插好了, 就问道, 姐姐, 你看见那园中空生否? 素梅摇手道, 还在那香摇摆, 低声些, 不要被她听见了。 龙香道, 我正要她听见, 有这样老脸皮没廉耻的。 素梅道, 她是那个, 怎么样没廉耻? 你且说来。 龙香道, 我自采一花, 她不知那里走将来, 撞见了, 反说我偷她的花, 被我抢白了一场。 后来问我采一花与那个袋, 我说是姐姐。 她见说出姐姐明性来, 不知怎爹就晓得我叫做龙香。 说到一向仰慕姐姐芳明, 故此连侍女名字都打听在肚里的。 又说, 昨日得曾见了姐姐, 还要指望再见见。 又被我抢白她是面生不熟之人, 她才说出名姓来, 叫做凤莱仪, 是今年中的举人, 在此园中读书, 是个锦灵。 我不采她, 她深深作医, 仰我质疑姐姐, 道姐姐是家人, 她是才子。 你倒好没廉耻吗? 素梅道, 说轻些, 看来她是个少年书生, 高材自负的。 你不理她便罢, 不要十分亲口亲舌地冲撞她。 龙香道, 姐姐怕龙香冲撞了她, 等龙香去叫她来见见姐姐, 姐姐自毁她话罢。 素梅道, 吃丫头, 好个歹舌头。 怎么好叫她见我? 两个一头说, 一头下楼去了。 这里奉生听见楼上鸡浓一番, 虽不慎明白, 晓得是一定说她心中好生痒痒。 只等楼上不见了人, 方才走回书房。 从此书卷揽开, 茶饭揽吃, 一心只在素梅身上, 日日在东墙探头望脑, 时常两下撞见。 那素梅也失魂丧魄的, 吊那少年书生不下, 每日上楼几番, 但欲着便眉来眼去, 彼此有意, 只不曾一交一口。 又时常打发龙香, 只以采一花为名, 到花园中探听她来宗去计。 龙香一来晓得姐姐的心事, 二来见凤生腼腆, 心里也有些喜欢, 要在里头撮合。 不时走到书房里传销地稀, 对凤生说着素梅好生钟情之意, 凤生道, 对面甚觉有情, 只是隔着楼上下不好开的口, 总有心事, 无从可达。 龙香道, 观人何不写封书与我姐姐? 凤生喜道, 姐姐通文墨吗? 龙香道, 姐姐喜的是吟诗作妇, 其但通文墨而已。 凤生道, 这等, 带我写一情词起来, 劳烦你替我寄去, 看她怎怎么说。 凤生提起笔来, 一挥而就。 此云, 目落亭高, 楼阁外, 同云半雍, 偏则向七粮书舍早将寒送, 眼角偷传清国茂, 心苗曾欠多情种。 问天公, 何日盼佳妻, 成欢一宠一? 慈祭, 满一江一红。 凤生写完, 赋予龙香。 龙香收在秀里, 走回家去, 见了素梅, 面带笑容。 素梅问道, 你是在那边书房里来, 有何说话, 笑嘻嘻地走来? 龙香道, 好笑那凤官人见了龙香, 不说什么说话, 把一张纸一管笔, 纸管写来写去, 被我趁他不见, 溜了一张来。 姐姐, 你看他写的是甚吗? 素梅接过手来, 看了一遍, 道, 写的是一首词, 分明是他叫你拿来的, 你却掉谎。 龙香道, 不瞒姐姐说, 伪识是他叫龙香拿来的。 龙香又不识字, 知他写得是好是歹。 他姐姐一时称怪, 只得如此说。 素梅道, 我也不称怪你, 只是书生狂妄, 不回他几字, 他只道我不知其意, 只管歪产。 我也不与他淫辞作父, 卖弄聪明, 时时地写几句说话, 回他辩了。 龙香及时延起莫来, 取福花间摊在桌上。 好个素梅, 也不打稿, 提起笔来就写。 写道, 自古真姬守节, 侠女连财。 两者俱贤, 各行其事。 但孔玉妃其人, 清莫寡信, 侠不如真儿。 与君为林, 姓成沐浴, 有缘与否, 君子揣之。 物图条文卓句, 为清薄相诱一也。 了此相父, 寸心已尽, 无多言。 写霸封好了, 叫龙香藏着, 隔了一日拿去, 与纳凤生。 龙香依言来到凤生书房, 凤生经洗道, 龙香姐来了, 那封书曾打上姐姐缝。 龙香拿个班道, 什么书个书, 要我替你淘气。 凤生道, 好姐姐, 如何累你受气。 龙香道, 姐姐见了你书, 变了脸, 道, 什么人的书要你拿来。 我是闺门中女儿, 怎么与外人通书帖, 只是要打。 凤生道, 她记到我是外人, 不该通书帖, 又在楼上眼睁睁看我怎的, 是她自家招风拦火, 怎到打你。 龙香道, 我也不到地与她打, 我会说道, 我又不识字, 知她写的是甚吗? 姐姐不相意, 不要看她, 拿去还她罢了, 何必灼脑, 方才免得一顿打。 凤生道, 好谈话, 若是不曾看着, 拿来还了, 有何消息? 可不误了我的事? 龙香道, 不管误事不误事, 还了你, 你自看去。 袖中摸出来, 撩在地下。 凤生拾起来, 却不是起先拿去的了, 晓得是龙香耍她, 带着笑道, 我说, 你家姐姐不舍得怪我, 必是好阴回我了。 拆开来细细一看, 跌足道, 好个有见识的女子, 分明有意于我, 只怕我日后父亲, 未肯造字。 我如今只得在 殃龙香姐拿件信物送她, 写封实心实意的话, 求她定下个佳期, 省得慈亡笔来, 有名无实, 白白地想杀了我。 龙香道, 为人为彻, 快些来, 我与你拿去, 我自有道理。 凤生开了箱子, 取出一个白玉缠除镇子来, 乃是她重磅之时, 母就金三元外 与她作贺的 制作一经一功, 事件古丸。 金将来送与素梅做表记, 写下一封书, 道, 成事玉音, 多观干戈, 仪虽博德, 赶赴深情, 但肯辅通一息之欢, 必当永诗百年之好。 仅供白玉缠除, 辽以表现, 京山之产, 取其坚润不渝, 月中之相, 取长一团一缘无缺。 其定佳期, 以苏可想。 卫写道, 辽爱不财生奉来一顿手索美娘子庄前, 奉生江书封好, 一同玉缠除, 一交一副龙香, 对龙香道, 我与你姐姐百年好事, 千金重担, 只在此两件上面了。 万望龙香姐竭力周全, 讨个回音则个。 龙香道, 不须嘱咐, 我也巴不得你们两个成了事, 有画面讲, 不耐烦如此传书递解。 奉生做个一道, 好姐姐, 如此帮衬, 万代恩德。 龙香带者笑, 拿着去了, 走进房来, 回复素梅道, 奉官人见了姐姐的书, 着实赞叹, 说姐姐有见识, 又写一封回书, 送一件玉武士在此。 素梅接过手来, 看那玉蝉除光润可爱, 笑道, 她送来怎待, 且拆开书来看。 素梅看那书时, 一路把头暗点, 脸颊微红, 有些沉吟之意。 看到辱爱不财生几字, 笑道, 呆秀才, 那个就在这里爱你。 龙香道, 姐姐若是不爱, 和不觉了她, 不许往来。 寄予她兜兜答答, 她难道道肯认作不爱不成。 素梅也笑将起来道, 吃丫头, 就像与她一路的。 我倒有句话与你商量, 我心上真有些爱她, 其实瞒不得你了。 如今她送此玉蝉除, 做了信物, 要我去会她, 这个却怎么使得? 龙香道, 姐姐若是使不得, 空爱她也无用。 何苦把这个书生哄得她不上不落的, 呆呆的百事皆废了。 素梅道, 只恐书生薄幸, 且顾眼下风光, 日日不在心上, 瞥人在脑后了, 如何是好。 龙香道, 这个龙香也做不得宝人, 姐姐而今要绝她, 却又爱她, 要从她, 却又以她。 如此两难, 何不约她当面一会? 看她说话真诚, 罚个咒怨, 方才凭着姐姐或短或长, 成就其事, 若不像个老实的, 姐姐一下子丢开, 再不要缠她罢了。 素梅道, 你说得有理, 我回她自去。 难得今夜是十五日一团一园之夜, 约她今夜到书房里相会便了。 素梅写着几字, 手上除下一个类金戒指, 把她欲缠除之赠, 叫龙香拿去。 龙香应允, 一面定到园中, 心吓到, 家妻只在今夜了, 便宜了这酸子, 不要只与她说之。 走进书房中来, 只见凤生朝看纸窗正在那里呆响。 见了龙香, 免得跳江起来, 道, 好姐姐, 天大的是如何了? 龙香道, 什么如何如何? 你道你不知进退, 开一遍问佳琪, 这等看得容易, 一下性子, 书多扯坏了, 连那欲缠除也损碎了。 凤生呆了道, 这般说起来, 教我怎的才是? 等到几十方好, 可不害杀了我。 龙香道, 不要心慌, 还有好话在后。 凤生欢喜道, 既有好话, 快说来。 龙香道, 好自在性, 大着嘴子, 快说来。 快说来, 不值得赔个小心。 凤生陪笑道, 好姐姐, 这是我不是了。 跪下去道, 我的亲娘, 有什么好说话, 对我说吧。 龙香扶起道, 不要缠脸。 你且起来, 我对你说, 我姐姐出事不肯, 是我再三窜多, 已许下日子了。 凤生道, 在几时呢? 龙香笑道, 在明年。 凤生道, 若到明年, 我也害死好作周年了。 龙香道, 死了, 料不要我偿命。 自有人不舍得你死, 有个丹药方在此依你。 袖中摸出戒指, 与纳封字来, 一交一语凤生道, 道不是害死, 却不要快活杀了。 凤生接着拆开看时, 上写道, 图成往复, 未侧忠心。 你非夜谈, 各臣所愿。 阴不为投缩之巨, 亦非孝于强之徒。 终身事大, 预定完蒙耳。 先以约旨之物为定, 言出如今, 扶情且戒, 如丝而已。 为父义事, 试脸听秦心, 来访听消伴。 未雨禅除, 晴光今夜满。 凤生看罢, 晓得是许下了佳妻, 又急在今夜, 喜欢的打爹, 对龙香道, 亏杀了救命的贤姐, 叫我怎声暴打也。 龙香道, 闲话休提, 既如此约定, 到晚来, 切不可放什么人在此打搅。 凤生道, 便是同窗两个朋友, 出去久了, 舅舅家里一个送饭的人, 送过时打发他去, 不呼唤他, 却不敢来。 此外, 别无甚人到此, 不妨, 不妨。 只是姐姐不要, 临时变卦变好。 龙香道, 这个道不消疑虑, 只在我身上, 抱你今夜城市变了。 龙香自回去了, 凤生一心只打点欢慧, 住在书房中, 巴不得到晚。 那边素梅也自心里推推的, 疑似小儿放纸炮, 又爱又怕。 只等龙香回来, 商量到晚赴约。 恰好龙香已到, 回复道, 那奉官人见了姐姐的字, 好不快活, 连龙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 素梅道, 说便如此说, 羞答答的怎好去的? 龙香道, 寄许了他, 做要不得的。 素梅道, 不去便怎么? 龙香道, 不去不打紧, 龙香说了这一个大谎, 后来害死了他, 地府中还要攀累我。 素梅道, 你只管自家的来世, 再不管我的终身。 龙香道, 什么终身? 拼得立定主意, 嫁了他便是了。 素梅道, 既如此, 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 只要打听凶扫税了方好。 说话之间, 早一天晚, 天上角一团一一团一, 推出一轮明月。 龙香走去了, 一更多次, 走来道, 大官人, 大娘子多吃了晚饭, 我守他收拾, 睡了才来的。 我美不要点灯, 开了脚门, 趁着明月悄悄去罢。 素梅道, 你在前走, 我后边围着, 怕有人来。 果然龙香先行, 素梅在后, 遮遮掩掩走到书房前。 龙香把手点道, 那有灯的不就是他书房? 素梅见说是书房, 便立定了脚。 凤生正在盼望不到之际, 信仰难熬, 攒出攒入了一会, 略在窗前歇气。 只听得门外脚不赏, 急走出来迎着。 这里龙香就出声道, 凤官人, 姐姐来了, 还不拜见。 凤生月下一看, 真是天仙下降。 不觉得跪了下去, 道, 小生有何天性, 劳烦姐姐这般用心, 杀身难抱。 素梅通红了脸, 一把扶起道, 官人请尊重, 有话慢讲。 凤生立起来, 就扶着素梅一妹道, 外乡不便, 请小姐快进房去。 素梅走进了门内, 外边龙香道, 姐姐, 我自去了。 素梅叫道, 龙香, 不要去。 凤生道, 小姐, 等她回去安顿着家中的好。 素梅又叫道, 略转转就来。 龙香道, 晓得了, 凤官入关上了门吧。 当下龙香走了转去, 凤生把门关了, 进来一把抱住道, 姐姐想杀了凤来一眼, 如今侥幸杀了凤来一眼, 一手就去素梅怀里乱扯一群。 素梅按住道, 官人不要兴急, 说得明白, 方可承欢。 凤生道, 我两人心事已明, 到此地位, 还有何说? 只是抱着推她到床上来。 素梅正定了脚不肯走, 道, 终身之事岂可草草, 你咒也虚堵一个, 永不得负心。 凤生一头推, 一头口里浓道, 凤来一若负此怀, 永远虔诚不言。 不言。 素梅见她急态, 又哄她又爱她, 心下已自软了, 不由地脚下放松, 任她推去。 正要倒在床上, 只听得圆门外一片大嚷, 肋骨也似敲门。 凤生正在猴急之际, 吃那一惊不小, 便道, 做怪了。 此时是什么人敲门? 想来没有别人。 姐姐不要心慌, 门是关看的, 没事。 我们且自上床, 凭她门外叫唤, 不要踩她。 素梅也慌道, 只怕使不得不如我去修。 凤生急了, 恨性命报往道, 这等怎使得? 这是活活地弄杀的我了。 正是色胆如天, 凤生且不管外面的事, 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脱了, 忙要行事。 那小的花园门年身月酒, 苦不甚劳, 早被外边一伙人踢开了一扇, 一路嚷江进来, 直到凤生书房门手来了。 凤生听见来得切尽, 方才这忙道, 古怪。 这声音, 却似窦家兄弟两个。 几时回来的, 恰恰到此, 我的活冤家, 怎么是好? 只得放下了手, 对素梅道, 我去顶住了门, 你把灯吹灭了, 不要作声。 素梅心下惊慌, 一手把裙裤结好, 一头把火吹灭, 悄悄地捡暗处站着, 不敢喘气。 凤生走到门边, 轻轻多条凳子, 把门在家顶住, 要走进来, 一温一存素梅。 只听到外面打着门道, 凤兄, 快开门。 凤生战斗斗地回道, 是, 是, 是那, 那个。 一个生气小些地道, 小弟斗上闻。 一个大喊道, 小弟斗上舞。 两个月不相聚了, 今日才得回来。 这样好月色, 快开门出来, 吴闷童去吃酒。 凤生道, 夜深了, 小弟已睡在床上了, 懒得起来, 明日尽兴霸。 外边斗大道, 寒舍不远, 过谈甚变。 遇着人来请, 因怕兄已睡着, 未必就来, 故此兄弟两人特来自邀, 快邪起来。 凤生道, 夜深风露, 热被窝里起来, 怕不感冒了。 其实的拦起, 不要相强, 足见相知。 斗大道, 凶行素豪, 今夜何故如此。 斗二便嚷道, 男子汉剑说着, 吃酒看月有兴事, 披衣便起, 怕慎风露。 凤生道, 今夜偶然眉兴, 忘起见谅。 斗二道, 终不成时我们扫了兴, 便自这样回去了。 你若当真不起来时, 我们一发把这门打开来, 莫怪粗鲁。 凤生着了急, 自想道, 倘若他当真打尽, 怎生是好。 滴滴对苏梅道, 他若打将将来, 必然是路, 姐姐你且躲在床后, 带我开门出去, 打发了他就来。 苏梅也滴滴道, 撇脱些, 我要回去。 这是做得不好了, 怎么出? 苏梅望床后, 黑处夺好。 凤生才多开凳子, 开出门来, 见了他兄弟两个, 且不失礼, 便随手把门扣上了, 道, 世中无火, 带我搭上了门, 和兄梅两个作画一番罢。 两斗道, 作画甚吗? 酒和多端正在那里了, 且道寒家呼噜腐白, 吃到天明。 凤生道, 小弟不耐烦, 饶我爸。 斗二道, 我们兴高得紧, 管你耐烦不耐烦, 我们大家扯了去。 兄弟两个多动手, 扯着便走, 又家家壮门, 推得推, 嚷得嚷, 不由你不定。 凤生指教的苦, 却又不好说出, 正是, 雅兹曼长皇百位, 难将苦口向人言。 没奈何, 只得跟着 吆吆喝喝的去了。 这里素梅在房中, 心头劈劈的跳, 几乎把个胆吓破了, 着实懊悔无尽。 听得人生这远, 才暗定了性子, 走出床面前来, 整一整衣服, 望门外张一张, 悄然无人, 想到, 此时想没人了, 我也等不得他, 趁早走回去罢。 去拽那门时, 谁想是外边搭住了的? 狠性子一拽, 早把两三个长指甲 一起促断了。 要出来, 又出来不得。 要叫生龙香, 又想他绝在家里, 那里在外边听的, 又害怕被别人听见了, 左右不是, 心里烦躁缭乱, 眉迹奈何。 看看夜深了, 做得不耐烦, 再不见构生来道, 心中又气又恨, 道, 难道贪了酒杯, 竟忘记我在这里了? 又替他解道, 方才他负极, 不要去, 还是这些狂烹眉的 放他回来。 转斩愁出, 无聊无赖, 身体倦怠, 赫浅连天。 欲要睡睡, 又是别人家床铺, 不曾睡惯, 不得服贴。 一切心下有事, 焦焦躁躁, 那里睡得去。 闷作不过, 坐下一手慈云。 幽房身所多情种, 清夜悠悠谁贡? 修建枕亲渊凤, 闷则何一庸? 无端猛烈因风动, 惊破一番心梦。 窗外月华霜重, 寂寞桃原洞。 慈寂, 桃原亦故人。 苏梅因此一罢, 早已鸡鸣时候了。 龙香在家里睡了一觉醒来, 想到, 此时姐姐与凤官人 也快活地勾了, 不免走去伺候, 接了他归来早些, 省得天明有人看见, 做出事来。 开了脚门, 踏着鹿草, 慢慢走到书房前来。 只见门上搭着扭, 一道, 这外面是谁搭上的? 又来奇怪了。 自言自语了几句, 里头素梅听的声音, 便开言道, 龙香来了吗? 龙香道, 是来了。 素梅道, 快些开了门进来。 龙香开进去看时, 只见素梅一桩不屑, 独自一个坐着。 经问道, 姐姐起得这般早。 素梅道, 那里是起早。 一夜还不曾睡。 龙香道, 为何不睡? 凤官人那里去了。 素梅叹口气道, 有这等不凑巧的事, 说不得一两句说话, 一伙狂鹏踢进圆门来, 拉去看月, 凤官人千推万阻, 不肯开门, 他只要打进门来。 只得开了门, 随他们一路去了。 至今不来, 且又搭上了门。 教我出来又出来不得, 做又做不过, 受了这一夜的罪。 而今你来得正好, 我和你快回去吧。 龙香道, 怎么有这等事? 姐姐有心得到这时候了, 凤官人毕竟转来, 还在此等他一等吗? 素梅不觉泪汪汪的, 又叹一口气道, 还说什么等他? 只字回去罢了。 正是, 墨地于周经笔墓, 煞石桥斧破莲枝。 素梅自语龙香回去不提, 且说凤生, 被那不做美的豆大, 豆二不由分说, 拉夫吃了半夜的酒。 凤生真是热地上盐油, 一时也安不得身子。 医生求罢, 就被豆二大晚嫁罚来。 凤生虽是心里不愿, 待推去时, 又恐怕他们看出破绽, 只得勉强发心, 指望早些散场。 谁知这些少年新兴, 吃到兴头上, 越吃越狂, 那里肯住。 凤生真是没天得教, 只等东方发白, 大家鸣鼎吃不得了, 放财携手。 凤生中是留心, 不治大罪, 带了些酒意, 别了二道, 一步恨不得做十步, 量强归来。 道德园中, 只见房门大开, 急急走进教导, 小姐。 小姐, 那见个人影。 想着左宵在此, 金不得见了, 不觉地趁着酒性, 敲台拍凳, 气得泪点如珠地下来, 骂道, 天杀的窦家兄弟, 坑杀了我。 千难万难, 到得今日才得成就, 未曾到手, 平白地搅开了。 而今不知又要费多少心机, 方得园城。 只怕着了这惊, 不肯再来了, 如何是好? 闷闷不乐, 倒在床上, 一觉睡到日晨曦, 方起得来, 急急走到园东墙边一看, 但见楼窗紧闭, 不见人踪。 推推脚门, 又是关紧了的。 没处问个消息, 样样而回, 且在书房纳闷不提。 且说那杨素梅归到自己房中, 心里还是恍惚不宁地, 对龙香道, 今后期虚戒着, 不可如此。 龙香道, 姐姐只怕戒不定。 素梅道, 且看我很性子戒起来。 龙香道, 道得戒时已是迟了。 素梅道, 怎见得迟? 龙香道, 身子已破了。 素梅道, 那里有此事。 你才转得深, 他们就打将进来。 说话也不曾说的一句, 那有别事? 龙香道, 既如此, 那人怎肯放下? 定然想杀了, 急不也害个疯癫, 可不是我们的阴质。 还需今夜再走一道的事。 素梅道, 今夜若去, 你住在外面, 一边等我, 一边看人, 方不误事。 龙香冷笑了一声, 素梅道, 你笑什么来? 龙香道, 我笑姐姐好个狠性子, 着实借得定。 两个正要商量, 晚间再去夫妻, 不想里面凶嫂处, 走出一个丫鬟来, 报道, 冯老如人来了。 原来素梅有个外婆, 嫁在冯家, 住在前堂门里。 虽没了丈夫, 家事泼后, 开个典当, 铺在门前。 人人晓得她是个富士, 那些三姑六婆, 没一个不来, 奉承她的她, 只有一女, 嫁与杨家, 就是素梅的母亲, 早年夫妇双亡了。 儒人想着, 外甥女儿虽然傍着兄嫂居住, 未曾许聘人家, 一日与媒婆媒说起素梅亲事, 媒婆媒道, 若只托着阳大官人出名, 说把妹子许人, 未必人家动火。 须得说是老儒人的亲外甥, 就在儒人家里皆查出嫁的, 放有门当户对的来。 儒人倒是说得有理, 亦且外甥女儿年纪长大, 也要收拾她身判来, 故此自己抬了轿, 又叫了一城空轿, 一直到杨家, 要接素梅家去。 素梅接着外婆, 儒人把前义说了一遍。 素梅暗地吃了一惊, 推托道, 既然要去, 外婆先请回, 等生女收拾两日就来。 儒人道, 有什么收拾? 我在此等了你去。 龙香便道, 也要捡个日子。 儒人道, 我捡了来的, 今日正是个黄道吉日, 就此去罢。 素梅暗暗地叫苦, 撕对龙香道, 怎生发复那人。 龙香道, 总是老儒人守着在此, 便在迟两日去, 也会她不得了。 不如且医着了, 等龙香自去回她消息, 再寻机会罢。 素梅只得怀着不快, 跟着儒人去了。 所以这日奉生去望楼上, 再不得见面。 直到外边去打听, 才晓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 爹族叹恨, 悔之无几, 又不知几时才得回家, 再得相会。 正在不快之际, 只见舅舅金三元外家金望来, 接她回家去, 要商量上京会事之事。 说道, 园中一应书香行礼, 多收拾了家来, 不必再到此了。 凤生口里不说, 心下思量道, 谁想当面一番错过, 便如此拟东我西, 料想那还有再会的日子。 只是, 她十分的好情, 教我怎生放的步。 一边收拾, 望着东墙, 只管落下泪来。 却是没奈何, 只得匆匆出门, 道德金三元外家里, 元外早已收拾盘颤, 事件停大。 吃了践行酒, 送她登城, 叫金望跟着, 一路服侍去了。 元外闲在家里, 偶然一个衙婆走来卖猪脆, 说起前堂门里冯家有个女儿, 才貌双全, 尚未许人。 元外叫讨了她八字来, 与外甥合一合看。 那看命的看的是一对上好到头夫妻, 芙蓉七元, 并无重犯。 元外大喜, 及央人去说和。 那冯如人见说是金三元外, 晓得她本处财主, 叫人通知了外甥杨大官人, 当下许了。 择了吉日, 下了聘定, 欢天喜地。 谁知杨素眉心里, 只想着奉生, 见说许下了什么金家, 好生不快, 又不好说得出来, 对着龙香只是啼哭, 龙香宽解道, 因缘分定, 想当日若有缘法, 早已成事了。 如此对面错过, 毕竟不是对头, 亏得还好, 若是那一夜有些长短了, 而今又许了一家, 却怎么出? 素眉道, 说那里话, 我当初虽不与她沾身, 也曾亲热一番, 心已相许。 我如今痴想, 还与她有相会日子, 全且忍耐。 若要我令嫁别人, 临妻无奈, 只得寻个自尽, 报答她那一点情分变了, 怎生撇得塌下? 龙香道, 姐姐一片好心固然如此, 只是而今, 怎能勾在与她相会? 素眉道, 她如今料想在京会市, 倘若因缘未断, 得登金榜, 她必然归来寻访着我。 那时我辞了外婆, 回到家中, 好歹设法地相见一番。 那时她身容贵, 就是婚姻之事, 或者还可挽回万一。 不然, 我与她一言面诀, 死意明目了。 龙香道, 姐姐也见得是, 且耐心着, 不要烦烦恼恼, 与别人看破了, 生出议论来。 不说两个激怒, 且说奉生道经, 一举成名, 做了三甲净土, 选了福建福州府推官。 心里想道, 我如今便到还家, 央媒一亲, 亦如樊掌。 这姻缘仍在, 称为可喜, 进土不足掩掩。 正要打点启程, 金元外家里有人到京来, 说道, 家中已聘下了夫人, 只等官人荣归必因。 奉生吃了一惊, 道, 怎么, 聘下了什么夫人? 金家人道, 前堂门里冯家小姐, 见说才貌双全的。 奉生变了脸道, 你家园外, 好没要紧, 那只我的旧礼, 连忙就聘作甚吗? 金家人与金望多一怪道, 这是老园外好意, 官人为何反怪将起来? 奉生道, 你们不晓得, 不要多管。 自此心中返天上一番愁绪起来, 正是, 因是虽诚心事为, 心人欢喜救人体。 几回按理天惆怅, 说与旁人那得知, 奉生心中闷闷, 且待道家在坐屈处, 一面经中自起身, 一面打发金家人先回报之, 择日道家。 这里金元外晓得外生归来快乐, 定了成婚吉日, 先到冯家下那刨断拆还请妻的大礼。 他把一个白玉禅厨, 坐牙拆无事。 这禅厨是一对, 前日把一个送外生了, 今日又替他行礼, 做了个胡伦人情, 叫媒婆送到冯家去, 说, 金家郎金榜提名, 不日归去, 一起成书道了。 那冯老儒人好不喜欢, 旁边亲亲眷眷看的人, 那一个不喷喷撑探道, 素眉姐姐生的标志, 有此等在福。 多来与素眉叫喜, 谁知素眉心怀鬼胎, 只是长须短探, 好生愁闷, 默默归房去了。 只见龙香走来道, 姐姐, 你看见世财的礼物吗? 素眉道, 有甚心情去看她。 龙香道, 一件天大侥幸的事, 好叫姐姐得知。 龙香听的外边人说, 那中浸土聘姐姐的那个人, 虽然姓金, 却是金家外甥。 我前日记得, 凤官人也曾说什么金家舅舅, 只怕那个人就是凤官人, 也不可知。 素眉道, 那有此事。 龙香道, 世财礼物里边, 有一件压钗的东西, 也是一个玉蝉厨, 与前日凤官人与姐姐的一模二样。 若不是她家, 怎生有这般一对? 素眉道, 而今玉蝉厨在那里。 设法来看一看。 龙香道, 我方才见有些消息, 推说姐姐要看, 哪将来了? 秀里取出, 帝与素眉看了一会, 果像是一般的, 再把自家的在壁上解下来, 并一并看, 分毫不差。 想着前日的情, 不觉掉下泪来, 道, 若果如此, 真是姻缘不断。 古来破镜重圆, 拆分在合, 信有其事了。 只是凤郎德忠, 自然说是凤家下礼, 如何只说金家? 这里边有些不明, 怎生探得一个实消息, 果然是了便好。 龙香道, 是便怎吗? 不是便怎吗? 素眉道, 是他了, 万千欢喜, 不必说起。 若不是他, 我前日说过的, 临到迎娶, 自意而死。 龙香道, 龙香道有个计较在此。 素眉道, 怎的计较? 龙香道, 少不得迎亲之日, 媒婆先回话。 那时, 龙香装做了媒婆的女儿, 随了他去。 看得果是那人, 急忙回来, 说之就是。 素眉道, 如此甚好。 但愿得就是他, 这场戏比天还大。 龙香道, 我也巴不得如此, 看来像是有些光景的。 两人商量已定, 过了两日, 奉生到了金家了。 那时, 冯老儒人, 以依着金三元外所定日子成亲, 先叫媒婆去回话, 请来迎娶。 龙香知道, 赶到路上来对媒婆说, 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 有人问时, 只说是你的女儿带了来的。 媒婆道, 这等折杀了老身, 同去走走就是。 只有一件事要问姐姐。 龙香道, 甚是。 媒婆道, 你家姐姐添大喜事临身, 过门去就做夫人了, 如何不见喜欢? 口里唧唧浓浓浓, 倒像十分不快活的, 这怎么说? 龙香道, 你不知道, 我姐姐自小立愿, 要自家捡个相依姐夫。 而今是老儒人做主, 不管她肯不肯许了她, 不知新郎好歹, 放心不下, 故此不快活。 媒婆道, 新郎是做官的了, 有什么不好? 龙香道, 夫妻面上, 只要人好, 做官有什么用处? 老娘晓得, 这做官的姓甚吗? 媒婆道, 姓金了, 还不知道。 龙香道, 文说是金元外的外甥, 原不姓金, 可知道姓甚吗? 媒婆道, 是便是外甥, 而金外边人只叫她金也。 她的姓, 姓得有些异样的, 不好记, 我忘记了。 龙香道, 可是姓凤。 媒婆想了一想, 点头道, 正是这个什么怪性? 龙香心里暗暗欢喜, 已有几分事了。 一路行来, 已到了金家门手。 龙香对媒婆道, 老姐你先进去, 我在门外张一张吧。 媒婆道, 正是。 媒婆进去见了凤生, 回复今日迎亲之事。 正在问答之际, 龙香门外一看, 看得果然是了, 不觉手舞足倒起来, 嬉嬉地倒, 造化。 造化。 龙香也有意要她看见, 把身子全然露着, 早已被门里面看见了。 凤生问媒婆道, 外面那个随着你来。 媒婆道, 是老媳妇的女儿。 凤生一眼瞅去, 一试龙香, 便叫媒婆去里面查饭, 自己夺出来看, 果然是龙香了。 凤生忙道, 慎风吹你到此。 你姐姐在那里。 龙香道, 凤官人还问我姐姐, 你只打点迎亲罢了。 凤生道, 龙香姐, 小生自那日经散之后, 有一刻不想你姐姐, 也叫我天诛地灭。 怎奈是这日一去, 彼此分散, 无路可通。 侥幸往京德中, 正要归来央眉巡访, 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这逢家。 而今推却不得, 没奈何了, 其我情愿。 龙香故意道, 而今不情愿, 也说不得了。 只辜负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 至今还是泪汪汪的。 凤生也是泪道, 带小生过了今日之事, 再怎么约的你家姐姐一会面, 讲得一番心事明白, 死也甘心。 而今你姐姐在那里, 曾回去家中不曾。 龙香哄她道, 我姐姐也许下人家了。 凤生吃惊道, 嗨嗨, 许了那一家。 龙香道, 是这城里什么金家心中浸土的。 凤生道, 又来胡说, 城中在那里, 还有个金家心中浸土, 只有的我。 龙香道, 官人几时又姓金。 凤生道, 这是我娘舅家姓, 我一向榜上多事姓金不姓凤。 龙香稀的一笑道, 白日见鬼, 网着人急了这许多事。 凤生道, 这等说起来, 敢是我聘定的, 就是你家姐姐。 却怎么说姓冯? 龙香道, 我姐姐也是冯老儒人的外甥, 故此人只说是冯家女儿, 其实就是杨家的人。 凤生道, 前日分散之后, 我问邻人, 说是外婆家接去, 想正是冯家了。 龙香道, 正是了。 凤生道, 这话果真吗? 莫非你见我另聘了, 特把这话来耍我的。 龙香去袖中摸出两个玉蝉处来道, 你看这一对仙字成双了, 一个是你送于姐姐的, 一个是你家压差的。 眼见的多在这里了, 还要疑心。 凤生大笑道, 有这样骑士, 可不快活杀了我。 龙香道, 官人如此快活, 我姐姐还不知道明白, 哭哭啼啼在哪里。 凤生道, 若不是我, 你姐姐带怎么? 龙香道, 姐姐看见玉蝉处一样, 又见说是金家外甥, 故此也有些疑心, 先教我来打探。 说道不是官人, 便要自尽。 如今急忙回去抱他, 等他好梳妆相待。 而今他这欢喜, 也非同小可。 凤生道, 还有一件, 他是在急头上, 只怕还要疑心, 是你全时哄他的, 未必放心得不。 你把他前日所与我的戒指拿去, 与他看, 他方信是实了, 可好吗? 龙香道, 官人见得是。 凤生急在指头上勒下来, 一交一语龙香去了, 一面吩咐古月九言齐辈, 亲近迎娶, 却说龙香急急走到家里, 见了素梅, 连声道, 姐姐, 正是他。 正是他。 素梅道, 难道有这等事? 龙香道, 不信, 你看这戒指那里来的, 就把戒指递将过来, 道, 是他手上清除下来与我, 叫我拿与姐姐看, 做个平据的。 素梅微笑道, 这个真也奇怪了, 你且说他见你说些甚吗? 龙香道, 他说自从那日经散, 没有一日不想姐姐, 而今做了官, 正要来图谋这事, 不想舅舅先定下了, 他不知是姐姐, 十分不情愿的。 素梅道, 他不框是我, 别娶之后, 却带怎吗? 龙香道, 他说原要设法与姐姐一面, 说个中曲, 死也瞑目, 就眼泪流下来。 我见他说的至诚, 方语他说明白了这些话, 他好不欢喜。 素梅道, 他却不知我为他如此励志, 只说我轻易许了人家, 道我没信心的了, 怎么好? 龙香道, 我把姐姐这些意思尽数对他说了, 原说打听不是迎娶之日, 寻个自尽的。 他也拙意, 恐怕我来回话, 姐姐不信, 一时一时权宜之际哄上教的说话, 故此拿出这戒指来为信。 素梅道, 戒指在那里拿出来的。 龙香道, 紧紧地勒在指头上, 可见他不忘姐姐的了。 素梅此时才放心的步, 须与唐前古月齐名, 新郎关带上门, 亲自迎娶。 新人上教, 冯老儒人也上教, 送到金家, 与金三园外会了亲。 吃了喜酒, 送入洞房, 两下成其夫妇。 恩情美满, 自不必说。 此日, 杨家兄嫂多来会亲, 窦家兄弟两人也来作贺。 奉生见了二窦, 想着那晚之事, 不觉失笑。 自存道, 亏得原氏姻缘到底配合了, 不然这一场搅散岂是小可的? 又不好说得出来, 只自家暗暗侥幸而已。 做了夫妻之后, 时常与素梅说着那事, 两个还是打尽的。 音响世上的事, 最是好笑。 假如奉生与素梅所幸无缘罢了, 既然到底是夫妻, 那日书房中时节, 何不休要生出这番风波来? 月吃一会, 也到手了。 再不然, 不要外婆家去, 次日也还好再续前约。 怎生不先不后, 偏要如此见足? 即使后来两下多不打点的了, 却又无意中聘定成了夫妇。 这多是天公巧处, 却像一下子就上了手, 反眉趣味, 故意如此的。 却又有一时不偶, 便到底不邪的, 这又不知怎么说。 有失为证, 从来女侠惠连彩, 到底阴诚意在, 也又经分钟不偶, 独寒幽怨向秦台。 第十章招五虎何计挑家信末大郎立地? 事曰, 黑盲口中舌, 黄丰尾上针。 两班由未独, 最独妇人心。 话说妇人家妒忌乃是七出之条那一条, 极是不好的事, 却这个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 再改不来的。 宋少兴年间, 有一个官人乃是胎州司法, 姓业明鉴, 有七方氏, 天生残肚, 犹如虎狼。 手下养娘妇女们, 垂除挺杖, 乃是长行。 还有灼铁烧肉, 僵锥塑塞。 兴急起来, 一口咬住不放, 定要咬下一块肉来, 狠急之时, 连血带生吃了, 常有致死了的。 妇女里头, 若是模样略似人的, 就要疑心司法喜她, 一发受苦不胜了。 司法那里, 还好解劝德的, 虽是心里好生不燃, 却不能治得她, 没奈她何。 所以中年无子, 再不敢蒙娶妾执念。 后来司法年已六旬, 那方氏, 他也五十六六岁差不多了。 司法一日恳求方氏道, 我年已衰卖, 岂还有取乐好色之意? 但老儿无子, 后边光景难堪。 欲要寻一个丫头, 与她养个儿子, 为积蓄祖宗之计, 需得你周全这时方好。 方氏大怒道, 你就框我养不出, 生起外心来了。 我看自家晚间尽有精神, 只怕还养得出来, 你不要一胡一想。 司法道, 男子过了六十, 还有生子这是, 几层见女人六十将到了, 生得儿子出的。 方氏道, 你见我今年做六十旗了吗? 司法道, 就是六十, 也差不多两年了。 方氏道, 在与你约三年, 那时无子凭你寻一个福傲, 快活死了罢了。 司法唯唯从命, 不敢再说。 过了三年, 只得又将前说提起。 方氏仪许出了口, 不好悔的, 只得装聋作哑, 听她娶了一个妾。 娶便娶了, 只是心里不服气, 寻非思闹, 没有一会清静的。 忽然一日对司法道, 我眼中看你们做把戏, 实是使不得。 我年纪老了, 也不耐烦再次争攘。 你那里另捡一间房, 独自关得断得, 与我住了。 我在里边修行, 只叫人攻击我饮食, 我再不出来了, 凭你们过日子罢。 司法听得不胜之喜, 道, 惭愧。 若得如此, 天从人愿。 岁于屋后另住一小院, 收拾静食一间, 宋方氏进去住了。 家人们早晚问安, 递送饮食, 多时没有说话, 司法暗暗喜欢道, 似此清静, 还像人家, 不到他晚年心性这样改得好了。 他既然从善, 我们一发要还他离体。 对那妾道, 你久不去相见了, 也该自去问侯一犯。 妾依主命, 独自走到屋后去了, 直到天晚不见出来。 司法道, 难道两个说的投机, 只管留在那里了? 未免心里牵挂, 自己悄悄不到那里去看。 走到了房前, 只见门窗关得席桶相似, 两个人多不见。 司法把门推推, 推不开来, 用手敲着两下, 里头虽有些声声, 却不开出来。 司法道, 奇怪了。 回到前边, 叫了两个粗食的家人, 同道后边去, 狠把门乱推乱踢。 那门框脱了, 门早已跌倒一边。 一拥进去, 只见方氏扑在地下。 说实迟, 那时快, 见了人来, 腾身一跳, 往门外乱窜出来。 众人急回头看去, 却是一只大虫。 吃了一惊, 在折地上, 血肉狼藉, 一个人浑身心腹多被吃尽, 只剩的一头两足。 任那头时, 正是妾的头。 司法又苦又惊道, 不信有这样怪事。 连忙去赶那虎, 一出屋后跳去, 不知那里去了。 又去换极众人点着火把, 往乌后山上到处找寻, 并无踪迹。 这个是在绍兴十九年。 此时有人议论, 或者连方氏也是虎吃了的, 未必这虎就是他。 却有一件, 虎只会吃人, 那里又会得关门闭户来。 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肠狠毒, 原自与虎狼气类相同。 金在乌后独居多时, 奋力满腹, 一见窃来, 怒气勃发, 地便出行向来, 怒一嘴淡, 伤其性命, 方掉下去了, 此皆独心所化也。 所以说道夫人家有天生成妒忌的, 即此便是榜样。 小子为何说这一段稀奇末? 只因有个人家, 也为内卷有些妒忌, 做出一场没了落实, 几乎中了人的鸡谋, 哄弄出浙家荡产的事来。 若不亏的一个人有主意, 处置得丰田浪静, 不知吵到几年上才是了结。 有诗为证, 歇小言辞默若休, 不须惊献于荆州。 牙头府邸赔杯酒, 赢得猫卖了牛。 这首诗乃是宋贤范月所作, 劝人一体要征颂的话。 大凡人家些小事情自家收拾了, 便不见得费身气力, 若是一个不服气, 到了官时, 衙门中没一个肯不要赚钱的。 不要说后边输了, 真一真费用过的财物, 已自合不来了。 何况人家弟兄们争着祖父的遗产, 不肯相让一些情愿大快的东西 做成别个的去了。 又有不孝官府, 见是上千上万的状子, 动了火, 起心设法, 这边送将来, 便道, 我断多少余你。 那边送将来, 便道, 我替你断绝后患。 只管埋着根脚漏洞, 等人家争个没休歇, 荡尽方休。 又有不孝近身, 见人家是争财的事, 容易相帮。 东边来说, 也叫他送些于我, 我便左坦。 西边来说, 也叫他送些于我, 我便右坦。 两家不歇手, 落得他自饱满了。 世间自有这些人在那里, 官司岂是容易打的? 自古说荷棒相持, 愚人得利。 到收场想一想, 总是被煤香肝的人得了去, 何不自己骨肉, 便吃了些亏, 钱财还只在自家门里头好。 今日小子说, 这有主意的人, 便真是见识高强的。 这件事也出在宋少星年间, 无形地方有个老翁, 姓末, 家子俱万, 一妻二子, 已有三孙。 那墨翁富家性子, 本好福育。 少年时节, 便有娶妻买币, 好些风一流快活的念头, 又不愁家事做不起, 随得讨着几房, 粉薰三千, 金差十二也不难处的。 只有一件不凑去处, 那墨老母却是十分厉害, 她平生有三恨, 一恨天地, 二恨爹娘, 三恨杂色降座。 你倒她为什么恨这几件? 她到自己身上生了此物, 别嫁女人就不该生了, 未甚天地没主意, 不为我不为稀罕, 又要防着男人。 二来爹娘, 嫁得她吃了些个, 不曾眼见老儿破体, 到底有些放心不下处。 更有一件, 女人腻尿总在马子上罢了, 偏有那些烧摇将, 铜锅将, 弄成腻气与男人撒腻, 将洋物放进放出形状看不得。 似此心性, 你到墨翁少年之时, 容得她些松宽门路吗? 后来生子生孙, 一发把这些咸花野草的尸体, 回个尽绝了。 此时墨翁年已旺期, 墨妈房里有个丫鬟, 名幻双合, 十八岁了。 墨翁晚间睡时, 叫她擦背垂腰。 墨妈因是老儿年纪已高, 无心房她这件事, 况且平时奉法为解, 放心得不惯了。 谁知墨翁年纪虽高, 欲心未己, 呈她身边服侍时节, 与她捏手捏脚, 撕下肉骂。 那双合一来见是家主, 不敢择生, 二来正知方年, 情斗已开, 也满意思量那是, 近吃的这一杯酒, 被地里两个做了一手。 有个哥, 单朝着老人家偷实情的事。 老人家再不把福星改变, 见了后生家只管歪产。 怎知道形势多不变, 提塞是皱面甲, 做嘴是白虚然, 正到那要紧关头也, 却又软软软软软软。 说那墨翁与双合偷了几次, 家里人渐渐有些小得了。 因为墨妈心性厉害, 只没人敢对她说, 连儿子媳妇 为着老人家面上, 大家替她隐瞒。 谁知有这样不做美的冤家勾当, 那女子日竹觉得眉粗眼慢, 乳账富高, 呕吐不停。 起初还只道是病, 看看肚里冻僵起来, 晓得是有胎了。 心里着盲, 对墨翁道, 多是你老梅志气, 做了这件事, 而今这样不尴尬起来。 妈妈心性若是知道了, 肯甘休的, 我这条性命眼见得要葬送了。 不住的眼泪落下来, 墨翁只得宽慰她道, 且莫着急, 我自有个处置在那里。 墨翁心下自想道, 当真不是耍处, 我一时高兴, 与她弄一个在肚里了。 妈妈知道, 必然打骂不容, 网害了她性命。 纵祸未必致死, 我老人家子孙满钱, 却做了这没正经事, 吵得家里不敬, 也好修人。 不如趁这妮子未生之前, 寻个人家嫁了出去, 等她带胎去别人家生育了, 糊涂的过载处。 真计已定, 私下对双和说了。 双和也是巴不得这样的, 寄托了很家主婆, 又别配个厚生男子, 有何不妙。 方才把一天愁消失了好些。 果然墨翁在墨妈面前, 寻个头脑, 故意说丫头不好, 要卖她出去。 墨妈也见双和年长, 光景腰烧, 也有些不要她在身边了。 遂听了眉人之眼, 嫁出与在城花楼桥 卖汤粉的朱三。 朱三年纪三十以内, 人物尽也急处, 双和嫁了她, 真做的郎才女貌, 一对好夫妻。 墨翁只要着落的停荡, 不争财物。 朱三讨得容令, 泼自得意, 只不知讨了个代胎的老婆来。 渐渐朱三是得出了, 双和是对她说道, 我此态是耐主翁所有, 怕妈妈知觉, 故此把我嫁了出来, 许下我看管终身的。 你不可说, 甚么打破了机关, 落得时常要她周际些东西, 我一心与你做人家变了。 朱三是个经济型中人, 只要些小便宜, 那里还管清黄皂白。 况且晓得, 人家出来的丫头, 那有真正女身。 又是心取情热, 自然含糊忍住了。 娶过来五个多月, 养下一个小丝来, 双和密地叫人通与墨翁之道。 墨翁虽是没奈何嫁了出来, 心里还是割不断的。 剑说养了儿子, 倒是自己骨血, 瞒着家里, 悄悄将两桃米, 几罐钱先送去与他吃用。 以后手势衣服, 与那小娃子穿着的, 没一件不知迟了去。 朱三反靠着老婆福音, 落得痴子来时, 那儿子渐渐大起来, 墨翁虽是暗地周给他, 用度无缺, 却到底瞒着生人眼, 不好认账。 随那儿自姓了朱, 跟着朱三, 也到世上帮做生意。 此时已有十来岁, 街坊上人点点处处, 多晓得是墨翁之种。 连墨翁家里儿子媳妇们, 也多晓得老儿有着外养之子, 私下在那里盘缠他家的, 却大家装聋作哑, 只做不知。 墨老心里也有些疑心, 不在眼面前了, 又没人敢提起, 也只所罢了。 呼一口, 墨翁一并板足, 家里城府停葬, 自不必说。 在城有一伙破落护馆闲市吃闲饭的眉头鬼光棍, 一个叫做铁礼虫送礼, 一个叫做钻仓鼠张朝, 一个叫做吊金虎牛三, 一个叫的撒墨判官周炳, 一个叫的白日鬼王别子, 还有几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伙, 共是十来个。 专一捕风捉影, 寻人家闲头脑, 挑弄是非, 打帮声势。 那五个围头, 在黑虎悬坛赵元帅庙里, 的确围盟, 结为兄弟。 尽多姓了赵, 总叫做赵家吴虎, 不拘那里有事, 一个人打听将来, 便合着办去做, 得理评分。 平日小的麦粉朱三家儿子是墨家鼓血, 这日见说墨翁死了, 众兄弟商量到, 一桩豪买卖到了。 墨家乃巨父之家, 老妈妈只生的二子, 想用那二三十万不了。 我们窜多朱三家, 那会儿去告征, 分得他一股, 最少也有二万之数, 我们帮得也有小岸贵了。 就不然, 只要起了官司, 我们打点的打点, 卖阵的卖阵, 这边不着那边着, 好歹也有几年缠障了, 也强似在家里脚本。 大家拍手道, 造化, 造化。 铁里重道, 我们且去见那词, 看他主意怎么的, 设法又塌上这条路遍了。 多道, 有礼, 一起向朱三家里来。 朱三平日卖汤粉, 这五虎日日, 在衙门前后走动, 时常买他的点击, 使鼠主顾驾。 朱三见了, 拱手道, 列位光匠, 必有剑狱。 那吊金虎道, 请你娘子出来, 我有一事抱他。 朱三道, 何事? 白日鬼道, 他家末老而死了。 双和在里面听得, 哭将出来道, 我方才听得, 街上是这样说, 还到位的。 而今列位来的, 一定是真了。 一头哭, 一头对朱三说, 我与你试了这泰山的靠棒, 今生再无好日了。 钻仓鼠便道, 怎说这话? 如今正是你们的富贵道了。 五人齐声道, 我兄弟们特来送这一套横财于你们的。 朱三夫妻多惊一道, 这怎么说? 铁里虫道, 你家儿子乃是莫老而骨穴, 而今他家里万万贯家财, 天元乌宁, 你儿子多盖有份, 喝不到他家去要分他的。 他若不肯分, 拼与他吃上屁丝, 料不捣断了你们些去。 壮住打到底, 哭你儿子不着, 与他低起血来, 怕倒不是真的。 这一股稳稳事了。 朱三夫妻道, 事到尾师如此, 我们也晓得。 只是清令起了个头, 一时住不得手的。 自古道贫末与富斗, 吃官司全得财来使费。 我们怎么敌得他过? 弄得后边不灵不利, 反为不美。 况且, 我美这样人家, 一日不做, 一日没得吃的, 那里来的人力, 那里来的功夫去吃官司。 铁里虫道, 这个诚然也要虑道, 打官司全靠使费 与那人力两项。 而今我和你们熟商量, 要人力使, 我们几个弟兄, 相帮你衙门做事尽备了, 指着史费难处, 我们也说不得, 小钱不去, 大钱不来。 五个弟兄, 一人应出一百两, 先将来不本钱, 替你使用去。 你写起一千两的借票来, 我们收着, 只等日后段过家业来到了手, 你每兆气还我, 只尽得你每一本一粒, 也不为多。 此外谢我们的, 凭你们另商量了, 那时是白得来的东西, 作有事不费之会, 了然绝不怠慢了我们。 朱三夫祈祷, 若得列位如此相帮, 可知道好, 只是打从那里做起。 铁里虫道, 你只依我们调度, 包管停荡, 且把借票写起来为定。 朱三只得依着写了, 压了个字, 连儿子也要他画了一个, 一交一语众人。 众人道, 今日我美弟兄且去, 一面收拾银钱停荡了, 明日再来计较行事。 朱三夫妻道, 权杖列位看顾。 当下众人散了去, 双和对丈夫道, 这些人所言, 不知如何, 可做得来的吗? 朱三道, 总是不要我费一个钱, 看他们怎么主张, 依得的执管依着做去, 或者有些油水也不见得。 用具是他们的, 得来是我们的, 有什么不便宜处? 双和道, 不该就定执笔与他。 朱三道, 趁我们三个做肉卖, 也不值上几两。 他拿了我千贯的票子, 若不夺得家事来, 他好像那里逃。 果然夺得来时, 就与他歇也不难了。 况且不写地与他, 他怎肯拿银子来应用? 有这一纸安定他美的心, 才肯尽力帮我。 双和道, 未胜孩子也要他这个字。 朱三道, 夺得家事是孩子的, 怎不叫他这字? 这个道多不打紧, 只看他们只把怎么样做法变了。 不说夫妻商量, 且说五虎出了朱家的门, 大家笑道, 这家子被我们说得冻火了, 只是扯下这样大谎, 那里多少得些与他起个头。 铁里重道, 当真我们有得几里前仙折去不成, 只看我略施小记, 不必用钱。 这四个道, 有何妙计? 铁里重道, 我如今只要拿一匹粗麻布, 做件催衣, 与他架小丝穿了, 叫他进到墨家去做孝子。 撩得墨家母子脑躁起来, 五美之一个钱白纸告他一撞, 这就是五百两本钱了。 四个拍手道, 妙,妙, 事不宜迟, 快去, 快去。 铁里重果然去腾挪了一匹麻布, 到裁医殿剪开了, 缝成了一件催衣, 手里拿着道, 本钱在此了。 一勇地望珠三家里来, 珠三夫妻接着, 道, 列位还是怎么主张? 铁里重道, 叫你儿子出来, 我教导他尸体。 双合对着孩子道, 这几位伯伯, 帮你去讨生生父母的家业, 你只依着做去遍了。 那儿子也是个乖的, 说道, 既是我生生的父亲, 那家业我应得有的。 只是我娃子家, 教我怎地去讨才是。 铁里重道, 不要你开口讨, 只着了这件校服, 我们引你到那里。 你进门去, 到了校堂里面看见灵围, 你便放声大哭, 哭罢就拜, 拜了四拜, 往外就走。 有人问你说话, 你只不要回他, 一进到外边来, 我们多在左侧茶坊里等你变了。 这个却不难的。 朱三道, 只如此有何意? 众人道, 这是先送个信与他家。 你儿子出了门, 第二日就去静状, 我们就去替你使用打点。 你儿子又小, 官府见了, 只有可怜, 绝不难为他的。 况又时时是骨血, 脚踏硬地, 这家私到底是文取的了, 只管依着我们做去。 朱三对妻子道, 列位说来的话, 多是有招数的, 只教儿子依着行事, 决然停打。 那儿子道, 只如方才这样说的话, 我多依的。 我心里也要去见见亲生父亲的影像, 哭他一场, 败他一败。 双合眼泪道, 乖儿子, 正是如此。 朱三道, 我倒不好随去得。 即使列位同行, 必然不差, 把儿子一交一付与列位了, 我自到世上做生意去, 晚来讨消息吧。 当下朱三自出了门, 五虎一同了朱家儿子, 往往墨家来。 将到门首, 多走进一个茶坊里面坐下, 吃个泡茶。 叮嘱朱家儿子道, 那门上有丧牌笑脸的, 就是你老儿家里。 你进去, 依着我言语行事。 虽是崔一与他穿着停档了, 那孩子依了说话, 不知其马好歹, 大踏步走进门里面来。 一直到了校堂, 看见灵围果然立天倒地价哭起来, 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 那校堂里头听见哭响, 直到是吊客来到, 静止来看。 只见是一个小丝, 身上打扮与孝子无二, 且是哭得悲怯, 口口声声叫着亲爹爹。 校堂里看的, 不知是什么缘故, 人人惊骇道, 这是那里说起。 莫妈听得哭着亲爹, 又见这般打扮, 不觉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声, 嚷道那里来这个野猫, 哭得如此一样。 亏得莫大郎是个老城有见识的人, 早已乔科了八九分, 忙对母亲说道, 妈妈切不可造次, 这件事了不得。 我家出丧之际, 必有奸人动火, 要来挑衅, 砸成火盾, 落了他们圈套, 这人家不惊蛇的。 只依我指分, 方免或换。 莫妈一时间见大郎说得厉害, 也有些慌了, 且住着不嚷, 冷眼看那外边孩子。 只见他哭罢就败, 败了死败, 正代转身, 莫大郎连忙跳出来, 一把抱住道, 你不是那花楼桥 卖粉汤朱家的儿子吗? 孩子道, 正是。 大郎道, 既是这等, 你方才拜了爹爹, 也就该认了妈妈。 你随我来。 一把扯他到孝曼里头, 指着莫妈道, 这是你的嫡母亲, 快些拜见。 莫妈仓促之际, 只凭儿子受了他拜一过。 大郎指自家道, 我乃是你长兄, 你也要拜。 拜过, 又指点他拜了二兄, 以次致大嫂, 二嫂多叫拜见了。 又领自己两个儿子, 兄弟, 一个儿子, 立齐了, 对孩子道, 这三个是你侄儿, 你该受拜。 拜吧, 孩子又往外就走。 大郎道, 你到那里去, 你是我的兄弟, 父亲既死, 就该住在此居丧。 这是你家里了, 还到那里去。 大郎领他到里面, 一交一副语, 自己娘子, 道, 你与小叔叔把头书一书, 替他身上出托一出托, 把旧式衣服脱掉了, 多替他换了些新鲜的, 而今是我家里人了。 孩子见大郎如此带得他好, 心里虽也欢喜, 只是人生面不熟, 又不知娘的意思怎么, 有些不安贴, 还想要去。 大郎晓得光景, 就这人到花楼桥朱家去换那双和到家里来, 说道, 有要紧说话。 双和晓得是儿子面上的事了, 一切原要来吊丧, 急忙换了一身校服, 来到墨家。 灵前哭败已毙, 大郎挤对他说, 你的儿子今早到此, 我们已认作兄弟。 而今与我们一同守孝, 日后与我们一样分家, 你不必记挂。 所有老爹爹在日给你的饭米衣服, 我们照照按月送过来与你, 与在日一股, 这是由你而面上。 你没事不必到这里来, 因你是有丈夫的恐防议论到庄年儿的丑。 至今日起, 你儿子归宗姓墨, 不到朱家来了。 你吩咐你儿子一声, 你自去罢。 双和听得不胜之喜, 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 如此处置停荡, 我烧香点烛, 祝报大郎不尽。 说吧, 进去见了墨妈与大嫂, 二嫂只是败谢。 墨妈此时也不好生分得, 大家没甚说话, 打发她回去。 双和叮嘱儿子, 好生住在这, 小心奉侍大妈与哥哥嫂嫂。 你落了好处, 我放心地下了。 方才大郎说过, 我不好尝到这里。 你再此过几时, 断了七七四十九日, 再到朱家来相会吧。 孩子既见了自家的娘, 又听了吩咐的话, 方才安心住下。 双和子欢欢喜喜, 与丈夫说之去了。 且说那些眉头鬼光棍, 赵家五虎, 在茶房里面坐地, 眼巴巴望那孩子出来, 就去做事, 撞子打点停荡了。 谁知守了多时, 再守不出。 看看到晚, 不见动静, 一道, 莫非我们闲话时, 那孩子出来, 错了眼, 竟到他家里去了。 走一个到朱家去看, 见说儿子不曾到家, 倒叫了娘子去, 一发不解。 走来回复众人, 大家疑惑, 就像热盘上椅子, 坐立不安。 再者, 一个到朱家伺候, 又说见双和归来, 老大欢喜, 说儿子已得任下收留了。 众人尚在茶房未散, 见了此说, 各个目呆。 正是, 四辆菠草去寻蛇, 这回却没蛇而弄。 平常家里没风波, 总有良品也无用。 说这几个人, 闻得孩子已被莫家认坐了, 许多咽腾腾的火气, 却像淋了几桶的冰水, 手鼻哆嗦解了。 大家嚷道, 悔气, 撞着这样不长进的人家。 难道我们商量了这几时, 当真道单, 便宜了这小丝不成? 铁里重道, 且不要慌, 也不到的便宜了他, 也不到的我们白住了手。 众人道, 而今还好在那里入脚。 铁里重道, 我们原说与他夺了人家, 要谢我们一千银子, 他须有借票在我手里, 是朱三的亲笔。 众人道, 他家先自收拾了, 我们并不曾帮得他一些, 也不好替朱三讨得。 况且朱三是穷人, 逃也没干。 铁里重道, 昨日我要那孩子也这个字的, 而今剪有头发的揪。 过几时, 只与那孩子讨, 等他说没有, 就告了他。 他小四家新做了财主, 定怕吃官司的, 央人来与我们讲和, 需要熟得这张纸去才干净。 难道白了不成? 众人道, 有见识, 不再上你做铁里虫, 真是见识应证。 铁里虫道, 还有一件, 只是眼下还要从容。 一来那票子上日子没多两日, 就讨就告, 官府要疑心, 二来他家方才收留, 家业未有得就分与他, 他也使没有得拿出来还人, 这是半年一年后的事。 众人道, 多说的是, 且藏好了借票, 再耐心等等弄他, 自此一伙各散去了。 这里莫妈姓定, 抱怨儿子道, 那小夜种来时, 为什么就认了他? 大郎道, 我家复明九出, 谁不动火? 这兄弟时事跌跌轻骨血, 我不认他时, 被光棍弄了去, 今日一撞, 明日一撞告将来, 告个没休谢。 衙门人意各个来榨钱, 亲卷朋友人人来拐骗, 还有官府思量启发, 开了口不怕不送, 不知把人家舌到那里填地, 极致办得到底, 问出根由, 少不得要断这一股与他, 何苦做成别人肥了家去? 所以不如一面收留, 省了许多人的妄想, 有何不妙? 妈妈剑说得明白, 也倒是了, 一家欢喜过日。 忽然一口, 有一伙人走进门来, 说道要见小三官人的。 这里门上方要问明, 那一人一大声道, 便是朱家的脱油瓶。 大郎剑说得不好听, 自家走出来, 剑是五个人雄富富地来, 师里问道, 小令帝在家吗? 大郎道, 在家里, 列位有何说话? 五个人道, 令帝少在下家里些银子, 特来与他取用。 大郎道, 这个却不知道, 叫他出来就是。 大郎进去对小兄弟说了, 那孩子不知是什么头脑, 走出来一看, 认得是前日赵家五虎, 上前见礼。 那几个见了孩子, 道, 好个小屁人, 前日我们送你来的, 你在此做了财主, 就不记得我们了。 孩子道, 前日这边留住了, 不放我出门, 故此我不出来的。 五虎道, 你而今既做了财主, 这一千银子该还得我们了。 孩子道, 我几层晓得有什么银子。 五虎道, 银子是你玩老子诸三官所借, 却是为你用的, 你也这得有花字。 孩子道, 前日我也见说, 说到恐房吃官司要银子用, 故写下借票。 而今官司不吃了, 那里还用你们什么银子。 五虎发狠道, 现有票在这里, 你赖了不成。 大郎听得升高, 走出来看时, 五虎告诉道, 小令队在朱家时, 借了我们一千银子不还, 而今要赖起来。 大郎道, 我这小兄弟, 借这许多银子何用? 孩子道, 哥哥, 不要听他。 五虎道, 现有借票, 我和你衙门里说去一哄多散了。 大郎问兄弟道, 这是怎么说? 孩子道, 起初这几个村多我母亲告状, 母亲回他没盘盏吃官司。 他们说, 只要一张借票, 我每借来与你, 以后他们领我到这里来, 哥哥就收留下, 不曾乘官司, 他怎么要我还起银子来? 大郎道, 可恨这些光棍, 早是我们不着他手, 而今既有借票在他处, 他必不肯甘休, 定然道官。 你若见官, 莫怕, 只把方才实情, 照样是这等一说, 官府自然明白的。 没有小小年忌断你, 还他银子之礼, 且安心坐着, 看他怎么。 次日, 这五虎果然到府里告下一纸状来, 告了朱三, 莫小三两个名字, 骗截千金之事, 来到莫家提人。 莫大郎, 二郎等商量, 与兄弟写下一纸诉状, 诉出从前情节, 就用着两个哥哥为证, 进来府里头道。 府里太守姓唐明传, 是个极精明的。 义干人提到了, 听审师先教宋礼等上前问道, 朱三是何等人? 要这许多银子来做什么用? 宋礼道, 他说要与儿子治田买产借了去的。 太守叫朱三问道, 你做肾上够当, 借这许多银子。 朱三道, 小的是卖粉羹的经济, 不上前述生意, 要这许多做甚吗? 宋礼道, 见有借票, 我们五人二百两一个, 一交一付与他及儿子莫小三的。 太守拿上借票来看, 问朱三道, 可是你写的票? 朱三道, 是小的写的票, 却不曾有银子的。 宋礼道, 票是他写的, 银子是莫小三收去的。 太守叫莫小三, 那莫家孩子应了一声走上去。 太守看见是个十来岁小的, 一发奇异, 道, 这小丝收去这些银子何用? 宋礼征道, 是他父亲朱三写了票, 拿银子与这莫小三买田的, 见今他有许多田在家里。 太守道, 父姓朱, 怎么儿子姓莫? 朱三道, 瞒不得老爷, 这小私园是莫家孽子, 他母亲嫁于小的, 所以他自姓莫。 专为众人要帮他莫家去征产, 红小的写了一票, 做征送的用度。 不想一到莫家, 他家大娘与两个鸽子竟自认了, 分与田产。 小的与他家没送的征了, 还要借银做什么用? 他而今拒了借票, 升端要这银子, 这那里得有。 太守问莫小三, 其言也是一般。 太守点头道, 是了, 是了。 就叫莫大郎起来, 问道, 你当时如何就肯认了? 莫大郎道, 在城棍图无风起浪, 无动决限。 亏得当时立地就认了, 这些人还倒放了空剑, 未肯助手, 致有今日之告。 若当时略有根托, 一设宋端, 正是此辈得志之秋。 不要说兄弟这千金, 要被他炸了去, 家里所费, 又不知几倍了。 太守孝道, 妙哉, 不为高义, 又见高十。 可敬, 可敬, 我看宋礼等五人, 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 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 原来真情如此, 实为可恨。 若非莫大有见, 此辈人人饱满了。 提起笔来道道, 千金重力, 一指足平。 乃朱三赤贫, 代则水语。 莫子辱秀, 须此何为? 细讯其详, 使诸其轨。 宋礼立又提之曰, 西窝角之争。 莫大以对床之情, 消息强之信。 既于群谋而丧气, 由邪故之以垂涎。 重床其间, 力毁其劝。 当时将送礼等五人, 每人三十大板, 问你了教唆辞诵诈害平人的律, 几张二十, 赐配各远鄂君州。 无星城里去了这五虎, 小民多是快活的。 做出几句口号来, 铁里虫有时制不穿, 钻仓鼠有时吃不饱, 吊经老虎没威风, 洒漠叛官其跌倒。 白日离鬼一壶一行, 这会儿不见了。 唐太守又经讲墨家, 与他一个笑意之门的匾额, 免弃本等差遥。 此时墨妈妈才晓得儿子大郎的大见识, 世间弟兄不睦, 靠着外人相帮起送者, 当以此为鉴。 世间有镊子, 亦是本生之, 只因尽所为, 反为外人资。 渔翁坐得利, 鹤邦在相持。 何如存一让, 是名不漏之。 第十一章满少清姬父 宝阳焦文姬生仇死。 世云,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逝。 今日把赠军, 谁又不平逝。 话说天下最不平的, 是那复心的事, 所以名中独众其法, 剑侠专诛其人。 那复心中最不堪的, 游在那夫妻之间。 盖朋友内妄恩负义, 拼得决意交易了他, 便无别话。 唯有夫妻是终身相矣的, 亦有复心, 一生怨恨, 不是当耍可以了账的事。 古来生死冤家, 一还一报的, 独有此相极多。 宋十渠州有一人, 姓郑, 是个读书人, 娶着会激禄侍女, 自容娇媚。 两个抗力仇婴, 如娇似妻。 一日, 正在枕西情农之际, 郑生忽然对禄侍道, 我与你二人相爱, 已到极处了。 万一他日不能到底, 我今日先与你说过, 我若死, 你不可再嫁, 你若死, 我也不再娶了。 陆氏道, 正要与你百年偕老, 怎生说这样不祥的话? 不觉得光阴荏苒, 过了十年, 已生有二子。 郑生一时间得了不起的郑侯, 林威石对父母道, 而死无所虑, 只有陆氏妻子恩身难舍, 况且年纪少爱, 日前已与他说过, 我死之后不可再嫁。 今若肯依所言, 而死亦鸣目矣。 陆氏听说到此寂, 也不回言, 只是低头悲哭, 十分哀怯, 连父母也到他, 没有二心的了。 死后数月, 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闲式的牙婆美, 打听脚踪, 探问消息。 晓得陆氏青年美貌, 未必是守得牢的人, 挨身入来与他来往。 那陆氏并不推剧那一伙人, 见了面就千欢万喜, 烧茶半果, 且是相待得好。 公婆看见这些光景, 心里嫌他, 说道, 居双行径, 罪已稳重, 慈悲之人没事不可引他进门。 况且, 丈夫林终怎么样吩咐的? 没有别的心肠, 也用这些人不着。 陆氏游公婆自说, 只当不闻, 后来灌熟, 连公婆也不说了, 果然与一个作媒地说的入港, 受了苏州, 曾供草之聘。 公婆虽然恼怒, 心里道, 是他历性记字如此, 留着也落得做冤家, 不是好助手的, 不如顺水推船, 等他去了罢。 只是想着自己儿子林终, 曾供之言, 对着两个孙儿, 未免感伤痛哭。 陆氏多不放在心上, 才等浮满, 就收拾乡辖庭党, 也不顾公婆, 也不顾儿子, 依了好日, 喜喜欢欢嫁过去了。 成婚七日, 正在亲热头上, 曾公曹受了曹帅席闻, 命他考试外郡, 只得收拾起身, 作别而去。 去了两日, 陆氏自觉凄凉, 傍晚之时, 走到厅前闲步。 忽见一个后生像个远方来的, 走到面前, 对着陆氏叫了一头, 口称道, 正观人有书拜上娘子。 递过一封简帖来。 陆氏接着, 看到外面风筒上, 提着三个大字, 乃是氏陆氏三字, 任人比踪, 宛然是前夫首计。 正要盘问, 那后生忽然不见。 陆氏惧怕起来, 拿了书急急走进房里来, 提名灯火, 仔细看时, 那书上写道, 十年结发之夫, 一生祭祀之主。 朝连牧以同欢, 自有余而共聚。 忽大患以长网, 目他人而轻许。 一气我之田仇, 一叙寄于别户。 不念我之双亲, 不续我之二子。 义不足以为人父, 辞不足以为人母。 无以诉诸上仓, 行礼对于冥府。 陆氏看罢, 吓得冷汗直流, 魂不附体, 心中懊悔不及。 怀着鬼胎, 十分惧怕, 说不出来。 茶饭不吃, 嘿嘿不快, 三日而亡。 眼见的是负了前夫, 得此果报了。 却又一见, 天下是有好些不平的所在。 假如男人死了, 女人再嫁, 便倒是失了结, 垫了名, 污了身子, 是个行不得的事, 万口子意。 急到男人家丧了妻子, 却又凭他续贤再娶, 质借买币, 做出若干的勾当, 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 并没人到他薄幸复心, 做一场说话。 就是生前房事之中, 女人少有外情, 便是老大的丑事, 人事休严。 急到男人家撇了妻子, 贪一银一好色, 素娼养技, 无所不为, 总有议论不适的, 不为十分大害。 所以女子愈加可怜, 男人愈加放肆, 这些也是服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不知冥冥之中, 缘有分晓。 若是男子风乐场中略行着脚, 此事寻常够大, 难道就比了女人失节一般? 但是果然负心之急, 忘了救世恩义, 试了初识信行, 以至误人终身。 害人性命的, 也没一个不到底报应的事。 从来说王魁赴贵英, 毕竟贵英锁了王魁命去, 此便是一个男妇女的榜样。 不止女妇男之所说的路事, 方有报应也。 今日带小子说一个赛王魁的故事, 与看官美一听, 方晓得男子也是负不得女人的。 有失为证, 由来女子好吃心, 吃得真是恨一声。 莫道此赤蓉令妇, 渊渊隔世会相寻。 话说宋时有个红卢少卿姓满, 因他做事没下烧, 会了名字不传, 只叫他满少卿。 威玉时节, 只叫他满生。 那满生是个淮南大族, 是有显患。 叔父满贵, 见为疏密妇院。 足中子弟, 便满京师, 尽皆妇后本分。 唯有满生心性不羁, 狂放自负, 生得一表人才, 风一流可洗。 怀揣着满腹文章, 到早晚彼登高地。 一切又无父母, 无邪居树, 终日银风弄月, 放浪江湖, 把些家事多弄掉了, 连妻子多不曾取得。 族中人渐渐不理他, 满生也不在心上。 有个父亲救时, 出镇长安。 满生便收拾行装, 离了家门, 指望偷偷与他寻些润记。 到的长安, 这个官人已坏了官, 离了地方去了, 只得转来。 满生是个少年梦浪, 不肯仔细的人, 直到寻着熟人, 财务广有, 不想拖了个空, 身边盘产早已庆静。 行到汴梁中墓地方, 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 打点与他寻些盘费还家。 那主簿是个小屁, 地方没大生意, 连自家也只好支持过日, 送的他一贯多钱。 还了房钱, 饭钱, 余下不多, 不能勾回来。 此时, 已是十二月天气, 满生自私囊无半文, 空身家去, 难以杜碎, 不若只在外乡行动, 寻些生意, 且过了年幼处。 关中还有一两个相识, 在那里做官, 仍旧多转路头, 往西而行。 到了凤翔地方, 遇着一天大雪, 三日不休。 正所谓云恒秦岭家何在? 雪庸南关马不前, 满生祖住在饭店里, 一连几日。 殿小二来讨饭钱, 还他不够, 连饭也不来了。 想着自己是好人家子弟, 胸脏学问, 事功名如实介尔。 一时未济, 浪迹江湖, 今受此穷途之苦, 谁人晓得我是不遇时的公卿。 此时若肯雪中送炭, 聚乃圣死锦上添花。 争耐事情看冷暖, 望着那一个救我来。 不觉放声大哭, 早惊动了隔壁一个人, 走江过来道, 谁人如此啼哭? 那个人怎声打扮? 头戴玄壶帽套, 身穿羔羊皮球。 紫糖颜色, 戴着几分酒, 脸映红桃, 苍白虚然, 沾着几点血, 身如玉树。 一在浩然驴背下, 想从安道宅中来。 有个人走进殿中, 问殿小二道, 谁人啼哭? 殿小二答道, 傅大郎是一个秀才官人, 在此三五日了, 不见饭钱拿出来。 天上雪下不止, 又不好走路, 我们不与他饭吃了, 想是肚中饥饿, 故此啼哭。 那个人道, 那里不是积福处, 既是个秀才官人, 你把他饭吃了, 算在我的账上, 我还你罢。 殿小二道, 小人晓得, 便去拿了一份饭, 摆在满生面前道, 客官, 是这大郎叫拿来请你的。 满生道, 那个大郎, 只见那个人已走到面前道, 就是老汉。 满生盲食了礼道, 与老丈素媚平生, 何故如此? 那个人道, 老汉姓娇, 就在此酒店兼璧居住。 阴雪下得大了, 同小女烫几杯热酒暖寒, 闻得这碧香悲怨之一声, 不像是个以下之人, 故不至此间询问。 殿小二说, 是个秀才学祖了的, 老汉念斯文一脉, 怎叫秀才人机? 故此叫他送饭。 荒殿之中, 无物可吃, 况如此天气, 也须得杯酒而敌寒。 秀才宽作, 老汉家中叫小丝送来。 满生喜出望外道, 小生失路之人, 与老丈不曾拾面, 成老丈如此周全, 何以客当? 焦大郎道, 秀才一表非俗, 目下偶困, 绝不是落后之人。 老汉是此间地主, 应得来管顾的。 秀才放心, 但住此一日, 老汉支持一日, 只等天色精既好走路了, 再商量不迟。 满生道, 多敢, 多敢。 焦大郎又问了满生姓名相冠明白, 慢慢地自取了。 满生心里喜欢道, 谁想绝处逢生, 遇着这等好人。 正在侥幸之际, 只见一个龙头的小丝拿了四碗嘎饭, 四碟小菜, 一壶热酒送将来, 道, 大郎送来于满官人的。 满生谢之不尽, 收了摆在桌上食用。 小丝出门去了, 满生一头吃酒, 一头就问店小二道, 这位焦大郎是此间什么样人? 粉生有此好情。 小二道, 这个大郎是此间大户, 极是好意。 平日浮穷济困, 至于见了读书的, 有肯结一交一, 再不怠慢的。 自家好吃几杯酒, 若是陪得他过的, 一发有缘了。 满生道, 想是家道富后。 小二道, 有便有些产业, 也不为十分富后, 只是心性如此。 官人造化遇着他, 便多住几日, 不打紧的了。 满生道, 血精了, 你引我去拜他一拜。 小二道, 当得, 当得。 过了一会, 焦家小四来收家伙, 传大郎之命, 吩咐殿小二道, 满大官人攻击, 只管照常之应。 用酒食, 到家里来取。 殿小二领命, 果然支持无缺, 满生感激不尽。 过了一日, 天色精明, 满生四辆走路, 身边并无盘废。 一且, 受了焦大郎之恩, 要去拜谢。 真叫做人心不足, 得拢望蜀, 见他好情, 也就有个西记, 借些盘缠之意, 叫殿小二在前引路, 进到焦大郎家里来。 焦大郎接着, 满面春风。 满生见了大郎, 倒地变败, 写他, 穷途周记, 输出望外。 堂有用这之处, 情愿效力。 焦大郎道, 老汉家里也非有余, 只因看见秀才如此困恶, 量级一二, 已尽地主之意, 愿无他事, 如何说个效力起来。 满生道, 小生是个硬举秀才, 一时堂有寸进, 不敢忘报。 大郎道, 好说, 好说, 木今年已傍晚, 秀才还要到那里去。 满生道, 小生投入不着, 囊侠如喜, 无面目还乡, 意思要往关中一路寻访几个相知。 不期逗留于此, 得欲老丈, 拾出万幸。 而今除夕再近, 前路已去不迭, 真是前部八村, 后部八殿, 没奈何了, 只得在此饭店中且过了岁, 再做道理。 大郎道, 殿中冷落, 怎好杜碎, 秀才不嫌家间淡薄, 搬到家下, 与老汉同住几日, 随常茶饭, 等老汉也不寂寞, 过了岁朝再处, 秀才意下何如。 满生道, 小生在饭店中, 总是刀填老丈的, 就来贪府, 也是一般。 只是平宗相遇, 受此深思, 无地可报, 实窃黄溃儿。 大郎道, 四海一家, 况且秀才是个读书之人, 前程万里。 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 便是院族, 何必如此相居在? 原来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 却又看得满生怡荣俊哑, 风度超群, 语言倜傥, 料不是落后的, 所以一亿周全他, 也是满生有缘, 得遇此人。 果然教殿小二殿中发了行礼, 到焦家来。 时日焦大郎安排晚饭与满生同吃, 满生一席之间, 谈吐如流, 更加酒性豪迈, 痛饮不醉。 大郎一发投机, 以为相见之晚, 直吃到性尽方休, 安置他书房中歇宿了不提。 大郎有一侍女, 名幻文姬, 年方一十八岁, 美丽不凡, 聪慧无比。 焦大郎不肯清许人家, 要在本处寻个衣冠子弟, 读书君子, 坠在家里, 照管暮年。 因他是个士虎出身, 一时没有高门大族来求他的, 以下富士吃, 他又不肯。 高不凑, 低不救, 所以蹉跎过了。 纳文姬年已长大, 风情之事, 尽之乡目。 只为家里来往的人, 拥流反备颇多, 没有看得上眼的。 听得说, 父亲在酒店中, 引得外方一个读书秀才来到, 他便在里头东张西张, 要看他怎生样的人物。 那满生怡荣举止, 尽看得过, 便也有一二分动心了。 这也是焦大郎的不适, 便做到输才仗义, 要做好人, 只该费发满生些少, 打发他走路才是。 况且是吴老妻, 家有闺女, 那满生非亲非妻, 为何留在家里素歇? 只为好着几杯酒, 贪个人作伴, 又见满生可爱, 倾心待他。 谁想满生是个轻薄厚生, 一来看见大郎殷勤, 倒是敬他人才, 安然拖大, 望其所以。 二来小的内有亲女, 美貌及时, 未曾许人, 也就怀着蜥蜴之意, 指望涂他为妻。 又不好自开得口, 待看机会。 日挨一日, 竟把关中的念头丢过一边, 再不提起了。 焦大郎终日情蒙醉香, 没些大煞, 不加提防。 怎当的他没两下烈火干柴, 你贪我爱, 各自有心, 镜子勾搭上了, 情到浓时, 未免不必行进。 焦大郎也见了些光景, 有些疑心起来。 大凡天下的事, 再经有心人, 冷眼看不起的。 其初满生在家, 大郎无日不与他同饮同坐, 毫无说话。 笔记大郎疑心了, 便绝满生饮酒之间, 眉心设想, 言语参词, 好些破绽出来。 大郎一日推个事故, 走出门去了。 半日转来, 只见满生醉卧书房, 风飘一起, 露出里面一件衣服来。 看去有些红色, 像是女人凹子模样, 走到身边仔细看时, 正是女儿文姬身上的, 又吊着一个一胶一颈鸳鸯的香囊, 也是文姬首秀的。 大惊叉道, 奇怪, 奇怪, 有这等事? 满生睡梦之中, 听得喊叫, 突然惊奇, 几脸衣襟不叠, 以之为大郎看见, 面如土色。 大郎道, 秀采身上衣服, 从何而来? 满生晓得瞒不过, 只得周个谎道, 小生身上单寒, 忍不过了, 向另爱姐姐处, 看老丈有就一介一件。 不想另爱, 竟将一件女傲拿出来, 小生怕冷, 不敢推辞, 全穿在此衣内。 大郎道, 秀采要衣服, 只消替老夫讲, 岂有与闺中女子自相往来的事? 是我养的女儿不成器了? 抽身往里边就走, 恰撞着女儿身边一个丫头, 叫明清香, 一把窝过来道, 你好好识说, 姐姐与那满秀才的事情, 饶你的打。 清香慌了, 只得抵赖道, 没曾见什么事情。 大郎焦躁道, 还要胡说, 眼见的身上, 凹子多拖与他穿着了。 清香没奈何, 遮施道, 姐姐见爹爹十分敬重满观人, 平日两下撞见时, 也与他见个礼。 他今日告诉身上寒冷, 故此把衣服与他, 别无声说话。 大郎道, 女人夹衣服, 岂肯倾与人战。 况今日我又不在家, 满秀才酒气喷人, 是那里吃的。 清香推道不知。 大郎道, 一发胡说了, 他难道在有别处吃酒? 他方才已对我说了, 你若不识招, 我活活打死你。 清香晓得没推出, 只得把从前勾搭的事情一一说了。 大郎听罢, 气得抓耳挠腮, 没个事处喊道不成财的歪货。 他是别路来的, 与他做下了事, 打点怎的。 清香说, 姐姐今日见爹爹不在, 撕下百个酒盒, 要满官人对天罚事, 你娶我嫁, 终身不负, 故自与他酒吃了。 又脱一件衣服, 一个香囊, 与他做纪念的。 大郎道, 怎么了? 怎么了? 叹口气道, 多事我自家热心尝的不是, 不消说了。 反备了双手, 夺出外边来。 文吉见父亲窝了清香去, 晓得有些不尴尬, 仔细听时, 一句句说道真出来。 在里面正急地要上吊, 忽见清香走到面前, 以致父亲出去了, 才定了姓怼清香道, 是以败露至死, 却怎么了? 我不如死修。 清香道, 姐姐不要兴急。 我看爹爹叹口气, 自愿不适, 走了出去, 倒有几分成事的意思在那里。 文吉道, 怎见得? 清香道, 爹爹极敬重满观人, 已知有了此事, 若是而今赶逐了他去, 不但饿食了, 把从前好情多丢去, 却怎生了结姐姐。 他今出去, 若问得满观人不曾娶妻的, 毕竟还配合了才好助手。 文吉道, 但愿是如此便好。 果然大郎走出去, 思量了一回, 竟到书房中带着怒龙问满生道, 秀才, 你家中可曾有妻位? 满生狙击无地, 战战兢兢回言道, 小生湖海漂流, 十位曾有妻。 大郎道, 秀才家既读诗书, 也该有些行止。 无与你本事一面不曾相识, 连你客途过为拯救, 岂知你所为不义若此。 点污了人家儿女, 岂得君子之行。 满生惭愧难容, 下地叩头道, 小生罪该万死。 小生受老丈深恩, 以为难报。 今为儿女之情, 一时不能自禁, 猖狂至此。 若驾海寒, 小生此生以死相报, 是不忘高天厚地之恩。 大郎又叹口气道, 事已至此, 虽毁何疾? 总是我生女不孝, 致受此辱。 今即为辱屋, 岂可别嫁? 如若不闲得远, 索性坠入我家, 做了女婿, 养我终身, 我也叹了这口气吧。 满生听的此言, 就是九重天上, 飞下一纸设书来, 怎不满心欢喜? 又仰着头道, 若是如此欲成, 满某即粉身碎骨, 难报深恩。 满某父母双亡, 家无妻子, 便当奉侍终身, 岂在他亡。 大郎道, 只怕后生家看得容易了, 他日负起心来。 满生道, 小生与恋爱恩身义重, 已涉事过了, 若有复心之事, 焦满某不得好死。 大郎见他言语真切, 一切没奈何了, 只得一壶一乱捡个日子, 摆些酒宴, 配合了二人。 正是, 齐罗从里唤新人, 锦绣窝中看旧物。 虽然后取暑仙间, 此夜恩情翻叫秘。 满生与文姬, 两个私情, 得成正果。 天从人愿, 喜出望外。 文姬对满生道, 怯见父亲敬重君子, 一时仰慕, 不以自献位者, 置于失一身。 原料一朝事录, 不能到底, 唯有一死而已。 金姓得父亲配合, 终身之事已完, 此事死中得生, 万千侥幸, 他日切不可望。 满生道, 小生飘鹏浪迹, 性家令尊一见如故, 解一推时, 恩已过后, 又得欲清不弃, 今日成此良缘, 真恩赏加恩。 他日有父, 成非人类。 两人欲加如交似妻, 自不必说。 满生在家无事, 日夜读书, 四两应举。 焦大郎见他如此, 倒是许嫁的人, 按理心欢。 自此内外无见。 过了两年, 时辞东京春榜招贤, 满生急对丈人说, 要去应举。 焦大郎收拾了盘费, 赖罚他去。 满生别了丈人, 妻子, 竟到东京, 一举登地。 才得畅明, 满生心里放文鸡不下, 晓得选除未及, 思良道, 坐良去凤翔不远, 今兴以脱白挂绿, 和不且道账人家里, 与他们欢庆一番, 再来未迟。 此时满生, 已有仆人使欢, 不比前日, 便叫收拾行李, 及时起身。 不多几日, 已到了焦大郎门手, 大郎仙仪有人报知, 是日整个迎接, 古月喧天, 闹动了一个村方, 满生绿袍怀拣, 摇摆进来。 见了丈人, 便是那头四拜。 拜吧, 常跪不起, 口里称谢道, 小旭得有今日, 接赖丈人提携, 若是当日困穷旅店, 没人救济, 早已填了秋贺, 怎能勾此身荣贵? 口头不止。 大郎夫起道, 此皆贤婿高财, 至身青云之上, 老夫何功之有? 当日困穷失意, 乃贤土之长, 今日一锦归来, 有光老夫多矣。 满生又请文姬出来, 一交一拜行礼, 各个相谢。 其日邻里看得挨挤不开, 各个说道, 焦大郎能是好人, 又且平日好深得, 今日受此荣华之报, 那女儿也落了好处了。 有一等轻薄的道, 那女儿文得先与她有须说话了, 后来陪她的。 有的道, 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儿许她, 故留她在家里住这几时, 便做到先有些什么, 左右是她夫妻, 而今一床仅被遮盖了, 正好坐愿君夫人去, 还有何妨? 议论之间, 只见许多人牵羊丹酒, 持花棒式, 尽是些地方邻里亲戚, 来与大郎作贺称庆。 大郎此时把个身子抬在半天里了, 毫不风骚。 一面至酒款待女婿, 就先留几个相知亲戚相陪。 次日又至酒请这一干作贺的, 先是亲眷, 再是邻里, 一连吃了十来日久。 焦大郎废掉了好些钱钞, 正是欢喜破财, 不在心上。 满生宇文姬夫妻二人, 欲加思敬思爱, 欢场非常。 连清香也算作日前有功之人, 另眼看去, 别是一分颜色。 有一首词, 担到这得地归来事情不同光景。 事事从来天定, 天宫任意安排。 寒酸乎得上金街, 闻春许多甚来。 熟食还需再认, 至亲也要一菜。 夫妻行事别开怀, 另似一张卵带。 话说满生夫龙七元, 穆勒召欢。 焦大郎本是个慷慨心性, 欲加扯大, 倒是靠着女儿女婿, 不由下半事不富贵了。 尽心竭力, 供养着他两个, 为其所用。 满生总是康他人之楷, 落得快活。 过了几时, 选期将即, 要往京师。 大郎道是选辟须得使用, 才有好地方, 只得把高余之产尽数卖掉了, 凑着若多银两, 与满生带去。 焦大郎家事原旨如常, 经这一番弄, 以此时去八九。 只靠着女婿选辟之后, 在图兴旺, 所以毫不灵犀。 满生将行之息, 文姬对他道, 我与你恩情匪浅。 前日应举之时, 已曾经过一番离别, 恰是心里指望好日, 虽然千奈, 不甚伤情。 今番得地已过, 只要去选地方, 眼见的只有好处来了, 不知为什么, 心中只觉凄惨, 不舍得你别去, 莫非有甚不祥。 满生道, 我到荆棘选, 甲榜科名必为美观。 亦有地方, 便这人从来迎你与丈人同道认所, 安享荣华。 此事真的定的日子, 别不多时的, 有什么不祥之处? 切勿挂略。 文姬道, 我也晓得是这般的, 只不知为何有些异样, 不由人眼泪要落下来, 更不知甚缘故。 满生道, 这番热闹了多时, 尽我去了, 顿觉冷静, 所以如此。 文姬道, 这个也是, 两人续锅了一夜, 无非是些恩情浓厚, 到底不忘的话。 此日天明, 整顿衣装, 别了大郎妇女, 带了仆人, 往往东京选壁去了。 这里大郎与文姬妇女两个, 互相安慰, 把家中事件收拾并别, 只等京中差人来接, 同去妇任, 玄玄指望不提。 且说满生道经, 得受临海县位。 正要收拾起身, 转到凤翔接了丈人一妻子一同道任, 捡了日子, 将此起行。 只见门外一个人一大踏步走将进来, 口里叫道, 兄弟, 我那里不寻得你道, 你原来道此。 满生抬头看时, 却是淮南族中一个哥哥, 满生连忙接待。 那哥哥道, 兄弟几年远游, 家中绝无消耗, 举足以猜, 不知兄弟却在那里, 道经一举成名, 实为莫大之喜。 家中叔叔叔密相公建了金榜, 即便打发差人道经来相接, 四处寻访不着, 不知兄弟又到那里去了。 而今选有地方, 少不得出京家去。 嫩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 甘半已满, 收拾回去, 以顾下传载便和, 行礼乡下传了。 各处挨问, 得见兄弟, 你打叠已完, 只需同你哥哥回去, 见见亲族, 然后到认辩了。 满生心中一肚皮要到凤翔, 那里曾有归家去的念头。 见哥哥说来意思不对, 却又不好直对他说, 只含糊回道, 小弟还有些别件事干, 且未要到家里。 那哥哥道, 却又作怪, 看你的庄国多停荡了, 只要走路的, 不到家里, 却又到那里。 满生道, 小弟流落时节, 曾受了一个人的大恩, 而今还要向西路去谢他。 那哥哥道, 你虽然得地, 还是空囊, 谢人先要礼物为先, 这些事, 自然是到了人在处。 况且此去到任所, 一路过东, 少不得到家边过, 是顺路, 却不定, 反走过西去怎待。 满生此时只该把实话对他讲, 说个不得已的缘故, 他也不好阻当得。 争奈满生有些不老气, 恰恰还要把这件事蛮人的一般, 并不明说, 但只东之西武, 凭那哥哥说的天花乱坠, 只是不肯回去。 那哥哥大怒起来, 骂道, 这样轻薄无质的人, 书生得了科名, 难道不该归来, 会一会, 宗族邻里? 这也罢, 父母坟墓边, 也不该去拜见一拜见的。 我和你各处去问一问, 世间有此是否。 满生见他发出话来, 又说得正气了, 一时也没得回他, 通红了脸, 不敢开口。 那哥哥见他不说了, 叫些随来的家人, 把他的要紧相拢, 不由他分说, 只一般竟自搬到船上去了。 满生没奈何, 心里想到, 我久不归家了, 旷我落魄出来, 尽衣锦还乡, 也是好事。 便到了家里, 再去奉祥, 不过迟到些日子, 也不为爱。 对那哥哥道, 记嫩的, 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来。 只因这一去, 有分一交衣, 绿袍年少, 别迁祭族之声, 轻禀家人, 利化忘腹之时。 满生同那哥哥 回到家里, 果然这番宗族邻里 比钱不同, 尽多是喝泡捧屁的。 满生心里也绝快活, 随去见那亲叔叔满贵。 那叔叔是疏密赋院, 智氏家居。 既是显官, 又是异族执掌, 见了侄儿, 晓得是新帝回来, 十分欢喜道, 你一向出外不归, 只道是流落他乡, 岂知却能挣扎得地做官回来。 诚然是与宗族争气的, 满生满口训泄。 满淑密又道, 却还有一件事要与你说, 你父母早亡, 壮年未娶, 仅已成名, 四续之事最为紧要。 前日我见你登科路上有名, 便巴为你留心此事。 宋都珠从简大夫有一次女, 我打听的才貌双全。 你未来时, 我以这人去相求, 他已许下了, 此极是好姻缘。 我知那临海的官尚未离任, 你道笔之妻还可从容。 且完此亲事, 夫妻一同赴任, 岂不为妙。 满生见说, 心下赤惊, 半赏作声不得。 满生若是个有主意的, 此时便该把凤翔流落, 得欲交世之事, 是长事短。 贝夕对叔父说一遍到成亲已久, 赴他不得, 须辞了朱家之婚, 一刀两断, 说得决绝, 叔父未必不依愿。 正奈满生慧言的是, 前日梦浪出游光景, 恰向凤翔的事是私下做的, 不肯当场说明, 但只口里激怒。 书密道, 你心下不快, 敢绿着尸体不周背吗? 一应聘定礼物, 前日我多已出过。 目下成金所费, 总在我家支持, 你只打点做新郎便了。 满生道, 多谢叔叔盛情, 容哲心下再计较一计较。 书密正则道, 是以定义, 有何计较? 满生见他此色言意, 不敢回言, 只得唯唯而出。 到了家里, 闷闷了一回, 想到, 若是应成了叔父所言, 怎生撇得文姬妇女恩情。 玉带辞觉了他的, 不但叔父这一段好情不好辜负, 只那尊严性子也不好冲撞他。 况且姻缘又好, 又不要我费些财物周折, 也不该错过。 做官的, 人取了两房, 缘不为多。 玉带两头伴着, 文姬是先取的, 需让他做大。 这边朱家, 又是官家小姐, 料不肯做小, 却又两难。 心里真似十五个吊筒打水, 七上八落的, 反添了许多不快活。 愁出了几日, 伪觉不下。 到底满生是轻薄性子, 见说朱家是幻世之女, 好个模样, 又不费己才, 先自动了十二分火。 只有文姬妇女这一点念头, 还有些良心不能禁绝。 肚里辗转了几番, 却就便起挂来。 大凡人只有初起这一念, 是有天理的, 依着行去, 好事尽多。 若是多转了两个念头, 便有许多好摊乍尾, 没天理的心来了。 满生只为亲事摆脱不开, 过了两日, 便把一条肚肠换了转来。 自想到, 文姬与我起初只是两个偷实情, 真得个外语罢了, 后来虽然做了亲, 又不是明婚正配。 况且我既为官, 做配的虚是名门大族, 交加不过市井之人, 门虎低威, 岂看受朝廷风告作, 终身抗力在。 我且成了这边朱家的亲, 日后他来通消息时, 好言回他, 等他另嫁了便是。 倘若必不肯去, 是到其间, 要我收留, 不怕他不低头做小了。 真计已定, 就去回府疏密。 抠密捡个黄道吉日, 行礼到朱大夫家, 娶了过来。 那朱家既是患家, 又且嫁的女婿, 是个新客。 郁家要齐整, 装阴丰厚, 百物俱备。 那朱是女生长患门, 模样又是著名出色的, 真是德, 容, 言, 功, 无补俱足。 满生快活非常, 把那奉祥的事丢在东洋大海去了。 正是, 花神默默殿春残, 争赏慈恩子牡丹。 别有玉盘城路冷, 无人起就月中看。 满生与朱是门当户对, 年貌相当, 你敬我爱, 如交似漆。 满生心里反悔着, 奉祥多了交加这件事, 却也有时念及, 心上有些浅不开。 因在朱氏面前, 索性把前日交世所赠衣服, 香囊拿出来, 忍着性子, 一把火烧了, 意思要自此绝了念头。 朱氏问其缘故, 满生把文基的事略略说些始畏, 道, 这是我未遇时节的事, 而今既然与你成亲, 总不必提及了。 朱氏是个贤惠女子, 道说道, 既然未遇时节相处一番, 而今富贵了, 也不该辩绝了她。 我不比那世间妒忌妇人, 躺货有变, 接她来同住秉日, 未为不可。 怎当地满生赴了蒙氏, 难见她面, 生怕她寻将来, 不好收场, 那里还敢想接她到家里。 一切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 一意只是断绝了, 回言道, 多谢夫人好意。 她是小人家儿女, 我这里没消息到她, 她自然嫁人去了, 不必多事。 自此再不提起, 初始满生心中怀着鬼胎, 还律她有时到来, 喜得那边也绝无音号, 俗语云, 孝重千金, 日渐一金。 满生日远一日, 静自忘怀了。 自当日与朱氏同赴临海任所, 后来作为任满, 一连做了四五任美官, 连朱氏封赠过了两番。 不绝过了十来年, 类官至红卢少卿, 处置齐州。 那齐州听涉甚宽, 何家人口住着相义。 到任三日, 里头收拾已完, 内眷人等要出嘶牙之外, 到后堂来看一看。 少卿吩咐衙门人一进阶出去, 平除了闲人, 同了朱氏, 带领着几个小丝, 丫鬟, 家人媳妇, 共十来个人, 一起到后堂散步, 各自东西闲走看耍。 少卿偶然走到后堂有边天井中, 见有一小门, 少卿推开来看, 里头一个穿青的丫鬟, 见了少卿, 飞也似跑了去。 少卿急赶上去看时, 那丫鬟早已走入一个破连内去了。 少卿走到连边, 只见连内走出一个女人来, 少卿仔细一看, 正是奉祥焦文姬。 少卿虚心病, 原有些怕践踏的, 一且出于不义, 不觉惊慌失措。 文姬一把扯住少卿, 耿耿夜夜哭僵起来道, 冤家, 你已别十年, 向来许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 顿然忘了, 真是忍忍。 少卿一时心慌, 不急问他从何而来, 且自便说道, 我非忘卿, 只因归到家中, 叔父先以别聘, 抢我成婚, 我历此不得, 所以蹉跎到今, 不得来你那里。 文姬道, 你家中之事, 我已尽之, 不必提请。 无今父亲已死, 田产俱无, 刚胜的我与清香两人, 别无依靠。 没奈何了, 所以千里相投。 前日方得到此, 门上人又不肯放我进来。 秋肯再三, 今日才许我略在别院空房之内, 驻足一驻足, 兴而相见。 今一身孤单, 忙无欺薄, 你既有家偶, 我情愿做你测试, 奉识你与夫人, 挽我余生。 前日之事, 我也不计较短长, 复之一探罢了。 说一句, 哭一句。 说吧, 又倒在少卿怀里, 发生大痛。 连清香也走出来见了, 哭作一堆。 少卿见他哭得哀怯, 不由得眼泪也落下来, 又恐怕外边有人知觉, 连忙指他道, 多是我的不是。 你而今不必啼哭, 管还你好处。 且喜夫人贤惠, 你既肯认作一分晓, 就不难处了。 你且消停在此, 等我与夫人说去。 少卿此时也是身不由己地走来对朱世道, 昔年所言, 凤翔交世之女, 间隔了多年, 直到他嫁人去了, 不想他父亲死了, 带个丫鬟直询到这里。 今若不收留, 他没个着落, 叫他没处去了, 却怎么好? 朱世道, 我当初原说接了他来家, 你自不肯, 直误他到此地位, 还好不留得他, 快请来与我相见。 少卿道, 我说道, 夫人贤惠, 就走到西边去, 把朱世的说话说与文姬, 文姬回头对清香道, 若得如此, 我没且稀有安身之处了。 两人随了少卿, 步到后堂, 见了朱世, 相续礼弊。 文姬道, 独家夫人不弃, 情愿与夫人铺床叠背。 朱世道, 那有此理, 只是姐妹相处变了, 就相邀了一同进入衙中。 朱世这人替他收拾起一间好卧房, 就着清香与他同住, 随房服侍。 文姬低头福气, 且是小心。 朱世见他如此, 甚加怜爱, 且是过得和睦。 住在衙中几日了, 少卿中是有些羞惭不过意, 缩缩嘎嘎, 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 一日, 外乡去吃了酒归来, 有些微醺了, 望去文姬房中, 灯火微明, 不觉心中念旧起来。 最后却胆壮了, 亮亮呛呛, 竟来到文姬面前。 文姬与清香慌忙接着, 喜喜欢欢簇拥他去睡了。 这边朱世闻之, 笑道, 来这几时, 也该到他房里去了。 当夜朱世收拾了自睡, 到第二日, 日色高了, 何家乡起了身, 只有少卿未起。 何家人指指点点, 笑道话的, 倒是十年不相见了, 不知怎滴舞弄, 这十戒还自睡里。 清香丫头在旁边听得不耐烦, 响也倦了, 连他也不起来。 有老成的道, 十年的说话, 讲也讲他大半夜, 怪到天明多睡了去。 众人议论了一日, 只不见动静。 朱世淑洗已过, 也有些不惬意道, 这十戒也该起山了, 难道忘了外边座堂? 同了一个丫鬟, 走到文姬房前听一听, 不听得里面一些声声上, 推推门看, 又是里面关着的。 家人美道, 日日此时出外里是去久了, 近日持得不像样, 我美不妨催一催。 一个就去敲纳房门, 出事低声, 逐渐升高, 直到地乱敲乱叫, 默想里头答应一声。 近来对朱世道, 有些奇怪了, 等他开出来不得。 夫人做主, 我们掘开一臂, 进去看看。 廷慧相公称怪, 全要夫人担待。 朱世道, 这个在我, 不妨。 众人进阶动手, 虚余之间, 已多开了一朵臂。 众人走进里面一看, 开了口何不扰来。 正是, 宣子漫传无鬼论, 梁露宗自息有冤长。 若还死者全无绝, 落得生人不善良。 众人走进去看时, 只见满少卿直挺挺躺在地下, 口鼻皆流鲜血。 进前用手一摸, 四肢冰冷, 已气绝夺食了。 房内并无一人, 那里有什么交室, 连清香也不见了, 刚流的鞋被卧在那里。 众人忙请夫人静, 诸事一见, 惊得木针口呆, 大哭起来。 哭罢道, 不信有这样的意识, 难道他两个人摆布死了相公, 连夜走了? 众人道, 衙门封锁, 插翅也飞不出去, 况且房里屋子关门庇护地, 打从那里走得出来。 诸事道, 这等, 难道青天白日相处这几时, 这两个却是鬼不成? 似信不信, 一面传出去, 说少卿夜来暴死, 这地方停荡后市。 诸事悲悲怯怯, 到晚来不进卧房, 正要上床睡去, 只见文姬打从床背后走江出来, 对诸事道, 夫人一体要烦恼。 满生当时受我家厚恩, 后来复心, 一去不来, 无举家玄望, 受尽苦楚, 暴恨而死。 我父见我死无了, 老人家悲哀过肾, 与清香丫头相继沦亡。 今在明府宿准, 许自来所命, 十年之愿, 方得申报, 我而今与他明府对政去。 家夫人相待好意, 不敢相亲, 转来告别。 诸事正要问个背戏, 一阵冷风便体萨然惊觉, 乃是难科一梦。 才晓得文姬, 清香两个真是鬼, 少卿之死, 被他活捉了去阴府对立。 诸事前日, 原知文姬这事, 也道少卿没礼的, 今日死了无可怨唱, 只得护丧难还。 担苦了诸事下半事, 亦是满生之一灭也。 世人看了如此榜样, 难道男子又该负得女子的? 痴心女子负心汉, 谁到阴中有判断? 虽然自古街有死, 这回死得不好看。